昭州,第七集,书接上文,林三郎心里也有些激动,简直是贫不清于。 林三郎手捧着这个墓盒,表情有些凝质。 他抬头看了看,已经脸色苍白的皇帝陛下,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在此之前,他心里很清楚,这位皇帝陛下活不了太久了。 但是直到现在手捧一照,林昭才深刻地感觉到,这位皇帝陛下撒手人寰,恐怕只在请客之间了。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对着皇帝微微低头,陛下,您还是将些龙体要紧,传位之事,将来再说。 皇帝苍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他看向林昭,声音低沉,怎么,对朕动了侧影之心。 侧影之心,便是同情心,身为臣子,是绝对不能对皇帝有这种心思的,这是大不敬。 林昭连忙摇头,臣不敢,臣只是想让陛下好好歇息,皇帝扭头看了一眼未中,缓缓开口。 你带着店里的人都出去,郑宇,与他说几句话。 魏中宫敬点头,回头带着太极宫的宫人们,统统退出了皇帝的请殿。 等到这些人都走了之后,老皇帝勉力坐在自己的床榻上,看着宫敬站在下手的林昭。 他盯着林昭看了许久,才缓缓开口问道, 你母亲怨恨朕吗?林昭愣了愣,然后连忙摇头,回陛下,家母决然不敢有这种心思。 皇帝缓缓吐出一口气,声音沙哑,朕要死了。 听几句真话,林昭犹豫了一下,这才低头,咬牙道。 十几年前,娘亲心中自然是有一些怨恨陛下的,他老人家与臣提过。 自从有了臣之后,他心中的怨恨之心便渐渐消了,到如今只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他说,说到这里,林昭顿了顿,继续说道。 他说,这都是他的命数。 他认了,认了,老皇帝喃喃地重复了一句,然后叹了口气。 你母亲,是郑师的幼女,朕,从前见过不少次的。 说到这里,皇帝闭上眼睛,声音低沉。 她是邢阳郑师的嫡女,当朝宰相的女儿,原本应该嫁得风风光光,衣食无忧,荣华富贵一辈子的,对于母亲的遭遇。 林昭也觉得欺欺然,他站在皇帝身侧,苦笑道,上一代人的事情,臣这个晚辈,没有资格替母亲说什么。 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跟我说,不经历这些苦难,便也不会有臣这个儿子。 这句话,林二娘是真真切切说过的,因此说到这里的时候,林昭也有些动情,他声音沙哑。 母亲说,有臣这个儿子,他受的苦,便是直当的。 皇帝陛下抬头看了看眼眶有些微红的林昭,又重新垂下头去,缓缓开口。 你的确不错,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算得上是上品。 林昭微微欠身,陛下夸奖了。 皇帝陛下低着头,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那些舅舅们呢? 皇帝这句话,虽然语气平淡,但是在林昭耳朵里,与凭空炸雷一般。 他脸色微变,一时半会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从林昭与郑家兄弟接触的这段时间来看,正是三兄弟都觉得,老皇帝是不知道他们存在的。 即便是三人之中最为警觉的郑通,也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份完全暴露。 但是皇帝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说明正是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落入了皇帝的眼中。 或者说,落在了司公台眼中。 想到这里,林昭暗自心惊。 相比于很佛系的林二娘来说,正是三兄弟无不对朝廷怀有怨恨之心。 他们这些年,无时无刻不想着向皇帝复仇。 甚至开始暗中勾连康东平,想着借康东平之手,覆灭李州政权。 且不说勾连康东平的事,就算没有这件事,他们三个原本也都是逃犯,是要被金兆府捉住问罪的。 林昭额头见汗了。 这个时候,他本应该矢口否认,绝不能认自己的三个舅舅。 可是皇帝竟然开了口,那么代表着他已经掌握了自己见过正是兄弟的证据。 此时否认,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不过看皇帝的态度,他应该还不知道正是兄弟控制的大通商号,暗地里勾连康东平,给康东平提供粮草等军资的事情。 不然,即便皇帝再如何大赌,这会儿也应该把正是余念给一网打尽了。 想到这里,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静止跪在了皇帝面前,低头叩手道。 陛下恕罪,臣是暗中见过几位舅舅,念在血清的份上,不曾向金兆府检举。 请陛下,治臣包庇之罪,皇帝淡淡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林昭,微微摇头。 朕要是想捉他们,也用不着你,朕是问你,他们,怨恨朕否。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低头回应道,臣,那几个舅舅,这些年隐姓埋名,心中多少对朝廷有一些怨恨之心。 不过臣已经劝说过他们,放下当年的仇怨,朕,让他们家破人亡,他们怨恨朕也是应当的。 皇帝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只是怨恨朕便罢,就莫要再怨恨朝廷了。 说着,他看向林昭,声音低沉,震走之后,你去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没有人会再追究的。 他们都可以信回正行,回不回形阳正事,也全看他们。 将来他们的后人,也可以尽朝廷为官。 至于当年的仇怨,皇帝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都在震义人身上,震魂归九泉之后,自会向正师赔罪。 他睁眼看向林昭,与其平静。 二十年前,他们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四处托正师的关系。 当时他们托关系的这些人里,便有人向长安,向震地性举发他们,震都视而不见,没有去管他们。 这些年,他们天南地北地到处做生意,震也装作没有看到,甚至还帮了他们一些。 皇帝面色平静,对着林昭说道, 你下次再见到他们,便把这句话说给他们听,再替朕问一问他们,震死之后,这段仇怨便到此为止。 如何? 林昭跪在皇帝床榻边上,听到这句话之后,抬头看了看这位行将旧墓的天子,心里暗自感慨。 这位持国三十多年的皇帝陛下,虽然不可避免地做了许多措施,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的格局极大。 比如说,他并没有学着大多数人那样斩草除根,而是静静地在暗处,看着这些仇人做大做强。 如今,他行将病死,心里想的是与郑家人化解仇怨。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低头道,下一次见到舅舅们,臣一定将陛下的话转告他们。 老皇帝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告诉他们,也告诉你娘,就说,师兄对不住他们。 老皇帝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师兄并不是真,意思很明显,皇帝无措,作为天子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他多半还是会对庞大的郑家下手。 皇帝也不会向任何人道歉,因此,做错事情的就只能是郑温的第一个学生,也就是郑家子女们的师兄了。 不过即便如此,身为皇帝能够亲自说出这一声对不住,已经是难能可贵。 如果是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大周人,听到皇帝这一声道歉,估计就算是不供戴天的仇人,也会就地原谅这个做错了事情的天子。 不过林昭并不算是完完全全的土著,因此在他心里,皇帝的分量便没有那么重。 他只会把皇帝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郑通等人,上一代人的恩怨,还要靠上一代人自己处理。 与林昭这个郑家的后人说完话之后,皇帝便挥手,让林昭呼唤魏忠等人进来。 林三郎立刻走到寝殿外面,把魏忠喊了进来,然后自己坐回了起居郎的宫位上,铺开纸张,准备记录皇帝的言行。 魏忠站在天子的床榻之侧,恭敬欠身,陛下。 皇帝这会儿,精神状态更差了,看起来很是虚弱。 他看了看魏忠,缓缓说道,去,把郑士堂的宰相们都召到太极宫来。 京城里无凭以上的官员,统统进宫城待命。 魏忠看了看皇帝,面带哀伤之色,陛下,奴婢去召太医。 皇帝有些坚决地摇了摇头,低声道,朕,只与朕施要了一天的时间,如今时间不多了。 按着朕的意思去办。 皇帝这番话,旁人听来可能无法理解,但是魏忠却是能够听得明白。 先前皇帝陷入昏睡之中,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 按照这个时代人的理解,多半就是魂魄被人给带走了。 能够带走圣人魂魄的,自然就是那位已经失去二十多年的正相了。 听皇帝这话的意思,他是在梦里跟郑温请了一天的假,用来交代后事。 魏忠强忍悲痛,郑要出去按照皇帝的意思召集百官与宰相们,突然听到皇帝开口说话。 郑,郑让你寄去朔方的书信,你寄了位。 魏忠连忙转身低头,强忍悲痛,回陛下,已经让人快马送去灵州了,送去就好。 皇帝长输了一口气,喃喃低语,康家是郑这辈子做的第二件措施,只可惜郑已经没有时间纠正了。 他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希望郑的这个妹夫能挡住康东平五年。 皇帝的这些话,声音都不是很大,只有近身的魏忠能够听到,一旁坐着的起居郎灵昭都听不真切,自然也记不下来。 魏忠长叹了一口气,把皇帝扶回了床榻上,便急急忙忙出去召唤群臣与诸皇子公主去了。 魏忠的办事效率很快,没过多久,距离皇城最近的郑士堂宰相们,便都聚集在了太极宫门口。 如今郑士堂,加上几个三高官官在内,一共有六位宰相,其中尚书蒲叶崔衍,便是郑士堂诸位宰相里当之无愧的守魁,位列在崔衍之下的,便是邻昭的领导门下适中曹松了。 除去这两个主管三省的宰相之外,其他宰相或者入郑士堂太晚,或者没有在三省认识,只挂了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拜相,在郑士堂里,要比崔曹二人矮上一头。 郑士堂一共六位宰相,在崔衍的带领下,余贯进入太极宫的寝殿。 先临皇帝时期,又不少无德无才之人进入郑士堂为相,甚至有一些是泼皮无赖出身,也能靠着谄媚皇帝进入郑士堂拜相。 但是到了本朝,尤其是在郑温之后,但凡能够进入郑士堂,被人称上一声相公的,无疑不是大洲文官之中的精英,也是多年朝堂打磨混出来的人精。 这一点,从临昭的叔父林简,至今不曾拜相,便可以看得出来。 如今进入太极宫的这六位宰相,在正常时候,都是见皇帝如同喝水一样容易的朝堂大佬。 不过这个时候,六位宰相各个面色严肃,都低着头走进太极宫。 几位宰相走进太极宫之后,先是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床榻上的天子,然后又看了看坐在一旁摸摸写字的林昭。 其中,宰相崔岩与曹松都是认得林昭的,两个人看着林昭的身影,目光之中都有些异样。 很快,六位宰相都来到了皇帝榻前,老头们也不含糊,静止跪在皇帝床榻之前,扶地叩首。 臣,恭请陛下圣安。皇帝原本是闭着眼睛的,文言睁开眼睛看了看这六个老头,有气无力地开口道,猪,猪青来了。 他扭头看向魏忠,声音已经有些断续,魏忠,给诸位相公赐座。 魏太监跟在皇帝身边几十年,对于接待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规格,早就一清二楚。 他挥了挥手,立刻就有几个小太监搬着椅子走了过来,放在了诸位宰相身后。 上书蒲叶崔衍犹豫了一番,还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抬头看向皇帝,长叹了一口气。 上一次见到陛下,陛下还龙惊狐猛,怎么几个月时间过去,陛下宁,圣人睁开眼睛,对着崔衍勉强一笑,人要死了,自然丑了一些。 崔衍连忙摇头,陛下,老臣只是感慨的一句,绝没有这种意思,皇帝也不在意这些。 而是继续对着崔衍问道,朕,朕没有记错的话,崔衍应该是长朕几岁。 崔衍连忙低头,开口道,蒙皇恩,陈今年六十一岁了,花甲之年,还有这副好身体,着实让人羡慕。 崔衍连连摇头,摆手道,陛下谬赞了,您的身体,要比老臣好得多。 朕不行了,皇帝微微低眉,尽量平静的语气之中,还是可以听出一丝颤抖。 今日照你们过来,就是想问一问你们,太子这几个月在正式堂里,皇帝顿了顿之后,开口问道,还堪用否? 几位宰相面面相去,最后都把目光放在了崔衍身上。 崔衍应着头皮上前,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微微低头。 回陛下,太子殿下天资聪益,常能见到常人所不能见。 这几个月在正式堂里,太子殿下也教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许多事情。 堪用便好,皇帝似乎放下了心事,抬头看了看六个宰相,声音低沉。 既然太子堪用,震走之后,太子便全靠诸位相公辅佐了。 这话一出,六位宰相齐刷刷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很有默契地跪了一地。 这些宰相们都声音颤抖。 陛下何出此言,撇开那些带兵在外的节度使,以及长安诸位的大将军不谈。 如今太极宫里的这六个白胡子老头,便是整个大洲最为核心的官员,也是大洲朝廷的核心。 这六个人几乎掌握了朝廷里大半属于臣子的政治力量。 这一点,从皇帝可以安心罢朝,放心把郑氏一股脑丢给郑氏堂,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在这种时候,皇帝是一定要跟这几个宰相细细交代事情的。 就这样,太极宫外跪了一众臣子与勋贵,宗室等等。 而郑氏堂的六位宰相足足在太极宫里待了一个多时辰。 这一个多时辰里,皇帝并没有说太多话。 而是让宰相们把一些紧要的政事,自己朝局大概说给他听,他只是在床榻上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 这可苦了一旁的灵招。 按照朝廷原先的规矩,皇帝身边一般是有两个人在记录的,除了起居郎之外,还有一个起居社人,两个人一个计言,一个计事,这样不至于手忙脚乱。 如今太极宫里记录的,就只有灵招一个人,偏偏这个时代,还只能用毛笔记录。 这样一来,灵招自然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他只能剪一些紧要的内容,简单记录在纸上,事后慢慢整理。 记到半个时辰的时候,趁着几位宰相没有怎么说话,灵招对身边的小太监招了招手,让他把魏忠喊过来。 今天的魏太监,很给灵招面子,很快就到了灵招的宫尉面前,淡淡地看着灵招。 何事? 灵三郎苦笑了一声,对着魏忠开口道,魏公公,现在这个情况,我一个人实在记不过来,如今太极宫已经可以进人了。 请公公把另外的起居郎和起居射人照进太极宫来,替我一替灵招的这个位置,本就不是一个人。 不管是起居郎还是起居射人,一般都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同任一个差事。 只是皇帝霸朝之后,没有人能进太极宫,因此才只有灵招一个人记录。 见魏忠神色不善,灵招连忙继续说道,魏公公,我这可不是为了自己夺懒。 而是怕记录有什么疏漏,将来圣人的起居住便会缺失重要的一部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看着魏忠。 魏公公,两天一夜没有睡了。 前天夜里,灵招是在太极宫度过的,白天的时候他回家睡了半天,便忙着去把六皇子弄出长安。 结果就是,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合眼,天一亮便赶到了太极宫。 这会儿,灵招已经十分疲惫,不过因为宫里要出大事,他的精神始终保持在亢奋状态,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什么困意。 魏忠看了看灵招厚重的黑眼圈,缓缓开口。 咱家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他便两只手拢在袖子里,重新回到了圣人的床榻边伺候,专心听着几位宰相与皇帝说话。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终于有两个中年人戴着各自的毛笔赶到了太极宫。 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很麻利地接了灵招的班,坐在灵招的宫位,开始奋笔记书。 本来这两个人,应当是一个记言一个记事,不过这会儿,皇帝正在与诸位宰相说话。 这两个人便统统开始记言,他们书写速度极快,不一会儿就写满了一张白纸。 很明显,他们才是专业替皇帝写日记的起居郎与起居社人相比于有些业余的灵招,这两个人相当专业。 灵招退后了几步,让出了位置,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皇帝那边之后,便捧着位中递给自己的盒子,捏手捏脚地离开了太极宫。 当然了,这个时候,他是万万不能离开宫里的,毕竟皇帝的传位诏书还在他手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要他站出来一锤定音的。 灵招从太极宫侧门离开,然后绕到了太极宫正门,只见太极宫正门密密麻麻跪了一大堆人,大多身穿飞色官服,只有一小部分人穿着紫色的官服。 很明显,长安城里无品以上的官员,此时都在这里了。 而匆匆赶来太极宫济世的那两位起居官,则因为是六品官,不曾被事先召唤到这里,只能从家中赶来上班。 灵招手捧木盒,站在一侧观望了几眼,只见自己的七叔灵俭正跪在官员们的最前方,与六部尚书们跪在一起。 这并不奇怪,灵俭作为国子祭九,乃是九四五间的主官之一,同时也是只差一步就进入正式堂的处像。 除却已经在太极宫里的宰相们,就属他与几位尚书地位最高。 灵招左右看了看,只见广场四周都是手持长兵刃的禁军,面无表情地把守在四方。 灵招咬了咬牙,迈步走向了广场。 大周规矩,四品五品着飞色官服,三品级以上则是紫色,至于六品七品的便是绿色的官服。 灵招此时便穿着一身使绿色的官服,在这个飞红极紫的广场上,颇为显眼。 他手捧木盒,先是来到了宗室一侧,找到了跪在最前方的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先前被皇帝骂了一通,这会儿心中忐忑至极。 见到灵招过来之后,他如同看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立刻低声开口。 三郎,三郎,因为惶恐,他的声音都有些沙哑了。 太极公的情况如何了? 灵招看了看这位太子殿下,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木盒子,微微低头。 圣人正在与诸位相公说事情,这会儿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再过一会儿,便要召诸皇子进去。 灵招看了看太子,低声道, 殿下,您进去之后要悲伤一些,不管陛下跟您说什么事情,您都应承下来。 先前皇帝见太子的时候,灵招是不在场的,即便在场,皇帝也不会让他听他们父子之间的谈话。 不过灵招凭借着这些日子对皇帝的了解,还是向太子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因为此时处位已定,太子能做的,自然是要让垂死的皇帝安心。 太子殿下忙不迭地点头道, 估计下了。 灵招之所以冒险出来见太子一面,是因为这个时候,继承人已经确定下来了。 在这个档口,他自然要出来向未来的皇帝卖个好。 说完这句话,灵招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木盒子,正要开口继续说话。 突然太极宫正门大开,身后跟着一群太监的黑衣大太监位中, 瞥了一眼广场上的众人,又看了看正在太子身边的灵招,面无表情。 圣人口谕,宣诸皇子,皇女,入太极宫觐见。 太子殿下低头磕头,领了口谕之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从地上站了起来,也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跪得太久。 这会儿,他的两条腿都在不住颤抖。 作为皇长子,他当然要带头走进去。 随着太子殿下起身,当今的诸位皇子皇女们, 统统从地上站了起来,鱼罐进入太极宫。 灵招给一旁的灵拣递了个眼色,示意自己这会儿没有办法跟他说话。 然后他捧着盒子,跟在队伍的最后面,重新进入了太极宫。 这一次,他并没有去太极宫的请殿, 而是找了一处偏僻的偏殿,捧着木盒子闭上了眼睛。 他实在是太累了。 为了即将到来的大事,他必须尽量养精蓄锐。 因为真到了他出来宣读遗诏的时候,容不得半点差错。 因为实在困倦的厉害,灵招找到了一个能倚靠的地方之后, 很快便进入了睡梦之中。 这会儿是下午,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淡。 灵招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就看向被他紧紧抱在怀里的木盒。 眼见木盒还在, 灵招心里松了口气, 揉了揉眼睛之后,才把注意力放在了外面的时间上。 他估摸了一下时间,自己大概睡了一个半时辰左右。 一个半时辰, 请殿那边皇帝估计已经见完太子以及诸位皇子了。 灵招起身伸了个懒腰,又把木盒抱在了怀里。 他左右看了看,眼见四下无人, 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 把木盒打开了一条缝隙, 透着光亮往里面看了看。 只见木盒里静静地躺着一份玉饼薄书。 灵招深呼吸了一口气, 再一次抬头看向四周,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博书取了出来, 展开偷偷看了一眼。 他这个动作, 不过是呼吸之间的事情, 但是即便以灵招的大心脏, 也不免心惊胆寒。 毕竟他手里捧着的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一道一丈那么简单, 更是代表了这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灵招小心翼翼地合上木盒, 再一次把他捧在了手里, 深呼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番心情之后, 才迈着步子朝着太极公寝殿走去。 他所在的偏殿距离主殿不远, 很快灵招就到了寝殿附近, 因为他这几个月都在皇宫里活动, 寝殿门口看守的司工台宦官, 也没有阻拦他的意思, 很痛快地把灵招放了进去。 进了寝殿之后, 灵三郎先是左右观望了片刻, 只见寝殿之中除了朱皇子之外, 郑石堂的六个老头, 以及六部五间九四的主官, 也统统跪在了寝殿之中。 灵招又看了看床榻上的天子, 只见这位年迈的天子已经躺在了床榻上, 双目紧闭, 似乎是睡了过去。 包括秦凤玉在内的两个太医署凤玉, 正给皇帝请卖。 灵招眼珠子转了转, 在人堆之中找到了灵简, 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跪在了灵简身边。 七叔, 灵简扭头看了看自己的侄子, 面色平静。 你不是应当一直在寝殿吗? 跑到哪里去了? 灵招苦笑道, 好几天没有怎么睡过觉, 实在是撑不住了, 便找了个地方稍微歇了些。 他低声问道, 七叔, 现在圣人如何了? 即便是向来云淡风轻的袁达公, 此时也有些无语, 他有些无奈地看了看自己的侄儿。 滴眉道, 交代了太子以及诸皇子之后, 便睡过去了, 太医整脉说, 圣人脉搏虚弱, 已经在弥留之间了。 灵招闻言, 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圣人是, 他想说, 皇帝是被心魔缠身, 但是此时灵招身边跪了太多人, 实在不太方便说话, 灵招只能闭口不言, 然后对着灵招说道, 七叔, 你这里跪着的都是六部九卿, 侄儿便不在这里陪你了。 灵招是国子祭九, 跟他跪在一起的都是五间九四, 或者是六部的主官, 包括周德的老爹, 那位胖胖的吏部尚书周松, 也跪在距离灵招不远的地方, 一堆三瓶官里混了灵招这么个六瓶起居狼, 实在是不太合适。 袁达公微微点头, 低声道, 你自去就是。 灵招再次捧起那个盒子,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袁达公扭头看了看灵招手里的盒子, 微微皱眉。 一身深绿色官服的灵招, 在这个飞黄吉子的太极宫里, 显得格格不入, 他从灵拣身边爬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守在天子床他的魏忠身边。 魏公公, 我回来了。 魏忠面无表情, 看了他一眼, 然后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在一旁候着, 灵招这几天是没有怎么好好睡觉, 甚至昨晚上一晚没睡。 但是相对于灵招来说, 这位大太监魏忠, 显然要疲累得多, 他已经连续三四天时间没有怎么合眼了。 魏太监今年也已经是花甲之年, 能够撑得住属实不易。 灵招知道他让自己在一旁候着是什么意思, 乖乖点头, 站在了魏太监身后, 静静地看着正在皇帝身边忙碌的两个太医。 两个凤狱之中的秦凤狱, 灵招还是见过的, 当初灵招在长安遇刺, 魏中便是带着这位秦凤狱来给他看病。 太极宫里一片寂静, 除了几个太医小声商议的声音之外, 再听不到其他人说话的声音。 皇帝陛下在不知道多少人的注视之下, 睡得颇为香甜, 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个床榻上的花甲老人。 而此时, 这位持国三十多年的皇帝陛下, 缓缓睁开眼睛, 他从床榻上起身, 环顾左右, 只见太极宫里空无一人。 他尝试着下床走了两步, 只觉得身轻如燕, 竟然像是重新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宫外, 情声震震, 皇帝陛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迈步走了出去。 只见在太极宫宫门前, 空空荡荡的广场上, 一个一身轻衣的中年人, 首辅长情, 怡然自若。 看这个中年人眉眼, 竟然跟大洲的起居狼灵招, 有五六分相似。 皇帝陛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迈步走向这个中年人, 低头形弟子里。 正是, 这个恍若神仙中人的轻衣宰相, 笑着指了指自己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椅子, 微笑道, 陛下坐。 皇帝陛下没有太多犹豫, 便在轻衣人对面坐了下来。 他抬头看了看这个轻衣人的相貌, 然后微微低头, 正是接我来了。 轻衣人衣缺飘飘, 恍如神仙中人。 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皇帝陛下, 微微摇头, 从前我便与陛下说过, 陛下心思沉重, 有些事情落到心里, 便会落地生根, 再难放下。 记得为师出进楚王府的时候, 与你说过什么吗? 已经老迈不堪的皇帝陛下, 微微低头, 声音沙哑。 正是出进王府, 便受弟子帝王之术, 与弟子说, 好人做不得皇帝。 他抬头看向轻衣人, 声音沙哑, 朕, 是父是兄, 是师, 乃是李家二百年未有的恶人。 轻衣人面目含笑, 开口道, 你若真是个恶人, 今日为师, 便不会在这里。 是兄是父, 陛下都可以放得下, 为何放不下我这个无关紧要之人? 皇帝陛下默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跪在了轻衣人面前, 双目垂泪。 诗恩深重, 弟子万难忘怀。 轻衣人缓缓起身, 身前的长情也自消失不见, 他上前把皇帝扶了起来, 长叹了一口气。 十二, 起身罢, 你也受了二十年辛苦, 今番不用再受苦了, 与我走吧。 轻衣人背负双手, 缓缓走远。 皇帝陛下吞去了一身地袍, 只穿了一件紫色长衣, 一如从前楚王模样, 跟在轻衣人身后, 持弟子里, 愈行愈远。 钱德十年初冬, 大周第十二位天子并是太极公, 史称中宗宿皇帝。 太极公里, 占了不知道多少人, 但是没有人看到那个不知名的轻衣人, 也不曾有人听到情音, 因此更不会有人看到老皇帝随着轻衣人离开。 不过随着老皇帝愈行愈远, 就跪坐在皇帝床榻, 又一次给皇帝请卖的秦凤玉, 搭在皇帝脉搏上的手突然猛的一颤, 如同触电一样。 他惊恐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颤抖着双手去触碰天子的鼻息, 但是天子已经再无半点声息。 秦凤玉脸色惨白, 扭头看向一旁面无表情的卫中, 声音颤抖。 卫公公, 陛下, 大行了。 因为他声音不大, 这句话就只有魏忠等天子敬前的人能够听到。 魏忠一直是个脸上从来看不出表情的人, 他听到这番话也是浑身一颤, 不过他好歹是跟着皇帝经历了数十年风云的大太监, 只是心神动摇了一瞬间便勉强恢复过来。 这位大太监转过头去, 看向了太极宫里跪着的一众文武群臣,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此时, 魏忠回想起当年楚王殿下登基四位的那天, 也是他站在太极宫里, 看向一众群臣。 魏太监闭上双目,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重新睁开眼睛, 走到了人群之中的太子殿下面前, 声音微微颤抖。 殿下, 陛下, 大行了, 因为久在天子身边唱鸣, 魏太监的声音自然不会很小。 他这一句话, 基本上大半个请殿的人统统都听到了。 太子殿下文言, 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他亮亮呛呛地走到了天子的遗体面前, 看着老夫的尸体, 伏地痛哭。 他这么一哭, 太极宫里的文武群臣, 包括宗室、 勋贵等等, 顿时开始大哭起来。 尤其是以正式堂六位宰相为首的文臣们, 哭得最是伤心。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文臣固然有一部分人是在装哭, 但是大多数是真的伤心, 毕竟按照这个世界的三观来说, 皇帝就是君父, 皇帝死了, 跟死了爹没什么区别。 即便是袁达宫, 这会儿也低着头, 暗自垂泪。 一时间, 太极宫里哭声一片哭泣的声音直冲云霄, 似乎是要追上上尉走远的皇帝陛下, 将他换回人间。 就连灵昭也不得不跪在人堆之中, 假意哭上几声。 一片哭声之中, 还是大太监魏忠最先反应过来, 他低头擦了擦泪水, 回头看向就在天子床榻不远处的灵昭, 缓缓开口。 圣人生前, 把遗诏交给了林左使, 请林左使与林前宣读圣人遗诏。 左使就是起居郎的别称。 在大洲的某个历史阶段里, 起居郎便被改为了左使, 起居射人则是右使, 左使既言, 右使既使。 魏忠此话一出, 整个太极宫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在了林昭身上, 尤其是太子殿下, 更是目光炯炯地看着林昭。 就连身为国子祭九的林简, 这会儿也抬头看向了自己的侦儿, 目光有些差异。 因为按照规矩, 这份遗诏应该是由大太监魏忠, 或者是正式堂里的相公们宣读, 无论如何也跟一个起居郎扯不上什么关系。 林昭这个人也不怯场, 当着这么多朝堂大佬的面, 迈步走到了圣人的遗体之前, 把一只捧在手里的墓盒打开, 从盒子里取出那份玉轴黄卷, 捧在手里。 林左使声音低沉, 圣人遗诏。 指着四个字, 太极宫里所有人立刻都跪在了地上, 向着林昭叩拜。 嗯, 确切地说是向林昭手里的卷轴叩拜, 他们声音低沉, 却颇为奇整。 陈等, 拂领圣人遗诏。 林昭这才展开这份诏书, 从头念起。 遗诏开头的内容大抵相同, 无非是说一说自己侥幸继承神器, 多少年来战战兢兢, 不敢辜负祖宗基业云云。 大概把自己这些年的工业说了一遍之后, 下面才是真正的传媒内容。 林昭顿了顿之后, 声音微微抬高了一些。 皇太子李循自幼人孝, 身孝正宫, 当能克成大统, 待天祭州。 这, 太子李循, 祭镇登基, 即皇帝位。 念到这里, 这道遗诏的所有内容, 其实就已经念完了。 新君的人选, 既在秦礼之中, 又在意料之内。 林昭曾经想过, 这位新资阴臣的皇帝陛下, 会不会来个临终一处。 后来想了一想, 发现基本不太可能。 倒不是说天子, 如何如何喜欢太子, 而是来不及了。 太子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储君, 这几个月, 又大肆笼络朝城, 设置控制了一些长安城里的武装。 这个时候, 如果临时一处, 长安城里必然大乱, 甚至于会再生出一场功变出来。 因此, 这份诏书上的新君, 只能是太子殿下, 也只可能是太子殿下。 林昭洋洋洒洒地念完了后年的一些勉励新君的内容, 然后才走到了跪在地上的太子面前, 微微欠身。 殿下, 灵旨罢。 太子殿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双手接过这份遗诏。 他先是抬头, 颇为感激地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对着天子的遗体, 再一次跪了下来。 而臣, 定当不负父皇众望。 他俯首叩头, 替一类交加。 怨父皇圣灵, 常要大周, 太子这话一出, 一众文武大臣再一次伏地痛哭, 太极宫里又是一片哭声。 此时, 皇城之中的大钟震动。 当, 当, 大钟一脸响了十二声, 钟声随即便传长安城。 十二声钟响, 代表着圣人并天了。 很快, 宫城里便挂起了白帆。 随着桑中响动, 长安各方也很自觉地挂上了白帆。 几乎在一个时辰之内, 整个长安城里都挂上了白帆。 东是西是也随之必是。 长安的街坊里也传来了阵阵哭声。 此时, 太极宫里的那些豪哭之声, 或许还多少带了一些利益成分, 让人分不清楚真假。 但是长安各街坊里的真正哭声, 确实真的不能再真的离书之声了。 毕竟, 老皇帝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忠心之主, 如果不是有这位皇帝。 而是再来一个林皇帝, 大周此时在与不在, 长安城此时在与不在, 都还是未知之数。 如今, 长安城虽然仍旧没有恢复到太宗皇帝时期的盛世, 但是已经有盛世的六七成模样, 十分难能可贵。 朴实的百姓, 总是记恩不记仇的。 他们已经记不太清楚, 当年林皇帝给他们带来的苦难。 只能记得, 这位刚刚病天的大型皇帝, 这些年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不少。 长安城里一片素白之色, 整个宫城也到处挂白。 在一片白帆之中, 一身疲惫的林三郎迈步走出了太极宫。 走在皇城里的时候,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座已经几乎变成白色的宫殿, 低头小声嘀咕了一句。 不算好人, 却也算是个合格的皇帝了。 林昭的职位是起居郎, 只负责济士, 不负责处理皇帝的后事。 况且, 他目前只是一个六品官, 宫里的事情也轮不到他掺和。 接着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只要把皇帝生前这几个月的起居住整理出来, 便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 因为这几天都没有怎么睡觉, 林昭宣读完圣旨之后, 便跟在宫里忙着处理皇帝后事的李旭打了声招呼, 离开了太极宫。 之所以不去见太子, 是因为这个时候, 太子一定十分忙碌。 此时凭借着雍丽之功强行去见他, 自然是能见到的, 只是多少会招人厌烦。 能见到李旭便够了, 这位宋王府的世子殿下, 这些年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替太子奔走。 如今圣人崩世, 太子已然在临前即位, 用不了多久便会正式登基。 也就是说, 这位世子殿下已经赌赢了。 大周的宗室并不禁止做官, 也就是说, 这位世子殿下在新朝, 最起码是在新朝的最初几年, 一定会位高权重。 而且, 宋王府这一脉的爵位, 即便不能在李旭手里, 赚到世袭网替四个字, 最起码李旭这一代, 应该还会是亲王, 而不是代将的郡王。 这个时候, 李旭也在宫里忙前忙后地奔走, 有什么是跟他知会一生, 再合适不过了。 跟李旭打完招呼之后, 林昭便带着自己留存在太极宫的起居住草稿, 准备回家去。 走出太极宫之前, 林昭看了看宗室那边的队伍, 丹阳长公主与两个儿子齐宣齐平都在宗室之中, 面带哀伤之色, 林昭看了这位好友一眼, 然后便副手离开了太极宫。 此时, 宫里的人都在忙碌着, 朝堂上五品以上的官员也都在宫里守着, 几乎没有人注意, 林昭一个人偷偷地离开了皇城。 从朱雀门出来之后, 天色已经全黑了, 林家的车夫老吕已经驾着车在朱雀门门口等候, 林昭上了马车之后, 马车便缓缓启动, 朝着长星方走去。 坐在马车上, 林昭看了看自家的马夫, 有些好奇地问道, 老吕, 司公台一个月给你们开多少月钱? 老吕估摸着有五十岁的模样, 脸色有些躯黑, 他回头看了看林昭, 然后脸上挤出一个很是憨厚的笑容, 比主家给的稍多一些礼。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继续问道, 今夜之后, 魏公公可能便不在司公台了, 你们还要给司公台做事吗? 魏忠本就年纪大了, 不可能一个人侍奉两位圣人。 如今大型皇帝并天, 摆在魏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追随大型皇帝而去, 给皇帝殉葬, 第二条便是去给大型皇帝守灵。 按照魏忠对皇帝的忠心, 他多半会选择第二条。 老吕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谁知道司公台是个什么情况, 等新的主事之人定下来再说。 说到这里, 他对着林昭笑了笑, 要是那边没有合适的人, 主家不嫌弃的话, 小人今后便跟着主家做个马夫就是。 林昭白了这四一眼, 拉倒吧, 回头你把我卖了, 我都不知道。 马车在长安城里缓缓开动, 坐在马车里的林左使沉默了片刻, 又对着自己的车夫开口说道, 老吕, 如果魏公公不在司公台, 而你还在司公台, 我便不能留你在家里做事了。 以前林昭哪怕知道自己家里有司公台的眼线, 他都可以装作不知道, 甚至还可以给自己省些工钱, 但是如果魏忠不在司公台了, 这些人便不能再用了。 因为他可以笃定, 魏忠不会伤害他以及他的家人, 但是司公台的下一任大太监会怎么样, 便不得而知了。 不过如果老吕这些人可以拉拢的话, 倒也可以用来迷惑司公台。 老吕沉默了片刻, 低头道, 小人省得的。 两个人说话之间, 马车已经进了长新坊, 林昭穿着一身宫里分发的校服, 进了自己家的家门之后, 便吞去了这一身素衣, 拿在手里。 虽然按规矩, 只要是朝廷官员都要给皇帝披麻戴孝, 但毕竟外祖是死在皇帝手里, 让林二娘看到了林昭给皇帝穿校服, 多少有些不太好。 因为院子里的动静, 一直在房间里的林二娘, 很快从礼物里出来迎接林昭, 见到林昭手里的白衣之后, 这位温婉的妇人微微叹了口气, 轻声问道, 皇帝去了?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约我一个多时辰之前走的。 林二娘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开口道, 昭儿你跟昭忙好些天了, 快进屋歇息吧。 林昭看着自己的母亲, 低声道, 阿娘, 陛下临终之前, 让我带他转告阿娘, 还有几位舅舅。 他说, 他这个做师兄的, 对不住你们。 林二娘微微低头, 开口道, 知道了, 你快去歇着去吧。 林昭点了点头, 正准备回屋歇息, 突然听到了林二娘叹了口气, 本来准备年底, 让你跟坦然完婚。 如今皇帝病天, 恐怕又要拖一些日子了。 按照大周的规矩, 皇帝大型, 普通百姓是不用给皇帝守孝三年的, 一般是一年之内不许婚嫁, 有些宽幼一些的心地, 禁止婚嫁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已。 不过不管怎么样, 总是要拖一些日子的。 林昭文言, 脚下步伐不停, 心中却放心不少。 母亲能说出这番话, 就说明在他心中, 当年的仇怨已经不怎么被他放在心上, 如今在他心中最重的是自己这个儿子。 因为好几天没有好好歇息, 再加上这几个月时间, 林昭一直待在甘露殿或者太极宫里, 颇为疲惫。 回到房间里, 简单洗漱了一番之后, 林昭便脱去外衣, 躺在床上倒头睡去。 他这一觉睡的时间很长, 一直到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林左使才在自己的床榻上缓缓睁开眼睛。 好在皇帝没了, 宫里盲成一团, 他这个起居狼倒也不用担心上班的事情。 林昭穿上衣裳起身, 林家的两个丫鬟立刻打了水, 过来给他洗漱。 洗漱了一番之后, 林昭问了问两个丫鬟, 才知道母亲正在厨房里。 林昭换上了一身白色便衣, 迈不到了自家厨房之中, 只见两个身高仿佛的女子正在厨房里忙活。 正是林二娘与谢戴然两个人。 林昭站在门口, 笑着说道, 谢姐姐什么时候来的? 林二娘回头看了儿子一眼, 微笑道, 他呀, 一早就来了, 见你还在睡, 也没有叫醒你。 谢戴然正在帮着林二娘打下手, 文言微微低头, 轻声道, 三郎这些日子辛苦了, 是该多歇息歇息才是。 林二娘对着儿子笑着问道, 今日不用去宫里上职吗? 林昭微微摇头, 笑道, 未来一段时间应该都不用去上职了。 儿子在家里, 等着他们给我升官就好。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长安城里都在忙碌皇帝的丧事, 反倒是之前一直出入恭敬的林昭, 得了几天清闲, 每天除了在家里陪陪母亲与未婚妻, 便是整理老皇帝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起居住。 因为最后两天, 他记得东西颇为散乱, 还要靠着记忆填补润色, 才能写成完整的起居住, 最后送到史官那里去, 作为传承千古的史料, 也会成为将来某个朝代修史的重要依据。 此时, 林昭的状态还是颇为悠闲的, 因为他知道, 等到太子殿下, 哦不, 应该是新军正式登基之后, 一定会给他加官进绝, 毕竟先前林昭就帮了东宫不少, 再加上一个宣读遗诏的雍丽之功, 此时的林昭, 在东宫集团之中, 或许仍然不如林简与李絮两个人, 但是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线功臣。 等到大家分国过的时候, 必然是少不了他这份的。 按照林昭的估算, 怎么着也得给晋升一个品级, 到五品观吧。 更重要的是, 新帝刚刚即位的时候, 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过度权力, 在这段时间里, 新皇会把自己身边的亲信, 安排进一些基要的位置, 慢慢接掌整个朝堂的权力。 比如说, 如今的国子纪90-0元达, 等到新皇正式登基之后, 他绝对会第一个进入正式堂, 成为新帝在正式堂里最忠实的支持者。 而林昭这些人, 也有很大概率, 被安排进一些, 可能品级不高, 但是权力极重的位置上。 不过具体这个国国会如何分, 具体还是要看新帝, 以及东宫核心集团的商议。 到时候, 皇帝多半会召集曾经的太子詹氏杨琼, 国子纪九林俭, 以及宋王世子李絮一起, 商议新朝的果子应该如何分配。 这几个人当中, 林昭与老上司太子詹氏杨琼, 在丹阳掌公主府里, 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 不过他是林俭的侦儿, 又跟李絮关系不错, 在分国国的过程里, 一个杨琼, 还不至于让他拿不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正是因为头上有个靠谱的七书, 在所有人都围在皇城之中忙碌的时候, 林昭才能难得有几天悠闲, 在家里, 整理皇帝最后一段时间的起居住。 因为都是他亲耳听到, 亲眼见到的东西, 再加上原本就有笔记。 两三天时间, 林昭就已经把大型皇帝 最后几天的起居住整理了出来, 再收拾收拾, 就可以送交使官了。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林昭正在家里翻看一些前人笔记, 林家的下人便敲响了书房的房门, 递上了明帖。 林昭展开一看, 是一张请吃饭的帖子, 他没有太过犹豫, 便点头答应了。 转告帝明帖的, 就说我晚上一定到场。 原先大型皇帝上在的时候, 因为独独林昭一个人可以出入宫境, 长安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要请他吃饭, 如今大型皇帝故去, 人失去了原有的光环, 回家好几天了, 至今这还是第一份请吃饭的帖子。 因为请帖上的时间是晚上, 林昭还是在家里待了一整天, 彻底把皇帝的起居住整理好, 准备第二天便送交使馆。 到了傍晚时分, 林昭跟母亲打了个招呼, 说明自己晚上不在家中吃饭, 便坐上了老旅的马车, 很快来到了约定的归云楼楼下。 能让林昭这么痛苦敷厌的, 自然他再是太学学舍的三兄弟之一了。 三兄弟在归云楼有一间固定的雅间, 林昭静置上了二楼, 推开了房间门之后, 才看到一身黑衣的齐轩, 已经到了有一会儿了。 林昭左右看了看, 没有看到周胖子的身影, 他笑了笑, 开口道, 原先都是周兄第一个道, 怎么今日这个时辰了, 周兄还没有来? 他估计来不了了。 齐大公子低头给林昭到了杯酒, 淡淡地说道, 大型皇帝入地灵, 要公布的人全程盯着。 除了这件事之外, 他估计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他都见不到他了。 林昭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然后他看向齐轩, 低声道, 齐兄这几日还好吧? 我倒是没有什么, 只是跟在宫里瞎忙了几天, 就是母亲他颇为伤心, 今天上午从宫里出来之后, 仍旧哭泣不止。 说到这里, 齐轩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了。 丹阳长公主伤心,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因为他跟大型皇帝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 因为这一层关系, 大型皇帝诸兄弟姐妹之中, 最为受宠的便是这位丹阳长公主。 兄妹俩关系一直不错, 如今皇帝陛下说没便没了, 丹阳长公主自然是要伤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 等到新帝正式即位之后, 丹阳长公主这个长公主的身份, 便会成为大长公主, 又上升了一个辈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 随着大型皇帝的崩势, 丹阳长公主在长安的影响力, 恐怕短时间内会骤减, 在新帝没有确定, 对丹阳长公主的具体态度之前, 丹阳长公主府在长安城的地位都会不稳。 毕竟原先她是皇帝的亲妹子, 如今只是皇帝的姑姑了。 好在丹阳长公主原先与东宫关系不错, 等到新帝即位之后, 丹阳长公主的影响力即便会低一些, 也不会低上太多。 说完了自己家世, 齐轩抬头看了看凌昭, 问道, 三郎, 你那边是, 怎么回事? 齐大公子看着凌昭, 低声道, 那天大型皇帝的遗诏, 怎么是你来宣读的? 丹阳眨了眨眼睛, 一时间没有答话。 总不能告诉齐轩, 这是他帮着老皇帝办事, 老皇帝送给他的福利吧。 这其中最敏感的事情, 就是六皇子一事。 这件事, 丹阳连灵箭都没有告诉, 更不要说告诉齐轩了。 临三郎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 便对着齐轩苦笑道, 多半是那天, 老圣人身边没有人使欢, 便随手把诏书塞到了我手里, 让我来念这份传媒诏书。 好事情啊。 齐轩伸手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颇为羡慕。 这个差事, 极为讨喜。 齐大公子也有些羡慕了。 等新君稳固了朝局, 三郎最少是个从武品的实质, 如果新天子大方一些, 给个正武品也不是不可能。 齐轩扶长感叹, 17岁的正武品啊。 他给灵昭到了杯酒, 自己一口饮尽, 然后看着灵昭, 嘖嘖感叹, 最多下个月, 大宗师便能进入正式堂拜相。 三郎你这个17岁的武品官, 只要将来不犯错, 拜相也只是时间问题。 齐大公子轻声道, 到时候, 灵家便不只是一门双碳花, 而是一门两宰相, 更要传承家话了。 灵昭摇了摇头, 微微苦笑。 没影的是, 齐兄莫要胡说, 一门双宰相这种事情, 从前大周不是没有过。 如今灵简入正式堂拜相,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灵昭将来能不能拜相, 还是很难说的事情。 灵昭自己对此并不乐观。 因为此时此刻, 他拥有超过长安城所有人的信息优势。 从他从行阳回来之后, 大通商号的人就给他送了许多关于北疆的消息, 尤其是关于康东平的消息。 此时灵昭对于北疆的了解, 甚至还要超过司公台以及正式堂的几位宰相。 因为大通商号与康东平是有合作的, 并且合作程度不浅。 因此, 大通商号能够了解到的信息, 必然远胜京城里的这些官老爷。 按照灵昭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 那位康大将军虽然被老皇帝从朔方这个大本营调到了泛阳, 但是他本人在北疆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与大洲西北许多部族都有交往, 甚至于跟吐蕃人也有一些联系。 大洲国门之外的部族, 本就虎视眈眈的看着关内, 一旦康东平决心造反, 那些关外的部族即便第一时间不下场, 等战争进行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下场。 老皇帝在时, 尚且可以掌握绝大多数边镇以及节度史, 康东平不敢胡来, 如今老皇帝已经病逝, 那么除却康东平之外的另外九位节度史, 目前只有骑士道一个人会尽心尽力。 因此, 在临昭看来, 或许在新朝开启之后, 一段不长的时间里, 大洲便会迎来一场兵货。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一心想要往正式堂里钻, 等到兵货来临的时候, 他便只能束手做一个看客, 将自己一家人的性命, 以及整个越州临时的命运交托在那位新级位的新皇手里。 临昭对那位新皇的能力, 目前还持怀疑态度, 因此, 他可能会准备走另外一条路。 在归云楼与齐轩聊了一会儿之后, 临昭举起杯中酒, 看了看齐大公子, 低声道, 齐兄, 你这几日都在宫里, 新皇可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齐轩微微摇头, 苦笑道, 我一个经兆府的契品官, 能对我说些什么? 不过新皇与母亲倒是说了不少话。 临昭对着齐轩眨了眨眼睛, 笑道, 齐兄你要升官了, 而且还是大声特声。 齐大公子对于大洲的官智十分了解, 但是对于具体的正直, 却不是特别敏感。 他皱了皱眉头, 问道, 三郎何出此言? 如今, 新皇四位, 六皇子在宫里抱病而亡, 康贵妃也被软禁了起来。 齐兄你说, 这个消息传到范阳去, 那位康大将军会如何动作? 齐轩微微皱眉, 微微摇头, 我对北疆的事情不是如何了解, 也不曾见过那位康大将军, 无从知道他的想法。 林三郎低头喝了口酒, 沉生道, 我见过他。 此人因是郎故, 非是仁臣之相, 即便是六皇子四位, 他也未必愿意做大洲的臣子。 如今六皇子暴毙而亡, 他的亲子康贵妃也被软禁在了宫城里, 有了这个由头。 康东平必反。 林昭很是笃定地说道, 至于什么时候反, 只是时间问题了。 新帝即位, 尚未全然掌握朝政, 不可能短时间内控制大洲所有的军队。 而在新帝即位的最初几年时间里, 北疆的重任便全都在齐大将军身上了。 说到这里, 林昭对着齐轩笑了笑, 齐兄你, 可能在两三年之内, 便能做到金兆府的少影。 大洲金兆府的金兆营, 已经是与林俭同品级的三品官, 少影便是四品, 而且是十权很重的四品官。 齐轩虽然比林昭大了一些, 但是并未大出太多, 如果他这个年纪能做到金兆府少影, 那真是深目黄恩了。 齐大公子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摇了摇头, 即便真如三郎所言, 也是父辈于婴, 算不上是我自己的本事。 他陪着林昭喝了一杯, 开口看了他后者, 开口问道, 三郎你呢? 新皇四位之后, 你便不太可能在宫里继续做起巨狼了。 而且, 你算是东宫官, 又有大宗师的关系在。 林左使眯着眼睛笑了笑, 开口道, 大概是个五品官, 差别再是从五品还是正五品, 是正五品上还是正五品下。 这是林昭自己的心理预期。 他与齐宣不一样, 齐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妻, 不要说四品官, 就是给他弄个一品二品的品级。 只要不进正食堂, 朝城们多半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会多说什么。 而林昭就不同了。 林昭一不是皇亲, 二不是薰贵。 目前的身份, 除了林简的侄儿之外, 就只是一个新科进士, 甚至于连吏部的看合妻都没有过。 以他现在的年纪资历, 即便是五品官, 御史台的人可能都会嗶嗶两句。 五品官, 齐大公子轻声道, 那也很了不起了。 他看向林昭, 颇为感慨, 如果我出身与三郎相同, 这会儿多半还是个庶民, 连九品官也摸不上, 三郎却已经要身着珠子了。 五品官便可以穿黑色的官服了, 而三品以上则是穿子。 所谓珠子贵人便是出自于此, 运气好罢了。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今日咱们兄弟好好喝上一顿, 来日相见, 你我应该都身着珠子了。 齐轩大摇齐头, 面色严肃, 今日小酌几杯就好, 可不能喝多了, 先帝心丧不久。 若是被御史台的人捉到你我在这里喝酒, 咱们俩多半都要罢官夺职。 这话倒是不错, 皇帝刚病天没有多久, 按理说身为官员, 是绝对不应该出来饮酒作乐的。 更不要说齐轩乃是皇帝的亲外生, 这个时候应该给皇帝披麻带笑才对。 林昭点了点头, 低声道, 是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咱们都要谨慎一些。 因为顾忌御史台的那些喷子, 两个人草草喝了几杯之后, 便从后门离开了归云楼, 各回个家。 次日, 林昭将自己整理好的天子起居住, 送到了使官那里, 算是完成了自己作为起居郎的职责。 在之后, 林昭便在家里歇歇了十来天, 期间没有过问任何朝政事务, 只是偶尔会去平康芳, 跟七叔林检请教请教学问, 再或者就是躲在家里, 翻看大通商号送过来的北疆动态。 在这段时间里, 他还通过丹阳长公主里的那几个家将, 了解了一些大州的兵制, 以及将官制度。 终于, 到了第十四天, 老皇帝病逝的半个月之后, 一大早, 林昭还在自己家后院读书的时候, 一个林家的下人匆匆跑了过来, 对着林昭连练作医。 小相公, 宫里来人给您搬纸了。 从太极宫里出来之后, 林昭便在等着朝廷的家官文书, 如今半个月时间过去, 他终于等到了。 新皇早在林昭宣读遗诏的时候, 便在先帝临前即位。 也就是说, 虽然如今的新皇尚未正式举行登基大典, 但是他已经是皇帝了。 在这半个月时间里, 新皇忙着把先帝葬入帝陵, 忙着李顺宗室关系, 忙着平衡朝堂势力, 更重要的是忙着接掌皇权。 如此忙碌的情况下, 林昭升官的这件小事, 拖了半个月,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林三郎本人是不在乎早迟的, 他巴不得能够多休息一段时间, 好在家里陪陪母亲与谢旦然。 不过不管怎么说, 朝廷的文书总算是到了。 林昭虽然心里不怎么尊敬皇帝, 但是该有的程序, 哈哈要有的, 听到宫里来人了。 他起身换了身心衣裳, 出来迎接宫里的文书。 如果是这儿八经的诏书, 此时林家还得设香案迎接, 但是这一次应该只是普通的圣旨, 并不算是特别隆重, 因此倒也不用特别讲究。 到了前院, 只见一个身着蓝衣的太监, 手捧一份卷轴, 静静地站在林家前院里。 见到林昭之后, 小太监展开卷轴, 声音低沉, 起居狼林昭接指。 林昭跪在地上, 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林昭跪迎圣旨。 林左使跪在地上, 微微低着头, 心里也有些忐忑。 此时, 这个不起眼太监手里捧着的, 便是他未来一段时间的虔诚, 更是他在入长安以来所有成绩的一次体现。 如果这一次, 秦皇给的大方一些, 那么未来在新潮, 林家叔侄俩都会有很大的话语权, 到时候不换林昭想做什么, 都会比现在顺畅许多。 宣指的小太监看了林昭一眼, 低头看向圣旨, 洋洋洒洒地念了出来。 至于, 起居狼林昭, 围观以来勤勉有加, 数月以来, 肃兴夜魅, 为先帝卓起居, 为后人祭圣贤, 颇有功劳, 则进封林昭为, 念到这里, 小太监顿了顿, 然后看向林昭, 继续说道, 进封林昭为给世忠, 择日赴门下赴任。 林昭听到这句话之后, 恶然抬头,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他刚进长安的时候, 便跟齐轩了解过一些, 关于长安官职的知识, 自然知道, 给世忠是个什么官职。 几世忠, 蜀门下省, 品级是正五品上。 这两个属性, 都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林昭现在的起居狼, 也是归蜀门下省, 再加上东宫官的出身, 以及一个铁定拜相的叔父, 这个品级的跨越, 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 给世忠的职责。 按照朝廷的官职, 几世忠的职责是, 掌博正政令之事。 也就是说, 这个官职是可以把中书起草的圣旨, 给打回去的。 当然了, 风博正令之权, 并不是给世忠一个人的权利。 理论上来说, 这个权利是整个中书省的权利, 中书省里的主官世忠, 副官皇门侍郎, 以及高级官员锦世忠都有风博之权。 不过因为世忠与皇门侍郎, 大多都会进入正式堂拜相, 本省的差事经常无暇顾及, 风博正令的事情, 大半是交给给世忠来承担。 当然了, 即便世忠不怎么过问博正正令之事, 但是中书省要风博, 或者说要打回中书省的诏书了, 还是要门下省的长官世忠首肯, 或者说签字的。 一般来说, 给世忠这个差事, 只有风博六平以下人士任命的时候, 不用经过皇门侍郎, 以及门下世忠两个上司, 六平以上的人士任命, 或者说政令, 给世忠就只有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了。 可即便如此, 这个差事, 也已经足够权重。 理论上来说, 朝廷所有的政令, 包括皇帝受益中书省乞讨的诏书, 只要邻昭看着不爽, 在有足够理由的前提下, 便统统可以打回去, 让他们重写。 给世忠的权利, 或者说门下省的权利, 本质上就是对皇权的束缚, 而这道圣旨, 一下来, 邻昭便会成为皇权这匹猎马的缰绳。 邻昭跪在地上,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宣旨的小太监看了看邻昭, 咳嗽了一声, 小邻相公, 还不接旨。 邻昭这才回过神来, 从地上爬起来, 两只手接过了圣旨, 将圣旨接到自己手上之后, 他呆呆地看着这个小太监, 问道, 这份圣旨, 是如何通过正式堂呢? 给氏中这个位置, 极为重要, 一般都是, 交给一些稳重耿直的人来做。 这个职位有周以来, 除了邻昭之外, 最年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 而邻昭, 即便过了年关, 也才十七岁而已。 自古以来, 魏文有十七岁的给氏中。 新皇四位, 想要自己这一边的人, 填补朝廷重要的位置缺口, 这件事, 邻昭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邻昭不能理解的是, 这道圣旨, 竟然可以通过正式堂, 并且在中枢起草之后, 没有被门下省风波回去。 也就是说, 正式堂里的那几个宰相, 都同意了这件事, 小太监看着邻昭的表情, 连连摆手, 小林向公说笑了, 这种事情, 哪里是奴婢能够知道的。 他对着邻昭恭敬行礼, 给世中的官服, 御服, 还有认官文书, 过两天, 力不会给您送来, 奴婢告辞了。 说吧, 他对着邻昭恭守行礼, 然后恭恭敬敬地退出了邻家大院。 等这个小太监走了之后, 邻三郎仍旧站在原地发呆, 他想到了之前在宫里见到的自己的那个顶头上司, 门下适中曹松。 这道圣旨, 能够从朝廷里走完程序, 只凭新皇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最起码那位曹相要点过头才行。 邻昭能够顺利坐上给世中这个位置, 曹松一定或多或少地出了力, 想到这里, 邻昭缓吐出一口气, 扭头回了自家院子里。 因为一大早, 邻二娘就跟谢旦然一起逛东市去了, 这会儿并不在家, 所以刚才也没有同邻昭一起出来接圣旨。 邻昭在自家院子里略微思索了一会儿, 便把这道圣旨放进了自己房间里锁了起来, 然后同自家下人说了一声, 出门去了。 他上了马车之后, 便闭上了眼睛, 开口道, 去平康芳。 马车缓缓驶动, 朝着平康芳走去。 坐在车厢里的邻昭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如今长安城里的局势。 因为距离不是太远, 很快马车就在平康芳林家门口停下。 邻昭从马车走了下来, 立刻就有平康芳林家的人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 邻夫人与邻家大郎林末, 便一起出来迎接邻昭。 至于零二少林站, 这会儿已经进了国子监, 轻易出不来了。 互相行礼之后, 邻昭对着邻夫人拱手问道, 叔母, 叔父何在? 邻夫人拉着邻昭的袖子, 把她迎进了自家正堂, 一边走, 一边笑着说道, 她啊, 这几天每天一大早就进宫去, 要到很晚才能回来。 三郎想要见她, 估计要到晚上了。 作为东宫仪系, 或者说太子党的核心成员, 在这个档口, 林俭一定是会在宫中忙碌的, 最起码要到晚上才会回来。 邻昭也是情急之下, 没有想到这点, 才会在上午就到平康芳来。 好在她在平康芳住过一年时间, 府上的人大多认得, 与邻夫人以及邻家的两个公子, 关系都不错, 在这里待上一天, 也不会有什么尴尬。 既然是上午开的, 到了中午的时候, 自然要在邻家吃饭, 因为邻昭的到来, 邻夫人特意准备了一整桌的菜食, 一张桌子, 摆得满满灯灯。 邻近饭店, 邻昭都已经落座, 却见邻家正门口, 一身太学衣裳的邻二少, 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 这位邻二郎进了家门之后, 先是见过了母亲天兄长, 右瞥眼看到了一旁的邻昭, 连忙上前行礼, 规规矩矩地拱手道, 三哥也回来吃饭了。 邻昭上下打亮了眼灵二少, 微笑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太学生非告假, 不准出国子健, 二郎现在应该在国子健的饭堂里吃饭才是。 别提了。 邻站大摇齐头, 苦笑道, 那国子健饭堂的饭, 简直不是人吃的, 也不知三哥, 你在国子健的时候, 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他眼珠子转了转, 嘿嘿笑道, 还是母亲心疼我, 与我说, 父亲这些日子, 中午都不会回来, 正好国子健到平康方不远, 我便趁着中午溜出来, 来家里吃一顿。 林三郎看了看林湛, 无奈地摇了摇头, 国子健的吃食, 相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已经算得上豪奢, 最少每天都能见到一些婚星, 比我在越州东湖镇的时候, 吃得还要好一些。 原本国子健的规矩, 国子健学子非告假或者放假, 是不能轻易出国子健的, 不过林俭现在还认着国子祭酒的差事,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即便他进入正式堂, 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 短时间内多半也会兼着国子祭酒的差事。 因此, 林湛这个院长的公子, 自然可以随意进出学校。 这也是林夫人宠溺他, 给他通风报信, 不然如果袁达公在家里, 知道他逃学, 少不了要给他一顿好打。 林昭笑呵呵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堂弟, 微笑道, 你刚进国子健没有多久, 便逃学回家, 看他明日去国子健, 治不治你。 林二少神色一垮, 正要开口求饶, 一旁的林夫人开口笑了笑, 好了, 先吃饭, 有什么话, 吃晚饭再说。 他看向林昭, 语气温婉, 听说今日有工人进了三郎家里, 可是给三郎升官了? 林昭有些诧异地抬头, 叔母如何知道的? 长安城里的事情, 瞒不了人。 林夫人微笑道, 叔母在长安多年, 认识不少人, 长星方里也有许多平日里一起玩耍的姐妹。 你还没到家里, 我便知道了, 宫里有人进了你家, 只是不知道给了你什么官职。 林昭点了点头, 明白了林夫人的意思。 长安城里, 除了各种各样的官员圈子, 崖内圈子之外, 还有专属于林夫人这样的贵妇圈子, 这些贵妇圈子平日里也会交际, 也会互通消息。 长星方在长安的地段虽然不如平康方后, 但是毕竟是城北的方, 里面自然也有林夫人的小姐妹。 林昭微微欠身, 对着林夫人低头道, 只而正是为了这件事来请教叔父, 今日宫里派人到我家中宣旨, 给了一个林昭顿了顿, 低声道, 给了一个给世中的差事。 几世中, 林夫人看向林昭, 眉眼之中充满了诧异, 正无品上啊。 她轻声感慨道, 记得你七叔做到这个品级的时候, 已经三十六七岁了。 这位在长安城里见多识广的妇人, 这会儿也不由有些惊叹, 三郎你还未满十七岁吧? 机缘巧合, 受了一些前人余音而已。 林三郎微微欠身, 神态谦逊, 她这句话并没有说错。 就目前她在朝堂上的表现来说, 并没有什么精彩绝艳之处, 之所以能够这样平步青云, 甚至于在这个年纪, 就做到门下省给世中的位置。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她的两个长辈。 一个长辈自然是即将败相的国子纪九灵俭, 而另一个则是已经雇去了二十年的宰相郑温。 其中, 后者对林昭的仕途的帮助, 甚至还要更大一些。 一个雇去二十年的宰相, 影响力还要超过一个潜力无限的本朝处相, 不能不让人惊叹。 林昭顿了顿之后, 苦笑道, 品级都还是小事, 只是这给世中的差事。 林三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是寻常的无品差事, 侄儿硬着头皮就硬下来了, 只是这给世中已经涉及朝廷最核心的权力, 侄儿担心自己做不成。 因此急着过来请教七叔。 林夫人虽然知道官职的品级, 但是对于官职的具体执掌并不是特别清楚, 温婉只能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一介妇人也不太清楚这些, 只能等你七叔回来, 让他跟你说。 林昭点了点头, 便开始低头吃饭了。 林夫人又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儿子, 开口道, 你们两个都要向三郎学一学, 你们是同辈人, 平日里也好说话, 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便去问问他。 林家两个公子都连忙点头英试。 就这样, 一顿午饭吃饭之后, 林昭又回到了自己原先在林家房间, 睡了个午觉之后, 又出去转了一圈, 等到了天色黑下来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从宫里回家的袁达宫。 林昭站在门口, 见林俭从轿子里走下来之后, 他三两步走了上去, 一边对着林俭拱手, 一边笑着说道, 七叔今日回来, 侄儿应该就能称呼您一生林相了吧。 林俭原本有些严肃的表情, 见到了林昭之后, 也露出了些许笑容。 少拍马屁, 前几日我便知道, 你小子这两天定然要来寻我。 林昭站在林俭身侧, 低声道, 看来侄儿这个差事, 叔父早就知道了, 便是我替你提的。 林俭副手在后, 看了林昭一眼, 淡淡地说道, 前几日便在宫里议定官员名单, 谈到你的时候, 我便给你提了个给事中的差事。 杨琼不知道为何, 死活不同意, 说你年纪太小, 不适合这个差事, 好在陛下与世子都点了头。 说到这里, 林俭顿了顿, 继续说道, 按流程给你加官的圣旨, 应该是昨天到的门下省, 看你这副模样, 圣旨应该是今日送到了你手里, 原以为门下省那边会风波一次两次, 这一次竟然出奇的痛快, 就这样把这份旨意放了下来。 听到这句话, 林昭心里一沉, 原先的太子詹是杨琼, 果然与自己过不去了。 另外门下省那边就跟他说的一样, 那位跟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门下适中曹松, 给他放了水。 叔侄俩说话的时间已经进了家门, 林昭走在林检身侧, 苦笑道, 七叔给适中位不高但权重, 侄儿担心自己做不好, 给自己惹麻烦不说, 就怕给七叔也惹麻烦。 给适中这个差事有什么做不好的? 林检回头看了看林昭, 呵呵一笑, 这个差事再容易不过, 等吃晚饭, 微叔亲自教你, 在林家吃完晚饭之后, 林昭便被林检拉进了书房里, 袁达公亲自给自己的侄子漆了一杯茶, 然后老神在在地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等到热茶烧凉, 他低头抿了一口, 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这天底下, 想要做好一个差事或许不太容易, 但是想要不犯错却不难。 几世中一职, 掌博正正令, 此权虽重, 但是不止一人。 袁达公声音唇厚, 娓娓道来。 门下省几世中一共有四人, 除却四个几世中之外, 上面还有两位皇门侍郎, 两位门下侍中。 如今门下侍中只有曹相一人, 两位大皇门却都是在职的, 几世中风薄正令, 不管是中书省的正令, 还是百官奏书, 只要六品以上都要交给上官审核, 因此用不着你担什么责任。 袁达公看着林昭, 轻声道, 新帝安排你到这个位置上, 主要是想让正令通畅, 既然如此, 你便更不用费什么心思了, 但凡是中书省的正令, 上官就是, 毕竟博正正令乃是门下省的重权, 不可能被你这个少年人一个人担在肩上, 为书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朝廷的诸多正令, 以及百思奏书, 见得多了, 将来你便会通晓朝市。 说到这里, 袁达公顿了顿, 然后低声道, 而陛下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门下省, 从而让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正令通畅。 你曾经是东宫官, 又是我的侄儿, 把你放在给市中这个位置上, 门下省的曹项, 以及两个大黄门, 都会觉得你是陛下的人, 只要你这边通过的正令, 他们应该都不会驳你, 因此, 你在门下省的差事, 将会十分好做。 林昭坐在林检对面, 轻声道, 有这么几个, 既不会否定你, 又能够给你担责任的上官。 你这个给市中, 哪里还有什么难处? 林昭坐在林检对面, 一边听着他说话, 一边低头喝茶, 听到这里的时候, 他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七叔, 门下省为何只有一个市中? 门下市中, 作为三省的长官, 是天生的宰相。 按照大洲的官制, 门下市中之职, 长出纳地命, 积西皇籍, 总典立职, 赞相礼仪, 以和万邦, 以避数物, 所谓左天子, 而统大政者也。 凡军国之物, 与中书令仨总焉, 作而论之, 举而行之, 这种权柄, 天然便是真宰相。 当然了, 在大洲初年, 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 在三高官官之外, 另设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 后来即便是三高官官, 也会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无形中门下市中的权力, 便被缩小了许多。 可即便如此, 门下省一般要么不设市中, 要么就是同时设两个市中, 因为单独一个市中, 掌握整个门下省, 实在是, 太过权重了。 正因为如此, 林昭才会有此疑问。 袁达公抿了口茶水, 一般都是中书令掌书, 若不设中书令, 便是中书侍郎掌书, 为朝廷的首相。 但是自从正相之后, 朝廷便再没有第二个中书令, 后来连中书侍郎也不设了。 从成平五年以后, 三省的主官, 尤其是中书省的主官, 有些便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进正式堂议室, 只专心本省审务, 不再为宰相。 袁达公低声道, 到了如今, 正式堂里的诸位相公之中, 就只有尚书蒲叶崔衍和门下适中曹松二人, 身上还有着三省的差事, 其他宰相都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入正式堂, 正因为他们两个进了正式堂, 反而很难分心本省审务, 一般都是交给下属打理。 说到这里, 林检抬头看了看林昭, 轻声道, 如今, 只有挂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 才是真宰相。 其他的头衔不管再重, 都成了附庸, 崔相的尚书蒲叶, 曹相的门下适中, 都算是他们的兼职。 袁达公呵呵一笑, 当然了, 有了这两个兼职, 就会让他们在正式堂的地位高尚一些, 事实上, 他们两个人, 都不太怎么处理本省事务了。 他看向林昭, 轻声道, 就连门下省两个不曾入正式堂的大皇门, 也常常被请到正式堂或者太极公议室, 无暇专心本省事务, 门下省的省务, 大多是由四个给市中处理, 只有碰到大事了, 才会上报上官。 听到这里, 林昭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大概了解了自己的工作内容之后, 他长出了一口气, 说道, 七叔一番指点, 我心里有底多了, 等过了年关, 我便去门下省报道。 说着, 他抬头看向林昭, 笑着问道, 指儿, 都连升好几集了, 叔父你何时顶上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 进正式堂拜相。 倒在前的七年, 林昭还在粤州读书的时候, 许多人便笃定了他将来一定会进正式堂拜相, 后来他被朝廷召回长安, 认了国子祭九之后, 更是被长安城上下, 当成了楚相。 如今, 曾经的太子殿下虽然没有正式登基, 但是已经集了皇帝位, 也就是说, 这位粤州林氏的七老爷进正式堂, 已经板上钉钉,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袁达公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大约要在陛下登基大典之后, 朝廷才会正式举行停议。 到时候, 维叔才有可能入正式堂拜相。 林昭眨了眨眼睛, 问道, 杨琼也要拜相? 多半会。 林简语气平静, 他是东宫的太子詹士, 太子殿下即位登基, 他拜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达公顿了顿, 才继续说道, 新皇需要在正式堂里有两个新宰相。 这个倒是很好解, 一般皇帝新登基, 必然会把正式堂打造成自己的正式堂, 在这个过程里, 一点一点往里面塞自己人, 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 此时, 袁县的东宫关之中, 就只有林简这个国子祭九, 与太子詹士两个人, 有资格一步迈入正式堂, 成为大洲的宰相。 林昭端起面前的茶碗, 领了林简一杯, 笑着说道, 七叔还是尽快拜相罢, 以后侄儿, 在朝廷里有了个宰相做叔叔,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顺畅许多。 袁达公瞥眼看了看林昭, 笑了笑, 三郎你这般年纪, 便是正武品上的大官了, 莫非你还有什么别的事要做? 这是自然。 林昭把目光看向了北方, 声音平静, 七叔, 哲儿坑笃定, 最多五年时间, 北边一定会起兵货。 到时候莫说哲儿是个门下省的己事中, 便是成了门下事中, 兵货临头, 也只能听天由命。 但是七叔做了宰相之后便不一样了。 林三郎呵呵一笑, 有七叔这个宰相帮忙, 哲儿或许能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在平康芳足足待了一整天之后, 林昭才回到自己家中歇息, 等到第二天早上, 他便准备进宫谢恩了。 实际上在接到圣旨的当天, 他便应该进宫去向皇帝谢恩, 不过他那个时候, 还吃不准这个给世中的差事到底能不能接下来, 直到见到了林俭之后, 他的心思才放了下来。 这会儿, 林昭的新官服还没有做好, 暂且不能身着珠子, 只能穿着起居郎的深绿色官服从珠雀门进宫。 到了太极宫之后, 林昭便没有从前那样随性了, 而是规规矩矩地等在太极宫门口, 让宫门口的太监进去通报。 他在太极宫门口等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才有一个身着红衣的太监出来迎他。 这个红衣太监林昭对林昭还是颇为客气的, 神色恭敬, 看不出什么巨傲之气。 林昭瞥眼看了这个有些面熟的红衣太监一眼, 开口问道, 这位公公, 魏公公还在宫里吗? 红衣太监连忙摇头, 低声道, 魏公公他前些日子便不在宫里了, 听说是去给先皇帝守灵去了。 这个答案并不出乎林昭的意料之外, 他点了点头, 开口道, 那司公台现在是哪位公公在掌视? 不知道。 这个紫衣太监低头, 开口道, 司公台尚且没有新的掌视之人, 不过, 他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多半是从之前的东宫公公公们之中挑选一个出来。 司公台是有太监两个, 从三品的官职, 这个官职又叫做内饰监, 除却两个内饰监之外, 还有两个少监, 四个内饰, 这些人私职不同, 组成了司公台的高层。 值得一提的是, 内饰监这个差事虽然额定两元, 但是只要是皇帝比较亲信的太监, 一般都只会任命一个内饰监, 这样就可以保证司公台不会内斗, 从而让他们齐心替皇帝办事。 比如说魏忠时期的司公台, 就只有他一个人是从三品的内饰监, 平日里在宫中可以着紫衣。 扑这位红衣太监所说, 新皇四位, 出自东宫前邸之中, 便跟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们。 林昭对着这个红衣太监, 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微笑道, 多谢公公指点。 林昭本人, 对于司公台这个衙门, 还是十分忌惮的,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衙门在魏忠手里的时候, 实在是太过厉害, 整个长安城在司公台面前, 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就连林昭私下里撕毁正是兄弟的事情, 都会被司公台查得一清二楚。 如今, 魏忠已经离开了司公台, 真不知道, 这个神秘而又特殊的衙门, 在新皇手里, 能够发挥几成本事。 他一边想, 一边被这个红衣太监, 领到了太极宫里的一处偏殿, 这处偏殿是皇帝平日里的办公场所之一, 林昭抬头看了看, 只见玉桌后面, 一个身着地袍的年轻天子, 正提着朱笔, 皱眉看向自己面前的文书, 似乎是在细细思量。 看着正在皱眉的年轻圣人, 林三郎也忍不住暗中皱眉。 此时, 这位新皇虽然已经即位, 但是并没有正式登基, 却已经穿上了皇帝的地袍, 而且看着身袍服的合身程度, 似乎不像是匆匆改制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 这会儿还是皇帝的丧妻, 即便皇帝身上不穿校服, 最少也要穿上一身肃静的衣裳, 而不应该是这种华丽的地袍。 不过在生活作风上劝谏皇帝乃是御史台的事情, 与林昭没有什么干系, 他也不好开口说话, 只能上前两步跪在地上, 扣手道, 陈林昭, 扣见圣人。 虽然皇帝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 但是这个时候, 只要情商不是低到负数, 都会给这位新皇所有皇帝的待遇, 包括称呼在内。 因此, 曾经的太子殿下, 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先皇圣人的身份。 相对于那位老迈不堪的圣人, 因为新的皇帝陛下, 自然要年轻了许多, 而且更有活力。 他听到了林昭的声音之后, 连忙放下了手中的朱笔, 走到林昭面前, 伸手把林昭给扶了起来。 新任的皇帝陛下, 脸上满是笑容。 三郎终于进宫见朕来了。 你再不进宫来, 朕必要派人到你家中传你了。 臣, 惶恐。 林昭退后了两步, 对着新皇恭敬低头, 臣这些日子都在家中, 细心整理先帝的起居住, 因此无暇顾及朝廷事务, 蒙陛下垂恩降旨, 给了臣一个给世中的差事。 臣更是不慎惶恐, 特地进宫, 毕竟是新老板了,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怎么样都应该客气一些。 从前那位旧老板, 虽然更深不可测, 但是林昭多少能了解到一些他的性格。 而这位新老板, 从前展现出来的性格, 只是他在太子这个位置上, 展露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他, 做了皇帝之后, 会变成一个什么模样。 因此, 在这位新老板面前, 林昭刻意地保持规矩, 尽量不去犯任何一个错误。 这都是三郎拟得的。 年轻的圣人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颇有些感慨, 当初吐蕃使臣一事, 便是三郎拟力挽狂澜, 将东宫从这件事情之中撇了出扑。 后来三郎又甘冒起险, 与朕, 与朕看了先帝的起居住。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呵呵一笑, 后来在先帝临前, 三郎拟更是一锤定音。 前邸诸臣之中, 三郎拟虽然不算是投宫, 但至少也在前五, 朕绝不是个吝啬之君。 若非三郎拟年纪上前, 官职再高一些, 恐会引人非议, 朕怎么说给你一个四品的差事? 临昭再一次跪在地上, 低头道, 几世忠一职, 臣已经无限惶恐, 陛下厚爱, 臣敏感妩媚, 都是自己人, 用不着跪。 皇帝陛下笑呵呵地 把临昭扶了起来, 微笑道, 再过些日子, 临祭九便会入正式堂拜相, 你们殊职二人, 同样都是探花, 又同朝为官, 将来一定会传为千古佳话。 临昭很懂事地低头道, 得慕圣恩, 是臣殊职之行。 临昭的这剂彩虹屁, 皇帝陛下显然很是受用, 他看了看临昭, 笑眯眯地说道, 三郎好生在门下省做事, 将来镇置一朝门下适中的位置, 便是留给你的。 临昭再次低头, 称, 惶恐, 君臣两个, 你一言我一语, 商业互捧了一波, 程序走完之后, 临昭才恭声告辞, 离开了太极宫。 走在皇城里的时候, 临昭迎面看到急匆匆走来的世子殿下李旭, 他迎面行礼, 拱手道, 殿下, 何事这样匆忙? 李旭看见是临昭之后, 也停下脚步, 向临昭拱手还礼。 两个人见礼之后, 这位世子殿下, 语气有些无奈, 听说皇兄有意, 让公布兴起一座殿宇, 用来摆放历代圣人功绩, 我特进宫来劝他一劝。 世子殿下神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也不知皇兄是听信了什么谗言, 先皇心丧, 不管什么理由, 这个时候也能起什么殿语。 听到这句话, 林三郎脸色也变得有些异样, 不过他想的, 很显然跟世子殿下想的不太一样。 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 给那个死胖子赌对了。 早在数月之前, 林昭与周胖子一起喝酒的时候, 这位天官尚书家里的公子, 便不由分说, 一头扎进了公布。 当时他就与林昭还有齐轩说了, 未来的圣人很可能要大心吐目。 超历代的皇帝们, 几乎每一个都性格不同, 贪财好色, 各有爱好。 如果是好美色到还好, 这一点放在皇帝身上, 并不全是坏主。 而贪财这种性格, 放在皇帝身上更是历大于弊。 皇帝们除了这两个常规性格之外, 还有人好心好心好, 有人好养宠物, 有人好斗区区, 甚至还可能有人喜欢做木匠。 相比较这些喜好来说, 喜欢新高台对于皇帝来说, 倒是一个常规爱好。 不过这种爱好, 一般都是那种干了几年皇帝, 做出了不错的功绩之后, 才会动这种心思。 就像普通老百姓家里一样, 腰包里有钱了, 才会想着起心房。 而这位新皇的这种爱好, 显然有些过分了。 如今先帝心丧没有多久, 心帝半点功绩也无, 朝廷更有大敌环似的情况下, 便想着心动土木, 这种无疑是极其不正常的。 林昭面色肃然, 对着李絮微微低头拱手, 先帝圣灵未远, 圣人万不能做出让先帝伤心之事, 还请殿下好声劝谏陛下, 这个当口应当悉心正事, 万不能心动土木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李絮看了看林昭, 咬牙道, 如今北疆的康东平蠢蠢欲动, 这个当口朝廷应当全力准备应对康贼, 如何能将心思用在旁处? 三郎放心, 这次我必然劝谏皇兄, 让他指了心间殿雨的意思。 说吧, 世子殿下便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转身朝着去了。 林昭看向这位世子殿下的背影, 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东宫即位的过程之中, 这位宋王府的世子殿下, 在东宫集团的所有人当中, 可以说是立功最大。 更重要的是, 他是正儿八经的李家宗士, 用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成为大洲的超义品亲王。 也就是说, 他不用受林昭这种年龄限制, 等到新皇彻底掌握朝政之后, 这位世子殿下, 一定会在新朝举足轻重。 林昭也跟齐宣两个人讨论过这个话题, 两个人一致认定, 这位世子殿下将来在新朝, 多半会认左右一位两位大将军之一。 要知道, 李絮今年也不过25岁左右, 如果在这个年纪做到12位大将军之一, 将来他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将会十分沉重。 林昭默默扭头, 两只手拢进身前宽大的绿色官服袖子里, 默默地走向朱雀门。 在他看来, 这位世子殿下将来, 一定会跟新皇慢慢产生冲突。 而这一次, 李絮前去阻止皇帝大兴土木, 便是冲突的开端。 因为, 那位新任的皇帝陛下, 实在是有些太不成样子。 如果说四位之前的太子殿下, 还像是个老老实实的守城之主, 那么, 即位仅仅半个月的这位新皇, 已经有了一些昏君之相。 因为这个, 将来李絮会一次一又一次地得罪这位皇帝陛下, 不管两个人之间的情分在如何身后, 也总有耗尽的一天。 等到两个人的情分耗尽了, 就到了这位世子殿下大难临头的时候了。 当然了, 这些都是他们李家自己的事情, 暂时与林昭无关, 林昭这个人更懂得明哲保身, 既然皇帝不是李二, 他也没必要去做卫生, 连海瑞他也不想做, 且冷眼看着就是。 唯一让林昭有些忧心的是, 这座老皇帝不在的长安城, 能否扛得住那位如狼似虎的康大将军? 要早做准备啊。 心愿的林给剑眯了眯眼睛, 脚步缓慢地朝着家中走去。 如今他手中可利用的资源不少, 除了官场上的资源之外, 最大的力量就是在老皇帝默许之下, 已经庞大无比的大通商号。 就连林昭的那位未来岳杖开设的三元商号, 这段时间也在大通商号的赋能之下, 飞快发展。 如今已经有外地人赶到京城里来, 采买千活字的字母了。 这些都是江湖上的力量。 有了这些力量, 最起码可以让林昭在兵货到来之前, 尽量保住自家人与身边的亲朋好友。 想到这里的时候, 林昭已经出了朱雀门, 走在了朱雀大街上。 作为长安城的主干道, 朱雀大街依旧繁华, 两边叫卖之声不绝, 不时还会有行脚的货郎来到林昭面前多售商品。 各种吃食林郎满目,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烟火之城, 人间烟火器, 在这座城池里重到了极点。 林三郎一身深绿色的官服, 漫步在三十丈宽的朱雀大街上, 溃然感叹, 好一派繁华景象。 林三郎沿着朱雀大街, 一路走到了安人坊, 熟门熟路地坐在了崔家面摊上, 对着摊主笑了笑, 老崔来碗面。 作为面摊的常客, 老崔自然认得他, 很快就把一碗油泼面皮端了上来。 端面的时候, 老崔不知怎么猛地手一抖, 一些面汤便撒在了林昭的官服上。 林给件微微皱眉, 没有多说什么。 老崔却吓得对林昭连练作一, 不住拱手, 相公莫怪, 相公莫怪, 小老年纪大了, 手不稳当了, 林昭抬头, 对着老崔笑了笑。 不碍事, 这身衣上过几天便要换了。 此时, 长安城已经是初冬, 天气渐渐冷了下来。 长安城东的官道上, 一辆马车跟着一对商队, 缓缓靠近了长安城。 马车里坐着父子三人, 父亲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因为沿途舟车劳顿, 这会儿神情已经有些狼狈, 下河的胡须也颇为散乱, 有些头发都已经出了头上带着的方巾。 两个儿子, 一个年纪十八九岁, 父子三人一路上很显然受了不少苦, 坐父亲的先开马车的车帘, 看了看不远处已经遥遥在望的长安城, 回头看向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大郎二郎, 长安城快要到了。 他面色严肃, 低声道, 进了城, 见到三郎还有你们姨娘之后, 记得要客气一些。 你们七书寄回粤州的书信里说, 三郎已经做了朝廷的六品官了。 很显然, 父子三人便是林青元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了。 六品官, 即便是林青元, 不免也有些骄傲。 你们大伯祖说了, 六品的金官外放到地方, 已经能回粤州做枝州了。 坐在林青元对面的两个少年人, 年纪大的林贤点了点头, 胆叹道, 三郎真是了不起, 十六七岁便已经可以回家做枝州老爷了。 另一个少年人却是闷哼了一声, 有什么用? 这么长时间, 不曾给家里去一封信。 父亲想要知道他的消息, 还要靠七叔寄信给大伯祖。 林青元到长安来, 是去年林昭回家的时候, 便商量好的事情。 因为按照先前林昭与谢戴然的婚书, 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成婚。 林昭成婚, 父母两个人自然都应该在场。 不过那会儿林青元要在粤州照应故事会的生意, 便没有同林昭母子一起到长安来。 约定好了, 林青元要在今年的年底赶到长安来。 如今已经是前的十年的十一月了, 林青元如约而至, 只是可能是出自于为人父母的私心。 他除了自己过来之外, 把另外两个儿子也都带到了长安来。 进了长安城之后, 林青元父子三人便下了马车, 按照林昭先前寄回家的地址, 向长安城里的百姓问路。 长安是大洲的国都, 每日从外地进京的人不知道多少, 问路的自然也有很多, 好在京城的百姓大多都还是热情的, 很快就给林青元指明了长新方的方向。 长安城极大, 父子三个人靠步行在长安城里走了一个半时辰, 才找到了长新方的正门。 长新房门口还有巡接的方钉, 见到三人衣衫有些狼狈, 便上来盘问了两句。 听到不是长安口音之后, 房钉又查了三个人的照身帖, 问清楚三人进京的意图, 以及要投奔的人家之后, 才肯放他们进长新方。 林青元毕竟在瑶江做了十来年的师爷, 人情世故还是很懂的, 给这个房钉递了一小串钱之后, 开口问道, 这位小哥, 请问林昭住在长新方何处? 这个时代没有门牌号, 最精确的定位便是到某个方, 或者说某个胡同, 再想要精确一些便只能问当地的居民了。 林昭, 长安城里108方, 每个方的人数少则四五千人, 多则三四万乃至于四五万人, 哪怕房钉对本方居民熟悉, 只凭一个名字也不可能给林青元指路, 这个房钉伸手借过这串钱, 另一只手挠了挠头, 用隆重的长安口音问道, 林昭, 哪一个林昭? 林青元思索了片刻, 便开口道, 去年长刻的探花。 这个房钉一拍脑门, 对林青元笑着说道, 原来你们是来投小林探花的, 不知道三位是。 林昭与林和两兄弟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林青元则是沉声道, 我三人是林探花的父兄, 原来是小林相公的亲眷。 房钉面色一素, 仍然操着长安方言, 但是却把那小串钱放回了林青元手里, 开口道, 小林相公可是咱们长星方的红人, 我领三位去。 说着, 他与旁边的方钉打了声招呼, 便领着林青元三人, 朝着林昭母子的大院走去。 这方钉三十来岁, 一边带路, 一边与林青元搭话。 小林相公可憎理狠啊。 他一边走路, 一边说话, 去年圣人重病, 听说满朝文武, 末有一个人能进到宫里, 连续几个月时间, 只有小林相公一个人能进宫半价。 这个方钉嘖嘖有声。 小林相公前几个月就是六品官了, 听说新圣人又给他升了官, 不知道是个什么差事。 林青元几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 对于官话还好, 但是长安话只能半听半猜, 比如说那句憎理狠, 他们便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说话间, 林家大院已经遥遥在望。 方钉对着林青元笑了笑, 开口道, 小林相公便住在这里, 小人还要去寻街, 便不给你们通报了。 说吧, 方钉转身离开。 林青元看了看这个方钉的背影, 沉默了一会儿, 又回头看向自己的两个儿子, 感叹道, 三郎在长安已经小有名声了。 他随即看向自己的二儿子, 加重了语气, 速声道, 待会儿见了三郎, 该说软话便说软话, 再任性胡来, 你便镜子回越州去。 说着, 他左右看了看繁华的长安城, 颇为唏嘘地说道, 长安是什么模样, 刚才你们也都看到了, 你们能不能留在这里, 还要落在三郎身上。 说完这句话, 林青元便迈步走向林家大门, 准备去敲门。 林河低着头, 抢在父亲身前, 开口道, 儿子替您敲门。 说吧,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敲响了林家大院的大门。 很快, 林家的大门打开, 开门的是林家的一个家丁。 林青元上前说明情况之后, 家丁连忙一路小跑到了后院, 通知了正在摆弄几盆晚秋菊花的林二娘。 林二娘身边站着亭亭玉丽的谢旦然, 正帮着林二娘搬几盆模样新奇的菊花。 这会儿毕竟已经是初冬, 除了菊花之外, 其他的早已经凋谢了。 听说林青元来了, 林二娘连忙放下了手里的花盆, 有些惊讶。 他看了看自己身边的谢旦然, 开口道, 坦然, 你林叔叔来了, 要不要一起去见一见? 你如果不想见, 便从后门先回家去。 谢旦然心里自然明白, 林青元是为了自己与林昭的婚事而来, 他微微低头, 面带含羞, 姨姨, 叔叔既然来了, 我自然应该见一见。 林二娘点了点头, 便拉着谢旦然一起, 走到了林家的正门迎接。 林家大院正门大开, 林二娘带着谢旦然一起, 走向林青元。 林二娘神色温婉, 对着林青元欠身行礼之后, 开口道, 老爷到长安来, 怎么不提前给妾身写封书信, 妾身好让招去城外迎一迎你们。 林二娘行礼之后, 谢旦然也上前一步, 对着林青元服了一服。 叔叔一路辛苦了, 给林青元行礼之后, 他又抬头看了看林青元身后的兄弟两个人, 犹豫了一下之后, 谢旦然只对他们点头致意, 没有行弟席应该有的礼数。 因为, 谢旦然是知道, 两兄弟与林昭之间有冲突的, 他甚至还见过林河对林昭拳脚相向, 他不能确定林昭对自己的这两个兄长, 试的什么态度, 因此便没有表态, 来得匆忙便没有提前写信过来。 林青元对着林二娘笑了笑, 然后又看向谢旦然, 点了点头, 谢姑娘也在这里。 林显林和两兄弟也都上前, 对着林二娘低头行礼, 孩儿见过姨娘, 因为妾室地位低下, 他们两兄弟很少对林二娘行礼, 林二娘看了两兄弟之眼, 只是微微皱眉, 然后很快恢复过来, 对着林家两兄弟笑着说道, 大郎二郎也来了, 一路上坐车, 还受得了罢。 两兄弟对着林二娘低头道, 回姨娘, 不辛苦。 林青元咳嗽了一声, 似乎是想给两个儿子解释一番, 他们年纪见长, 便想着顺便带着他们, 出来一起见见世面。 应该的。 林二娘微笑道, 是应该来长安看一看, 而且, 朝二要办婚事, 他们两个兄长也应当到场。 林青元没有接话, 而是看了看林二娘身后的大院子, 语气之中, 罕见地带了一些小心。 二娘, 三郎他, 未在家吗? 林二娘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招换了差事, 刚才到立部去了, 说是去领文书, 官服还有余服之类, 过两天, 就要去新地方上职了。 林青元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有些好奇, 便开口问道, 前不久, 老七百给家里去了信, 说是三郎被朝廷升作了六瓶起居郎, 怎么没过几个月? 三郎他, 三郎曾经做过东宫官。 林二娘颇有耐心地给林青元解释, 如今太子殿下即位, 东宫官多半都要升迁, 因此便给招又升了一次官。 他面带微笑, 语气平静, 只是在陈述事时, 听不出半点炫耀的意思。 好了,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且进屋去罢。 你们一路上赶路辛苦, 进屋歇歇歇, 喝杯茶。 林二娘笑着说道, 招他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 本来, 父子三个人已经走进了林家大宅, 听到了林二娘这句话之后, 不知怎么, 林家的大郎与二郎身子都微微有些发颤。 因为男女大房的原因, 再加上还没有过门, 谢戴然跟林青元见了一面之后, 便跟林二娘告辞了。 谢戴然走了之后, 林二娘便陪着父子三人在正堂喝茶, 又叮嘱下人给他们准备午饭。 众人在正堂坐了一会儿之后, 便有一个丫鬟走到正堂, 迈着小碎步走到了林二娘面前。 小声道, 夫人, 外面齐家大公子来了, 说是要见公子。 之前这个院子里, 就只住了林昭母子二人, 家里的下人们也不用区分, 便用夫人公子来称呼。 林二娘点了点头, 开口道, 快把齐公子请进来喝茶, 就说公子稍后便回来。 丫鬟点了点头, 匆匆忙忙去了。 林二娘回头看向林青元, 轻声道, 老爷, 昭二的一个好友到了, 他身份尊贵, 不好怠慢了, 切身见他一见。 林青元此时对长安城两眼一抹黑, 心里也明白这里不是他做主的地方, 林二娘也只是跟他客气客气, 当即点头道, 二娘忙你的救世, 不用理会我们。 林二娘点了点头, 迈步走出了正堂, 来到了前院, 就看到齐轩正跟着林家的下人走来。 见到林二娘之后, 齐大公子连忙上前, 恭敬行礼, 折儿给姨母请安了。 其实按照齐家大将军齐师道与林二娘的关系, 齐轩应该称呼林二娘一生失孤, 或者是一生姑姑, 不过齐师道并没有与林二娘相认, 此时齐轩便按丹阳长公主那边的关系, 称呼林二娘为姨娘。 林二娘也见过齐轩不少次了, 当即笑着说道, 大公子客气, 招儿方才去立步去了, 他说中午之前一定赶回来, 大公子如果没有急事, 便在家里等一等他。 一身白衣的齐大公子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姨母, 三郎他是明日就要去门下省上职。 林二娘摇了摇头, 这个我却不知道, 等他回来, 大公子亲自问他就好。 说话的功夫, 林二娘已经把齐轩领进的自家前院, 齐轩眼尖一些, 一眼就看到了林家的正堂友人。 他停下脚步, 对着林二娘低头道, 姨母家中有客人, 晚辈便不打扰了, 等三郎回来, 姨母告诉他一声, 我来过就是。 林二娘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不是什么客人, 是招儿的父兄, 从家里赶到长安, 给招儿准备婚事来了。 齐大公子顿时面色严肃起来, 开口道, 就这样, 齐轩被林二娘带进了林家正堂, 经林二娘介绍之后, 他退后两步, 对着林清源拱手行礼, 晚辈齐轩, 见过林家叔叔。 给林清源行礼之后就, 他又看了看林和兄弟两个人, 却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不肯再低头了。 这种礼数, 是不怎么合适的。 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 晚辈见长辈, 不说跪下磕头, 最起码也应该做个一, 这样才规矩客气。 而齐轩的礼数, 就有些轻薄了。 林二娘生姓林慧, 自然看出了这一点, 便用岳州话, 对着林清源笑着说道, 老爷可能不知道, 这位齐大公子, 是丹阳大长公主的长子, 也是当今圣人的表弟。 岳州话不怎么好懂, 最起码, 齐轩便没有听明白。 不过林家父子三人, 却是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林清源脸色有些惭愧, 对着齐轩拱手还礼, 齐公子见谅, 林某方才有些失礼了。 不碍事。 齐轩笑了笑, 开口道, 你们一家人团聚, 晚辈便不打扰了, 这就到此。 他对着林二娘拱了拱手, 便两只手拢进的身前宽大的袖子里, 准备动身离开。 这位齐大公子, 刚走到林家大院的前院, 迎面就看到一个身穿飞色官服的少年人, 迎面走来。 这个少年人, 已经比齐轩还要稍稍高出一些, 因为身材偏瘦, 再加上官服裁剪得十分合体, 一身红色官服穿在身上, 颇有些威严。 齐轩之后,先是一愣, 然后笑了笑, 三两步走了上来, 对着齐轩笑道, 齐兄到我家里来了, 怎么也不知会议上。 齐大公子看了看林昭身上的官服, 嘖嘖有声, 怎么刚领了官服就穿上了, 三郎你也试了沉稳性子了。 林昭哈哈一笑, 解释道, 方才马车停在门口, 我在马车里换上的, 为了穿给我娘看一看。 说着, 他苦笑道, 只是这官服不太好穿, 我在马车里鼓弄了半天, 才勉强穿上。 说着, 林昭看了齐轩一眼, 有些诧异, 齐兄怎么今天到我家里来了? 自然是有事跟你商量。 齐大公子走到林昭面前, 低声道, 三郎, 我也升官了。 林昭先是一愣, 然后笑道, 这是好事啊, 什么官职, 仍在经兆府吗? 齐轩看了看林昭, 神色有些复杂, 万年县令, 万年县县令, 正无品上, 与林昭身上的给饰中一直同级别, 乃是长安城两个复国县之一。 长安城108方, 以横跨南北的朱雀大街为界, 朱雀大街以西是长安县, 以东就是万年县, 两县同归金兆府管辖。 林昭抬头看了看齐轩, 惊叹不已。 齐兄你原先在金兆府, 是个什么差事? 齐轩闷声道, 私兵参军, 正七品上。 林给剑在心里默算了片刻, 然后抬头看向齐轩, 嘖嘖道, 没记错的话, 长安万年两县的县令都是正五品上。 你, 整整升了八级啊? 三品以下的官员品级都是一品四级, 齐轩整整升了两品官, 自然是升了八级。 林昭装模作样地哀叹道, 天皇贵胄, 就是与旁人不一样, 升官都这样简单粗暴, 莫要说风凉话。 齐轩笑骂了一句, 我这是五品官, 你的给事中便不是五品官了。 论职权, 三郎你半只脚已经踩进了中书里, 比我一个小小的县令可强出太多了。 天底下, 那个敢说京城复郭县的县令, 是小小的县令。 林昭呵呵一笑, 你连升八级, 不准备请客。 齐大公子叹了口气, 请客自然没有问题, 只是中进士也好, 升官也好, 暗地里都是我爹的本事, 跟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莫要如此说, 林昭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今天晚上, 咱们兄弟三个归云楼聚一聚。 齐轩摇了摇头, 瞥眼看向林家的正堂, 开口道, 你家人到长安来了, 你如何拖得开身? 过些日子再说吧。 林昭顺着齐轩的目光, 看向了自家正堂, 一眼便看到了林清源的脸, 他回头对着齐轩微微点头, 笑道, 改天我再约齐兄祥谈。 林昭一路把他送到了门口, 临别之前, 这位新任的给世中, 对着即将上任的万年县令笑着说道, 说起来, 常兴芳也在万年县令, 齐兄以后了, 莫要忘了好好照顾我家。 齐轩没有应声, 慢慢走远了。 而林昭, 则是穿着自己新做好的飞红袍服, 两只手拢在前袖里, 慢悠悠地走到了自家正堂。 走到正堂之后,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给二老行礼, 而是淡淡地看着, 站在林清源身后的两个来自东湖镇的年轻人。 林三郎面色平静, 说话也十分直接。 你们怎么来了? 原先林昭中近是回岳州的时候, 虽然地位已经不同往昔, 但是那个时候, 他毕竟还没有官身, 在身份上与别人还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的林昭不一样了。 两年多时间过去, 他又长高了一些, 比起林和林显两兄弟都要微微高出一些, 再加上一身非红色的五品官服穿在身上, 整个人虽然年轻, 但是也有了一股别样的威势。 人靠衣装服,靠金装, 都是这个道理。 大周历过二百年, 朝廷的官服已经深入人心, 面对穿着五品官服的林三郎, 老大低着头没有说话, 脾气娇横的林和狠狠咬牙, 只是被一旁的大哥林显按住, 没有动作。 甚至于, 作为林昭的父亲, 林清元张了张口, 也没能说出话。 最后, 还是林二娘出来, 给父子三人解了围。 他看向林昭, 微微皱眉道, 昭儿你这是做什么? 你与谭然就要成婚了? 你父兄自然要到长安来, 帮你操办婚事。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扭头对着母亲微微低头, 然后对林清元行礼, 父亲今日到长安来, 应当提前知会一声, 儿子好出城去接您。 林清元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三, 三郎你公务繁重, 我们便自己寻来了。 他看向林昭身上的官服, 犹豫了一下之后,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三郎你, 如今是个什么官职? 启世忠, 林昭对着林清元笑了笑, 开口道, 前两天刚生的差事, 在朝廷里做一些杂事。 如果是寻常老百姓, 可能不知道给世忠是个什么差事, 但是林清元毕竟是读过书, 身上还有秀才功名的人, 自然明白朝廷的官职, 听到林昭的话之后, 他先是愣了愣, 然后看向自己的儿子, 呆呆地问道, 门下省的, 给世忠。 林三郎微笑点头, 朝廷只有门下省有这个差事, 不过儿子还不曾去过, 在休息两天, 便要去门下省报到了。 林清元咽了口口水, 半上没有说话。 给世忠啊, 已经是中书门下的高级官员了。 除却世忠和两位大皇门之外, 门下省就数给世忠最大, 甚至于有些时候, 如果大皇门入正式唐败相, 那么门下省的省务, 就全部交给几位, 给世忠打理。 这是朝廷里绝对实权的职位之一, 甚至可以这么说, 经官体系之中, 所有四平以下的差事, 就数给世忠最为权重。 像是齐宣的万年献献令, 虽然与林昭一样, 也是正无品上的品级, 但是他只管半个长安城, 头上还要顶着一个经兆府。 而林昭的这个给世忠, 确实可以审核天下正式。 更为要紧的是, 这个位置出过许多宰相。 林昭源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平复下了心中的心情。 他看向林昭, 心中也不禁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好啊。 林昭源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两只眼睛有些微红, 咱们这一房, 自你祖父开始便渐渐没落, 在越州灵世之中, 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他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今后, 咱们这一房便落在三郎里的头上了。 林昭微微一愣, 然后对着林昭源笑了笑, 越州的事情, 不管是七叔还是我, 应该都不会再过问了。 或许等我与七叔年老之后, 才会回越州老家养老。 家里的事情, 他抬头看了看林昭兄弟, 又看了看林昭源, 开口道, 还是父亲操持比较好。 如今不管是林昭还是林检, 都已经跳出了越州灵世的范畴, 他们或许会用自己的影响力, 无形之中, 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一些好处。 但是自己是绝对不会再回到越州灵世之中, 去计较那些小门小户里的盈盈狗狗。 这就是眼界见识的差距, 至今林昭源还在为了自己这一房的地位忧心, 而林昭早已经不怎么在意这些小利益了。 当然了, 他还是越州灵世的人, 如果有外人要寻林家的麻烦, 林昭叔侄自然是要出面的, 只是因为站得足够高, 家族之中的利益, 他们已经不怎么看得上眼了。 说着, 林昭又看了看林昭林和两兄弟, 对着林昭源开口道, 当初说好了, 让父亲一个人到长安来就行, 怎么您还带人来了? 林昭源看了看林昭,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三郎, 你与你这两位兄长素有嫌隙, 为父是知道的, 只是自家兄弟, 没有隔夜的仇怨, 为父带他们到长安来, 一来为了让他们见一见世面, 二来也是想让他们与三郎化解误会。 你们是亲兄弟? 林昭源语重心长, 低声道, 如今你在京城做官, 将来总需要一些人亲近给你帮手, 自家人总比外人要值得相信不是? 这可未必。 林昭脸上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现在看来, 还是外人要可信一些, 至少不会在背后捅儿子一刀。 他脸上的笑容收敛起来, 很是严肃地看向林昭源, 声音平静, 但是很坚定。 父亲, 这份嫌隙, 恐怕很难化解了, 您能从越州千里迢迢赶到长安来, 儿子心怀感激, 但是这两位, 林昭扭头看了看自家的这座宅子, 面无表情, 家里太小, 恐怕住不太下。 一旁的林昭大郎林昭, 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向前走了两步, 对着林昭低头拱手, 苦笑道, 三郎, 为兄前些年, 对你确实对你不住, 这次随父亲到长安来, 也只是想着, 能不能帮着你筹备筹备婚事, 等你的婚事完了, 我便回越州去。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低声道, 都是一家人, 何苦闹成这个样子? 往往兄弟之中的老大, 性情会沉稳一些, 也会宽厚一些。 林昭的这个老大就是如此, 相比于他的弟弟林昭, 林昭对林昭的态度, 很明显要温和许多。 而林昭则是面无表情, 站在一旁低头不说话。 林清源看了看林昭的表情, 咳嗽了一声开口道, 你大兄不准被留在长安, 等你的婚事完了, 便回越州去打理故事会。 但是你二兄, 这位中年人面露难色, 但是还是叹了口气, 开口道, 三郎你也知道, 你二兄这些年在主家读书, 已经颇有些根底, 这一次进京, 第一自然是要帮你筹备婚事, 第二也是想进京求学, 他们兄弟都不会住在你这里, 但是关于求学的事情, 林清源硬着头皮, 对着小儿子说道, 为父准备去你七叔家里, 跟你七叔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让你二哥禁国子鉴, 哪怕是四门学也好, 三郎你, 跟你七叔关系好。 如果为父说不通, 说到这里, 林清源面露苦笑, 罢了, 此事暂且不提, 为父现在去给他们兄弟寻个住处去。 从为人父母的角度来说, 林清源这种做法并不奇怪, 毕竟身为父母, 心里想的都是为了孩子做什么, 都是直当的。 有些父母为了孩子, 甚至于可以放弃尊严, 为了孩子去给自己的仇人下跪求饶。 相比较来说, 林昭虽然与两个兄长有仇, 但是毕竟还是林清源的儿子, 向自己的孩子低头, 说几句软话, 当然是可接受的。 为了照顾小儿子的心情, 林清源这次上京, 把自己的原配张氏给丢在了越州, 不曾带上。 但是对于林昭来说, 并不那么容易接受了。 他的大兄林显还好, 为人比较沉稳, 虽然碍于张氏, 没有怎么帮过他们母子, 但是也没有怎么欺负过他们, 林昭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恶感, 但是老二林和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与他的母亲张氏一起, 这十来年没有少给林昭脸色看, 更重要的是, 当林昭从东湖镇脱身, 进入越州城开始谋前城的时候, 这个林家的二郎, 不止一次地出面阻挠, 恶语相向, 甚至拳脚相加。 林昭听了林清源的话之后, 厌恶地看了林昭一眼, 却没有跟林昭说话, 而是看着林清源, 淡淡地说道, 当初我想进林家主家读书, 张氏便百般阻挠, 想让他的儿子林和进主家读书。 后来, 他们母子终于如愿以偿, 林和也成功进了主家的家学, 算算时间也有两年多了。 林给剑不嫌不淡地说道, 两年多了, 林二郎至今可有功名否? 林和本就脾气不好, 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 挣脱了林昭的手臂, 也不敢跟林昭说话, 而是气冲冲地朝着门外走去。 老大林昭阻拦不及, 只能追了出去。 见他走出了自家正堂, 林昭看也没有看一眼, 对着林清源淡淡地说道, 父亲说要给他们找住处, 现在便去找爸, 一会儿天黑了就要避坊, 到时候就不太好找住处了。 至于他进国子监的事情, 林昭低眉道, 儿子不在国子监认识, 父亲想要去走七叔的门路, 也尽管去走, 我不会过问, 不过你们走得通走不通, 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林清源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一旁的林二娘上前一步, 看着林昭皱眉道, 昭, 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话, 家里还有那么多空房间, 如何就能把人往外赶? 这要传出去, 你的名声变坏了。 他小声提醒, 这个时代, 最重孝道, 孝道不止对长辈, 如果对凶嫂不好, 也会被人诟病, 成为正敌拿捏的把柄, 甚至如果事情闹大了, 还会被御史台上本参奏。 林二娘心里自然也很讨厌林河, 但是这个时候, 却不得不为林河说话, 毕竟他也要为自己的儿子考虑。 林昭大皱眉头, 这便是这个时代最沉重的道德绑架了。 如果林昭只是个平民百姓还好, 只要不虐待父母, 便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偏偏他做了官, 还是在这个年纪做了高官, 一旦道德上有什么污点, 立刻就会被有心人放大。 他闷哼了一声, 然后扭过头, 对着林二娘拱手道, 母亲, 父亲住在这里,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他们两个住在这里, 我是决然不能接受的。 这样吧, 让谢叔给他们暂时找个住处, 不至于让他们露宿街头就是。 林二娘看着自己儿子有些难看的表情, 只能无奈点头。 只好这样了,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我现在就去一趟谢家。 说吧, 林昭扭头出了正堂,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脱下了身上的飞红官服, 换上了平时里穿的衣裳, 卖不出了自家大院。 等林昭走了之后, 林昭原与林二娘都松了口气, 他们心里知道, 自己这个幼子明面上圆滑, 但是骨子里却有些刚直, 真的闹得僵了,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 林二娘又让下人给林昭原倒了热茶, 夫妻两个人坐了下来, 三郎与两个兄长不和, 我本来没有想着带他们过来。 林昭原低头喝了口茶, 长叹了一口气。 我在越州的时候, 听谢家的亲戚说, 三郎给谢家的那个小儿子, 也找到了静国子健的门路。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二娘你也知道, 你姐姐那个人便会胡搅蛮缠,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非要把二郎也送进国子健。 我心里想着, 自家兄弟总比外人要亲近一些, 便硬着头皮把他们兄弟带来了, 结果, 林昭原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话了。 林二娘坐在林昭原旁边, 轻声道, 便是谢家那小子, 招也没有让他进国子健, 只是给找了个国子健的先生。 林昭原摇了摇头, 也怪我, 前些年属于管教, 才让他们兄弟之间生出了这么大的闲心。 谢家大院, 两家都住在长兴坊里, 是齐轩同时给找的房子, 自然相距不远。 林昭很快便走到了谢家, 敲了敲门之后, 开门的是谢家的一个家丁。 如今, 谢三元在大通商号的帮助下,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家里自然也有了下人伺候。 看到是林昭之后, 下人连忙把林昭请了进去, 没过多久, 谢夫人便亲自出来相迎了。 这位未来丈母娘向来对林昭极为热情, 见到林昭之后便满脸堆笑, 拉着林昭的袖子把她往里面引, 每天都是坦然的丫头往你们家去, 三郎可好些日子没有来咱们家了。 林昭本来心情有些不好, 见到丈母娘也不好再捧着个脸, 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问道, 沈沈, 谢叔没在家吗? 谢夫人摇了摇头, 开口道, 她呀, 一天到晚不着家, 最少要天黑宵尽的时候才会回来。 林昭平复了一番心情, 对着谢夫人说道, 沈沈到长安这么久了, 在长兴方应该也认识一些人吧? 是认识了一些。 谢夫人有些好奇地看着自家女婿, 问道, 三郎有什么事吗? 无事, 来了两个不讨喜的人。 林昭微微欠身, 开口道, 我在长兴方不认识什么人, 也不愿意替他们去奔走, 还请沈沈帮帮忙, 给他们两个人寻个住处。 说到这里, 林昭补充了一句, 不用很好, 能助人就行。 谢夫人也是出自商谷之家, 相比于林二娘来说, 她更善于交集, 这些日子在长安城已经认识了许多人, 在长兴方里也很吃得开。 听到林昭这句话, 谢夫人痛快点头, 开口道, 这都是小事, 现在沈沈就出去给你找。 说吧, 她招呼下人给林昭奉茶, 又让人把谢淡然叫出来, 自己收拾了一下, 出门替林昭找住处去了。 谢夫人走了之后, 谢淡然很快走了出来, 看着坐在正堂皱眉喝茶的林昭, 她轻轻挪步坐在了林昭旁边, 开口道, 三郎心情不好。 林昭点了点头, 喝了口茶水, 闷声道, 有些人像阔鱼一样, 既恶心又甩不掉。 谢淡然今日是见过林昭原父子的, 文言轻声叹气, 骨肉血轻, 自然不好割断, 也不好对他们动手, 三郎尽量不见他们就是。 想到林河, 我心里便不舒服。 林给剑闷哼了一声, 到了如今,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们, 不出三天, 他们就要乖乖地滚出长安。 人生很少有什么时间段, 能够事事顺心, 比如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地 林给剑林探花, 仍然会被远道而来的林河给恶心道。 原本他以为, 既然双方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 那么即便张氏母子脸皮再厚, 也不应该再来求到自己头上。 但是很明显, 他低估了张氏的脸皮厚度, 他们依然可以不远千里地赶过来, 想从自己身上捞到好处。 其实, 如果林昭现在愿意帮林和入国子剑, 并不算是什么难事, 撇开林检国子祭九的身份不谈, 即便是林昭本人, 现在也是朝廷的五品官了。 按照国子剑的规矩, 七品到五品的官员, 子职可以进入国子剑之中的四门学, 五到三品的子职可以入太学, 而三品及三品以上的官员, 子职则是可以进入国子剑之中 等级最高的国子学。 就拿林检的儿子林湛来说, 他进国子剑便不是进入太学, 而是进国子学读书。 林昭的两个社友, 周德与齐轩, 本身都是有资格进国子学的, 不过周德在家排行第五, 他家里的国子学名额用完了, 他只能进入太学。 而齐轩进太学, 则是想着专心读书, 不太想去跟国子学里的那些顶尖衙内门私混。 也就是说, 如果林昭现在有了儿子, 那么他就可以把儿子送进太学, 有了这一层身份, 即便林昭没有办法把林和送进太学, 最起码送进四门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人争一口气。 过去的事情, 林昭该出的恶气也已经出了一些, 他也懒得再放下身段, 去跟张氏母子这种誓警小名计较, 但是这并不代表张氏母子可以继续从他身上占便宜, 一分一离都不行。 到了谢家之后, 林昭便干脆在谢家陪了谢淡然说话, 到了傍晚的时候, 在外面忙碌的一天的谢三元终于赶了回来, 在偏听见到了正在同谢淡然一起写字的林昭之后, 他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笑着说道, 三郎来了。 听到谢三元的声音, 林昭放下手中的毛笔, 起身对着谢三元笑了笑, 谢叔回来了。 谢三元眼珠子转了转, 然后揉了揉自己的腰椎, 叫苦道, 哎, 还不是在替三郎奔忙, 最近几个月每天都在忙着字母的事情, 连家中一双儿女也难能见到。 看到谢三元这副模样, 林昭回头看了看谢淡然, 微笑道, 谢姐姐你先避一避, 我跟谢叔谈些事情。 谢淡然今天跟林昭在一起待了半天的时间, 已经心满意足, 他笑着起身, 对谢三元行礼之后, 便离开了偏厅。 谢三元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无奈摇头, 果然是女生外相, 三郎你说话, 比我这个当爹的还好用。 林昭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给谢三元倒了一杯热茶, 笑着说道, 谢叔竟来生意可好。 按照林昭先前与谢三元, 还有大通商号签订的三方条约, 谢三元在京城里的字母生意, 由大通商号投资并且提供销售渠道, 最后的收益, 大通商号拿两成, 林昭与谢三元各自四成。 这几个月时间, 林昭的重心一直在宫里, 在皇帝身上, 没有什么闲暇去关心他曾经极其在意的字母生意, 如今宫里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皇位也已经尘埃落定, 他自然要问一问自己的生意了。 谢三元坐在林昭旁边, 端起桌子上的热茶喝了一口, 然后颇为感慨地说道, 这个大通商号真是神通广大, 半个月时间, 便在长安城办起了一座规模极大的作坊, 铜匠也招了百余人, 更厉害的是, 他们卖东西卖得极快。 谢三元轻声道,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似乎全国各地的书商都知道了字母的事情, 尤其是扬州, 姑苏这些地方的书商, 先后来了好几拨人, 巨市财大气粗的富强出手阔绰。 谢三元也是经商十几年的商人, 对于这些商场上的事情自然看得通透, 他放下手中的茶碗, 看向林昭。 最开始的时候, 我还能在作坊里指点指点那些铜匠师傅, 到了后来, 便全然没有我什么事情了, 平日里只需要借贷各地到来的书商, 给他们看一看成品字母, 生意就算成了。 说到这里, 谢老板颇有些感慨, 毫不客气地说, 如今大通商号完全有能力撇开咱们自己单干, 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每日所得依旧规规矩矩地跟我按二八分账。 听到这句话, 林昭微微低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心里清楚, 大通商号出手帮谢三元做字母, 本来就不是当作一件生意在做, 而是当人情在做, 至于他们收取的两成利润, 也就是向征兴的收一点而已。 这要按照实际贡献来说, 应该是大通商号拿八成, 林昭与谢三元一人一成。 大通商号让出来的利润, 可以看成是正通给自己这个大外甥的红包。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问道, 谢叔, 一套字母, 你们卖多少钱? 一套常用字母, 大概有四五千字, 定价是八百万钱。 谢三元缓缓说道, 另有一些生辟字, 要额外加钱, 还有一些经常用到的字母, 知乎哲也之类, 一般要备个七八个, 这些都要额外加钱, 一般来说, 一套字母在一千贯钱左右。 林昭不禁有些折舌, 这么贵? 不贵。 谢三元微笑道, 这东西保存得好了, 是可以用来传家的银盛, 一套字母传下去, 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印书的行当。 能做这个行当, 不敢说大富大贵, 衣食无忧总不会是难事。 一千贯钱, 买个子孙后代衣食无忧, 愿意花钱的大有人在。 谢三元笑着说道, 有个扬州来的书商, 眼睛都不眨, 便买了十套, 但凡是能到长安的书商, 买个两三套都不会吃力。 谢三元曾经也是书商, 不过他那个时候, 做的并不是很大, 哪怕是在越州城里, 也排不上号。 如他所说, 只要是能够到长安城里来的书商, 花个几千贯钱都不会太吃力, 定价有些太贵了。 林三郎微微摇头, 轻声道, 如果利润特别大, 便很快会有人争相模仿, 这个行当没有什么秘方可言, 最多两三年时间, 各地就会涌出房品。 一个商品的价格, 是由他的市场决定的, 在你没有可能垄断一个行业的时候, 即便价格一时虚高, 市场也很快会把价格, 压到他本来应该有的位置。 谢三元自然看不到那么长远, 他低声道, 即便如此, 那也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现如今能多挣一些, 自然要多挣。 说着, 他看向林昭, 微笑道, 账面上已经有了不少现钱, 三郎要不要把你的那份拿回去? 不用。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现在要钱无用, 先放在谢叔这里, 等有用处的时候, 我再向谢叔支取就是。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向谢三元, 缓缓开口。 不过, 有件事倒是需要谢叔帮我去办。 对于如今的林昭来说, 林和兄弟两个人都是小事情, 朝堂上的事情才是大事, 因此, 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耗费太多心力, 跟谢三元交代了一声之后, 便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 林昭在家里吃了饭, 看了看天色情好, 便换上官服, 准备去门下省上班去了。 从老皇帝辞世之后, 林昭便一直在家休息, 没有上班, 受风几世中之后, 也一直不曾去门下省报道。 他给出的理由是整理先帝起居住。 之所以不去上班, 林昭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这场皇权过渡之中, 他已经拿到了自己能拿到的最大利益, 成功拿到了给世中的官职, 那么其他的事情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林昭的本意是, 等朝局相对稳固一些, 再去门下省报道。 如今, 新帝在几位宰府的帮助下, 差不多已经把长安城的局势稳定了下来, 再加上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 林昭自然要开始上班了。 因为之前林昭的起居郎, 也是门下省的差事, 他是去过几次门下省的, 路径自然是熟悉, 进了朱雀门之后, 没过多久进了门下省。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林昭已经是正八经的五品官, 还是五品官之中最高的一级。 按照朝廷的规矩, 他进了门下省报道之后, 以后便要参加太极公的大朝会了。 有周以来, 除却那些天生富贵的勋贵宗士之外, 林昭大概是第一个能够在弱冠之前身着诸子, 参与朝会之人。 进了门下省之后, 门下省的丽园们见林昭穿着五品官服, 忙不迭地去给林昭带路。 没过多久, 林昭就被带到了一处工坊门口, 这个三十多岁的丽园, 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一身红衣的林昭, 低头道, 林给见, 曹世忠在正式堂, 不怎么回省里。 赵侍郎也被请去议室去了, 这是陈侍郎的班房, 小人去给林敲门。 侍郎曹松是挂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 因此他多半时间都在正式堂, 不怎么回门下省。 门下省大半的直视都是两个黄门侍郎与四个给侍郎在座。 大黄门林昭的顶头上司, 而他口中的林给见则是称呼林昭的官职。 林昭的官职是己师忠, 给见则是己师忠与建义大夫的合称, 两个官职同在门下省, 同是正无品上, 再加上两个官职都不太好称呼, 便经常被放在一起合称给见。 给世忠的差事是博证政令, 而建义大夫的职责是建义得师。 这两个差事在大洲某个特殊时期还充当过理鬼使一职。 林昭点了点头, 扭头对这个立元说道, 我自己敲门就是, 你下去吧。 立元攻攻静静点头, 躬身退下了。 林昭则是上前扣门, 门响三声之后, 里面便传来了一个沉稳的声音。 进来吧。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推门走了进去。 他手捧力不文书, 脉步上前, 微微低头拱手, 下官林昭, 受命任己事中一职, 特来拜会上官。 三省的官职, 像是林昭这样的无品官, 往往就十分权重, 大皇门作为门下室中的副官更是如此, 这个官职在大周初年是正四品上, 后来三品的室中被升为二品, 作为室中的副手, 皇门侍郎也跟着升为正三品。 到了大周中期, 室中大多成为宰相的家贤, 不怎么理会门下省的事务, 本省的政务便大多有两位大皇门处理。 也就是说, 这个差事基本上可以等同与门下省的长官。 而且, 朝廷凡政之池章, 是之宇夺, 皇门侍郎均要出席参议。 皇门侍郎入正式堂拜相者, 不计其数。 比如说另外那位赵侍郎, 便很有希望在新朝拜相。 而即便是不拜相, 这个职位也差不多等同于副宰相了。 对于国家大事, 可能没有决定权, 但是已经有了参议权。 这位大皇门, 不管是品级还是权柄, 目前都要胜过灵昭的叔父灵检一些。 当然了, 灵检很快就会拜相, 到时候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能够在门下省坐到大皇门, 一般都是在四十岁左右。 这位陈侍郎看起来差不多五十岁出头的年纪, 他本来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翻看百官奏书, 听到了灵昭的话之后, 他放下手中的文书, 看了看眼前这个年轻到了极点的少年人。 随后, 他又把目光看向了灵昭身上的五品官服。 这位大皇门很快反应过来, 放下手中的文书, 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很是热情的笑容, 是小灵叹花来了。 这位大皇门姓郑明洪乃是征朔年间的近史, 进入朝堂的时间比起灵昭还要早上几年, 官徒也算是顺风顺水。 在他这个年纪做到三品官, 败相的几率极大, 因为资历资格都已经够了, 差纸差地做上那人的一句话而已。 因此, 这位大皇门看向灵昭的表情极为热情, 比起之前的那个门下势中曹松, 都要热情得多。 因为灵昭是东宫官, 算是半个前邸之人, 更重要的是, 灵昭的叔父灵简, 如今已经是帝师, 即将入正式堂拜相的宰相。 陈宏拉着灵昭,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 对着灵昭笑道, 早听说门下省要来一个青年俊宴, 今日一见, 小灵叹花年轻的下人, 我们这些老家伙, 用不了多久, 便都要被后浪赶出长安了。 两个人之间的称呼, 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是与灵昭评级, 或者是比灵昭评级低的人, 即便是称呼灵昭的公民, 也只能称呼灵叹花, 而不能称小灵叹花。 只有像陈侍郎这种比灵昭品极高, 年纪也比灵昭长的人, 才能称呼一声小灵叹花, 显得亲切。 既然要来门下省上班, 灵昭自然是提前了解过自己的上司们的, 当下微微低头, 陪来的笑脸。 陈侍郎玩笑了, 您这个年纪, 正当年的时候, 将来是必然进正式堂拜相的。 我们这些晚辈, 要学的还很多。 这位大皇门, 有些诧异地看了看灵昭, 微笑道, 原以为年轻人多少都会有些傲气, 尤其是小灵叹花这种少年得意之人, 难得小灵叹花你, 竟然颇为谦逊。 你那个叔叔林元达, 比我还要小上几岁, 眼见便要入正式堂拜相了, 小灵叹花你, 也在这个年纪, 坐上了给世中的位置。 他辅长感叹, 岳州灵氏, 真是羡煞旁人。 灵昭看了看这个长相中正的大皇门一眼, 轻声道, 如今朝廷正式用人之计, 陈侍郎进正式堂,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门下省有两位大皇门, 另一位大皇门进宫议室去了, 只有陈宏这么一个皇门侍郎在省里做事, 也就是说, 另外一位赵侍郎, 很有可能已经得到了进入中枢的机会。 这样一来, 这位陈侍郎自然会对灵昭极为客气, 因为即便灵昭身后没有新皇, 最起码也有一个必然败向的灵渊达, 结交一下自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这个原因, 这位大皇门对灵昭十分热情, 不仅刘灵昭在自己书房里聊了半个时辰, 还亲自带着他去见另外三位给氏忠。 门下省四个给氏忠各有职责侧重, 不过总体方向都是博政政令, 有的给氏忠主要负责中枢下来的文书, 也有主要负责审阅百官奏书的, 还有一个给氏忠主要负责审阅力部的人事任命, 每一个给氏忠都十分权重。 相比之下, 数审核中书文书以及审核人事任命的两位给氏忠权柄最重。 不过, 灵昭现在刚刚就任给氏忠, 暂时还没有挑选差事的资格, 只能先跟着几个给氏忠前辈好好学上几个月, 等完全熟悉了本职业务之后, 才能慢慢接手给氏忠的工作。 当然了, 这个过程是需要门下省的同事配合的, 如果另外几个给氏忠一致排外, 不待见这个年轻的新同事, 那么灵昭想要接受工作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甚至在整个给氏忠的任期之中都触碰不到这个差事的核心职权。 不过有陈宏这个大黄门给引荐, 再加上灵昭身后有个林元达座背景, 他在门下省的工作便不会太难。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 灵昭都在门下省里认识新同事, 包括一个大黄门, 三个给氏忠还有四个建议大夫。 到了中午的时候, 灵昭便带着这些同僚们出了皇城, 去朱雀门门口的心道坊里吃了一顿。 也不知这些人是给灵昭面子, 还是给灵昭身后的林元达面子。 门下省的高官除雀一个不在门下省的市中曹松, 以及另一个去了中书一世的大黄门不在。 其他高级官员统统出席了这场邀请, 狠狠地吃了灵昭一顿。 拿人手软, 吃人嘴短, 吃了灵昭一顿饭, 将来在门下省里。 这些人便不太好给灵昭脸色看, 灵昭的工作也会顺畅许多。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一段不短的时间里, 灵昭都会待在这个位置上, 很难外有所动弹。 事实上, 这才是做官的常态, 先前之所以灵昭从一个星科进士身份连跳几级, 全是因为老皇帝的意志与威望。 如果是当今皇帝再想要这样提拔一个星科进士, 门下省这些给市中, 多半就会把这种有些离谱的人士任命给驳回。 上午认识了一帮同事, 到了下午的时候, 灵昭便在自己的宫位上随意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书, 大概了解了一番自己未来的工作环境。 下午深时出左右, 天色还亮的时候, 灵昭的几个给市中同事便差不多都收拾东西回家去了。 灵昭起身伸了个懒腰, 也收拾了一番自己的东西, 准备回家去。 事实上, 这会儿还没有到朝廷下班的时辰。 不过当作官做到一定的级别, 便不用再拘泥于朝廷的上下班时间, 就像门下省的这两个大黄门来说, 他们只要做好了自己的差事, 就算一天两天不来门下省, 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 给市中的品级是正无品上, 也是门下省的高级官员不怎么要遵守衙门的上下班时间。 灵昭把自己今天整理好的几张条子收了起来, 便准备回家去了。 这几张条子上, 写着他今天总结出来的给市中职务简要。 未来几年时间里, 他大概都要面对这些东西。 因为下班比平时要早, 灵昭走出猪雀门的时候, 天还大亮, 灵昭也没有上自家马车, 不幸走回常兴方。 常兴方就临近猪雀大街, 因此, 灵昭出了猪雀门之后, 只要顺着猪雀大街走下去, 便可以走回常兴方。 这条路, 他已经极为熟悉, 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为了不惹人注目, 他出猪雀门之后, 便把一身飞红官服换了下来, 交给了马夫带回家。 现在的灵昭, 只穿着一身天蓝色长衣, 看起来像是一个长安城里的富家贵公子。 就这样, 灵昭快要走到常兴方的时候, 突然间在道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不假思索, 便迈步追了过去。 很快这个身影就进了一处胡同, 灵昭刚走进去, 便看到胡同里的一处有些不太好找的宅子。 他迈步走了进去, 只见这处宅子的院子里, 有一座小木亭, 亭子下面, 坐着一个一身灰色衣裳的中年人。 灵昭微眯了眯眼睛, 走上前去, 微微欠身, 二舅什么时候回常安来的? 今天才回来, 郑通坐在小亭子下面, 抬头看了看灵昭, 开口道, 皇帝病天之后, 五娘给我写了封信, 说是皇帝临死前跟咱们家道歉了。 他看向灵昭, 问道, 是也不是。 是。 灵昭坐在郑通对面, 缓缓开口, 我亲耳听到圣人说的。 郑大观人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 郑是一门的仇怨, 不是他里愿一句对不住便可以消解的。 说到这里, 郑通闷哼了一声, 就这么死了, 也算便宜他了。 灵昭看了看郑通, 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不瞒二舅。 先帝临终之前数月时间, 一直睡不着觉, 说是一闭上眼睛就会梦到外祖, 吓得他有时候几天几夜不合眼。 那几个月时间, 他吃了不少苦, 一直说外祖过来找他了。 灵给剑声音低沉, 开口道, 非是我替先帝开脱, 这鬼神之说也未必可信。 但是最后几个月时间, 先帝被梦魇折磨得极苦, 到最后便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他抬头看向郑通, 低声道, 上一代的恩怨, 我这个做外甥, 做外孙的, 没有资格说什么。 说这些, 也只是想跟二舅说, 事情当过去便过去。 郑通抬头看了看灵昭, 位置可否, 他低头喝了杯热茶,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突然问了灵昭另一个问题, 你爹还有你那两个哥哥, 都到长安来了。 灵昭叹了口气, 颇为感叹地说道, 他们昨日才到长安, 二舅今天便已经知道了, 大通商好, 真是无孔不入。 你想多了? 郑通眯着眼睛, 轻声道, 我并不曾派人盯着你, 知道的事情, 也只是在坊间打听到的居多。 听说三郎你跟你那两个, 兄长有怨。 你父亲带他们过来做什么? 说是要参与我的婚事。 灵昭皱了皱眉头, 低声道, 不过听他们的意思, 是想要在长安, 给他寻一份学业。 想得倒是美, 郑大官人默默站了起来, 声音沙哑, 他们这种贪得无厌的性子, 真是让人作呕。 三郎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舅舅头上了。 还有你那个爹? 郑通声音有些冷意, 当时在越州, 我亲自叮嘱他, 要带你母亲好一些, 他当时也满口硬下, 答应得很是痛快。 此后十几年, 你们母子都没有过上好日子。 郑大官人语气之中, 有些冷然, 我正要寻他算账。 当年郑通刚刚脱身没有多久, 深怕自己一家人再给朝廷捉了去论罪处死, 因此他在越州寻到了林二娘之后, 并没有直接出面跟林二娘见面, 而是在越州城里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 并且给了这个书生一笔钱, 让他去给林二娘赎身。 当时, 郑通与这个书生约定好, 那林二娘入门之后, 一定要好生善待, 不得欺辱。 这年轻书生满口硬下, 拿了钱之后也没有跑, 狠手幸运, 把林二娘带回了自己家里, 做了妾室。 后来没过多久, 林昭便出生了, 在之后的事情, 便是东湖镇的那些事了。 这十几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郑通等人也想起过林二娘这个妹子, 只不过林二娘不愿意, 让自己的儿子林昭, 跟一群逃犯沾染上什么干系, 因此便一直在东湖镇里过活。 此后在长安城里, 林昭取重近视之后, 郑通才现身与林昭相见, 全然了解妹妹与外甥这些年的胜过之后, 郑大观人当然心中有气, 只是先前, 他在长安与行阳之间往来, 没有功夫千里迢迢赶到粤州去。 林昭坐在郑老板对面, 没有接话。 而是开口问道, 二舅, 您一个人回的长安? 本来是应该在行阳给老人家尽孝的。 郑通面色平静, 开口道, 但是长安城里出了事, 我便回来看一看局势如何, 顺便看看李家的这位新皇帝, 是个什么橙色。 提起新皇, 林昭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提醒道, 二舅, 据我所知, 司公台应当是知道, 您还有另外两个舅舅的, 他们也知道大通商号。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今, 司公台的大太监位中, 已经不在司公台了, 但谁也说不清楚, 他有没有跟新皇说过什么。 您还有大通商号在长安活动, 都要小心一些。 林给件声音低沉, 先帝已经去了, 没有人知道, 新皇是个什么星子。 听到这句话, 郑通面色有些复杂, 他微微点头, 开口道, 我知道了, 他沉默了许久, 才默默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这些事情以后再提, 我先帮着你解决了越州林氏的麻烦。 他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开口道, 你领我去见你爹。 林昭看向郑通, 苦笑道, 二舅, 事情不好, 闹得太大, 这件事情与你无干。 郑大老板声音低沉, 是我形阳正事, 要跟越州林氏, 要个说法。 说吧, 他静止朝着门口走去, 林昭没有办法, 只能跟在他身后走出了这个胡同。 这里距离常兴方不远,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常兴方。 到了常兴方之后, 快到林家大门的时候, 郑通回头看向林昭, 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三郎你先避一避, 今日之事, 不要跟你扯上关系。 说白了, 还是一个孝子, 林昭现在是朝廷的官员, 但凡他跟自己的父兄有了什么冲突, 都会影响到他的官省。 而郑通就不一样了, 在宰相郑温的尸骨, 被葬回邢阳正式祖坟之后, 当年的旧事, 多半不会有人再提起。 况且, 郑通现在明面上的身份姓程, 他是可以大大方方, 以林二娘兄长的身份, 出现在人前的。 林昭心里也清楚这一点, 他对着郑通微微点头, 开口道, 二九拿捏一些分寸。 郑大官人两手抄在袖子里, 面色平静,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会给他们些体面。 林昭微微欠身, 转身便朝着谢家走去。 而郑通则是走到林家大门前, 轻轻敲响院门。 没过多久, 院门打开, 一个林家的下人打亮了一眼郑通, 问道, 您找谁? 找林夫人。 郑通脸上露出一抹礼貌的笑意, 我是郑夫人的兄长。 听到是自家主母的兄长, 这个下人连忙进去通报, 很快就知会了林二娘。 听到消息之后, 林二娘心中一动, 便在后院书房里, 找到了正在读书的林清源, 开口道, 老爷, 我家兄长来了, 你同我出去迎一迎吧。 林清源放下手中的书卷, 愕然道, 这么些年, 不曾听说二娘你还有清卷, 早年走散了。 林二娘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到了长安之后, 寻到了从前的几个家人。 那, 是该出去迎一迎。 本来, 以林二娘妾室的身份, 家里来人了, 林清源也不一定非要出去迎接。 但是林二娘有了林昭这么个儿子, 在家里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 自然要出去迎接。 就这样, 夫妻二人来到了自家院子门口, 林二娘见到正通之后, 欠身扶了一扶, 行礼道, 兄长。 而林清源抬头看了一眼正通的长相之后, 便心中一颤, 也跟着微微低头, 硬着头皮拱手道, 兄长, 正大官人两只手都抄在前秀里, 也不回礼, 只是淡淡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中年读书人, 语气不嫌不淡, 二十多年未见, 看来你记性不错, 还认得我, 林清源心中多少有些愧疚, 低声道, 早年不知道是兄长, 多有失礼, 正通没有在说话, 而是迈步走进了林家大院, 进了正堂之后, 林家下人连忙上前奉茶, 正通在正堂坐下之后, 低头喝了口水, 回头看了林二娘一眼, 微笑道, 这茶水为兄喝不习惯, 五娘去帮我换一壶黄牙来, 林二娘本就聪慧, 自然知道正通这是要支开她, 她微微叹了口气, 起身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看了看正通, 二兄, 莫要声势, 我知道, 林二娘这才点了点头, 下去给正通换茶去了, 等林二娘走出正堂之后, 正通脸上的笑意,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林清源一眼, 语气不咸不淡, 但是却带着一丝蔑视, 小门小户的人, 果然靠不住, 一句小门小户, 把林清源说得满脸通红, 这个时代, 比较注重的就是门帝出身, 越州灵氏在越州, 已经是大家族, 作为越州灵氏的子弟, 林清源自然不能认同这句话, 更不能让自己给越州灵氏抹黑, 他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又羞又木, 我越州灵氏, 书香传代, 如何得罪兄长了, 你林清源得罪我了, 正通仍旧坐在椅子上, 淡淡地喝了口茶水, 二十多年前, 在越州城里, 你拿了我一千二百关钱, 当时你是如何赢我的, 林清源咬牙道, 我不曾亏待了二娘, 不曾亏待, 正通也站了起来, 冷眼看着林清源, 他们母子二人, 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林清源当真全部知情, 你知道我家五娘, 是什么出身, 正大观人声音沙哑, 隐含怒气, 如果不是家里遭了难, 莫说是你这个破落书生, 就是少年中近视的林源达, 也休想碰到我家五娘的一片衣衫, 正通这话, 没有半点夸张, 要知道, 当年正温的职位, 并不是正式堂里的一个普通宰相, 而是中书令, 大周近一百年以来, 唯一的一个中书令, 这是当之无愧的首相, 也是当时朝廷里地位最高的一个人, 门声顾虑不计其数, 地位高到, 连皇帝都对他忌惮不已, 这也是皇帝最终不顾师徒之情, 对自己的恩师痛下杀手的最大原因, 当年正温的几个儿子, 包括正通等人在内, 都先后被皇帝赐婚公主, 结果都被正温以恩荣太圣婉拒, 最后皇帝为了亲近正家, 甚至把自己的孢妹, 嫁给了正温的学生歧师道, 当初如果正家不出世, 那么以林二娘的身份地位, 即便不嫁皇子, 最少也会嫁入相门这类顶尖豪门, 像林俭这种少年中近视之人, 即便能娶正家女, 也是娶树初, 或者旁知的女子, 根本不可能娶到林二娘, 林俭已经足够优秀, 她尚且触碰不到邢阳正事, 更不要说一个破落书生林清源了, 当年是正家遭逢大难, 再加上事态紧急, 正通才会把林二娘托付给林清源, 林清源听到正通的这句话之后, 先是念如着没有说话, 然后咬了咬牙, 开口道, 无论二娘家世如何高大, 进了我林家家门, 便是林家父, 林某这些年虽然属于家世, 导致二娘母子受了些委屈, 但是林某本人总是没有欺虐他们母子的,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 兄长横家埋怨, 只会坏了我们自家的感情, 其他, 林清源咬了咬牙, 开口道, 其他毫无益处, 坏了你们的感情, 正通仍就是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微微冷笑, 听你的口气, 莫不是想跟五娘分开,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正大观人微微冷笑, 我这些年不曾出面, 倒不好跟五娘说这些劝奋的话来, 你能主动撇开他们母子, 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说到这里, 正通反而坐了下来, 不懈地看了看林清源, 你知道三郎现在是什么官职, 林清源虽然心里有些心虚, 但是终究是摸不开面子, 还是坐了下来, 硬着头皮说道, 自然知道, 门下省的给世中, 你也知道他现在是给世中了, 正通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从大洲文皇帝到明皇帝时期, 你知道有多少人以己世中之职, 家同中书门下三品, 入正式堂拜相的, 见林清源沉默不语, 正通不屑一笑, 你这种小门小户, 自然不知道, 在那段时期, 有不下十人在给世中的位置上, 入正式堂拜相, 大洲的官职有些特殊, 只要你得了圣券, 有些时候官职并不是线性上升的, 而是会出现跃迁, 有些从龙之宫, 年纪又足够的官员, 可以在两三年之内, 从一个七品官, 直接被抬进正式堂拜相, 成为长安城的相公, 当然了, 能进正式堂是一回事, 能不能在正式堂里坐稳, 就又是一回事了, 因为朝堂上的顶层官员, 基本上都是三品官, 因此, 只要做到五品官, 穿上一身红袍, 理论上来说, 就已经成为了大洲的高级官员, 拥有了被皇帝, 破格抬进正式堂的资格, 当然了, 从明皇帝之后, 这种魄力便少之右手, 一般都是你戳中了皇帝的心窝子, 成为了皇帝的心动男孩, 才可能会有这种待遇, 即便不进正式堂拜相, 几时钟一直在长安城里, 权力也可以稳稳地抬进前五十, 他今年还未满十八岁, 正通静静地看着林清元, 轻声道,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他面无表情, 自问自答, 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你们越州灵氏除开林渊达一人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绑在一起, 也急不上他, 但凡你们越州灵氏现在有那么一丁点的远见, 这个时候即便没有办法给三郎带来什么助理, 最起码也应该老老实实地, 不要给他拖后腿, 正大老板淡淡地看了看林清元, 你还想去走林渊达的门路, 把你的那个儿子送进国子监, 是不是? 林清元低着头, 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真是目光短浅, 鱼不可及, 正通毫不客气地说道, 如今, 长安城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林渊达即将败相, 不出意外的话, 新皇登基之后的第一次停推, 就会议这件事, 在这个关口, 你们越州灵氏不思相帮, 反而想通过他这个国子祭酒, 塞一个蠢物进国子监, 正通和和冷笑, 如果林渊达应了你, 年后停推之前, 但凡他有一个半个政敌, 将你那个蠢物儿子, 从国子监里拉出来试一试, 那么林渊达的名声便就此坏了, 即便新皇将他强行抬进正式堂, 未来也会止步于同中书门下三品, 郑大观人低头喝了口茶水, 继续说道, 说不定很快就会被人抬出正式堂, 你说到了那时候, 他恨你不恨, 林渊达脸色有些难看, 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按理说, 越州灵氏也是越州大族, 不至于连这么一点见识也没有, 正通继续看着林渊达, 不嫌不淡地说道, 我很好奇, 你带人进京, 想要走林检后门这件事, 越州灵氏的家长到底知不知道, 这话一出, 林清源脸色瞬间涨红, 这件事情, 林家家长林思政当然不知道, 乃是在张氏窜多之下, 林清源假借给林昭操办婚事之名, 偷偷把两个儿子带到长安来的, 见林清源这个表情, 正通府长拍了拍, 呵呵一笑, 果然, 越州灵氏还不至于这样目光短浅, 正通洋洋洒洒说了一通之后, 见林清源坐在原地不说话, 他便懒洋洋地继续说道, 看在我家妹子, 还有我那个大外甥的面子上, 给你指两条路, 第一条路, 乖乖地把你那两个儿子送回越州去, 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帮不上忙, 也不要在这里添乱, 五娘是个温婉的性子, 他不会气了你, 三郎也不会气了你这个生父, 你只需要做好一个父亲应做的本分, 然后静静地等着便好, 这位邢阳正是曾经的二少爷, 与其平淡, 等着你的儿子将来慰及人臣, 等着你的家族繁荣兴盛,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当然了, 如果你还要继续这样下去, 我也不会拦你, 他看着林轻元脸上的表情, 再一次收敛起来, 再这样做下去, 得罪了林元达, 再得罪了三郎, 这些年, 岳州灵氏祖坟上的青年便白貌了, 郑大官人两手抄袖, 淡淡地看着林轻元, 到时候, 我也不用再顾及五娘与三郎的脸面, 岳州灵氏破产, 他缓缓起身,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只在我一念之间, 林轻元被正通一番话, 说得哑口无言, 他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想要开口说话, 硬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正通看到他这个模样, 微微摇了摇头, 背负双手, 朝着外面走去, 安生一些, 莫要糟蹋了自己的好命, 长安城里所有人, 包括那些李家人在内, 如果能有三郎这样的儿子, 恐怕做梦都要孝醒, 偏偏你这种目光短浅之辈, 还在背后做一些鱼不可及之事, 好自为之罢, 正通迈步走到门口, 回头看了林轻元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三郎需要体面, 我也要体面, 但是你如果再这样不灵醒, 将来只会失了自己的体面, 如今站在林轻元面前的, 是在整个大洲都可以名列前茅的富商, 有这么庞大的资本在, 林轻元父子在他面前, 如同大海面前的一滴水, 想要淹过去, 再容易不过了, 甚至于在越州已经极为富庶的越州灵氏, 在大通商号面前也算不上什么, 只要正通愿意, 越州灵氏破产,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正通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只要林轻元不再给林昭添乱, 那么大家都能够维系明面上的体面, 也可以维持现状继续下去, 但是如果林轻元还要被村妇裹挟,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那么大通商号, 有的是办法让他体面, 说完这句话, 正通便迈步走了出去, 他刚走出正堂, 迎面便撞见的林二娘, 林二娘这会儿手里端着茶水, 他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看正通, 轻声开口, 二兄要走了, 正通点了点头, 对着林二娘微笑道, 我留在这里不太合适, 有些三郎不方便跟他说的话, 我已经跟他说了, 话说完, 我就该走了, 林二娘微微点头, 叹了口气, 劳烦二兄嘛, 你来之前, 见过招, 正通回头看了看身后, 确定林轻元没有偷听之后, 才点了点头, 见过, 我与他一同进的长心方, 林二娘缓缓点头, 轻声道, 三兄与五兄, 还在行阳吗, 老三还在, 正通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道, 老五, 已经北上去了, 北边的局势不太安稳, 需要他去盯着, 林二娘抬头看了看正通, 问道, 二兄, 如今父亲已经葬回了行阳, 那个人也已经死了, 几位兄长还这样到处奔忙, 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正通微微低头, 淡淡地说道, 自然是为了翻案, 为了有一天, 我们兄弟的后代, 可以光明正大的重回行阳, 重新掌握行阳正式, 林二娘将茶水放在一旁的栏杆上, 拉着正通的衣袖, 到了自家院子的一处凉亭下面, 他抬头看着自己的兄长, 低声道, 二兄, 朝廷已经不追究当年的事情了, 你, 还有那些侄儿侄女们, 现在就行回正姓, 没有人会去追问, 不一样的, 正通面色平静, 看着眼前的妹子, 微笑道, 普通的正姓, 与行阳的正姓可不一样, 不过你放着, 李渊既然已经死了, 这庄仇怨便消散了大半, 我们, 不会做出什么祸国殃民的事情, 说到这里, 正通站了起来, 对着林二娘微笑道, 至于我们兄弟要做什么, 便不告诉五娘了,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你的这个儿子, 很是了不起, 正大观人微微低美, 想来父亲年少时, 也不过如此, 提起父亲, 林二娘目光之中, 也有了一个悲涩, 他抬头看向正通, 微微叹息, 皇帝大行, 三个月之内不能婚嫁, 因此, 昭二的婚事, 大概在明年开年之后, 二兄你们, 来不来, 这个自然要来的, 正通哈哈一笑, 三郎算是我们半个正家人, 他的婚事, 我们这几个做舅舅的, 都会到场, 五娘放心, 你的娘家总是有人的, 听到这句话, 林二娘缓缓点头, 对着正通扶了一扶, 开口道, 二兄, 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 世上不可为之事, 如不必为之, 便可不为, 你还有两位哥哥, 都是死里逃生, 如今也都各有家业, 凡事, 他长叹了一口气, 当慎重一些, 正通自然明白自己这个妹子的心思, 他微微一笑, 开口道, 即便千难万难, 我还是想在死之后, 埋进正家祖坟里, 如果到了将死之时, 还埋不进去, 正通顿了顿, 然后淡淡地说道, 便把骨灰撒进锁盒之中, 也算魂归故里了, 这个时代的人, 对于故乡对于宗族, 有着一种莫大的执念, 正通如此, 林简也是如此, 林二娘也是士族女子, 自然能够理解正通的想法, 他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二兄, 我送你出去, 正通欣然答应, 在林二娘的陪同下, 一起走到了正家大门门口, 临别之际, 正通回头看了看林二娘, 轻声道, 五娘, 今后不要再委屈自己了, 你身后有一个娘家, 还有个这样厉害的儿子, 用不着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如果岳州林氏不知好歹, 你只要说一声, 我们三个兄长, 都不会在一旁干看着, 林二娘心中一暖, 对着正通低头道, 多谢兄长, 不曾委屈自己, 正通看了看他的表情, 微笑道, 不用在意那个林家的老七, 且不说他, 会不会因为岳州林氏与三郎翻脸, 就算会, 咱们也不怕他, 说完这句话, 正通背负双手, 慢慢走远, 拐进了一个胡同里, 正通走在长心坊里, 刚走了没多久, 就在一处大树下面, 看到了已经换下官服的林给剑, 他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迈步走了过去, 三郎在等我,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就是问一问, 二就处理好了没有, 如果二就处理好了, 我这边便不用再有所动作了, 正通笑眯眯地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老实, 如果我不出面, 你准备怎么把那两个人赶出长安, 林昭神秘一笑, 没有开口回答, 正通见套不出话来, 便开口说道, 如果你父亲还小事的话, 应该会很快把林家那两个人, 送出长安城, 如果他不懂事, 正通顿了顿, 开口道, 大通商好, 会替他办完这件事, 说完这句话, 正通看了看林昭, 微笑道, 三郎如今做了大官, 身着珠子了, 身边可缺一些堪用之人, 林昭扭头看向正通, 微微皱眉, 二就的意思是, 你的两个表兄, 也已经进长安了, 正大官人微笑道, 三郎如果用得上他们, 也便找时间, 带你去见见他们, 也互相认识认识, 当初正家出世的时候, 除了林二娘年纪太小不曾婚配之外, 他的兄长们大多都是有家事的, 只不过在那场变故之中, 妻儿大多走散了, 后来, 正通侥幸从岭南逃出来之后, 便开始到处找寻正家的家人, 幸存下来的三兄弟, 只有老三正娘一个人找到了曾经的夫人, 其他两兄弟都没有找到原配夫人, 值得一提的是, 正家的长子正者, 虽然死在了那场动乱之中, 但是当时他已经有六七岁的儿子, 却侥幸活了下来, 并且被正通等人找到, 抚养长大, 后来, 兄弟三个人, 渐渐有了一些立足之地之后, 便用化名先后娶了不少妻妾, 当初一夜之间, 便被家破人亡的郑温一脉, 血脉并没有断绝, 反而在大通商号这块招牌之下, 甚至除了那位正家的长孙之外, 没有人见过祖父郑温是个什么模样, 但是郑温这一脉, 毕竟传承下来了, 而且血脉还不少, 正通三兄弟都早早地过了不惑之年, 正通本人甚至已经到了快要知天命的年纪, 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 只要死了, 能够埋在行阳, 便已经可以接受, 而三个人至今仍旧孜孜不倦地, 想要重回行阳正世,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让这些正家的后人, 重回行阳正世, 重新回到这个千年世家之中再一次冠上正姓, 他们对于行阳正世有着极高的荣誉感, 听到正通这番话, 林昭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道, 如今我在门下省里认识, 并没有需要帮手的地方, 将来我如果出了长安城做事, 还真需要一些旧父的帮助, 正通本来正在跟林昭闲聊, 文言回头看了看林昭, 有些诧异, 你在长安城里做你的金官, 前途无量, 为什么要出长安? 这位正大官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开口道, 按照朝廷外放的成立, 金官外放到地方去, 应该是升两级左右, 你现在是正无品的给事中, 再升个两级, 岂不是要摸到正四品了? 说到这里, 正通自己就否决了这个念头, 摇头道, 不可能, 朝廷不会有这么年轻的封疆, 正四品, 已经是中州的刺史, 也就是俗称的支州,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封疆, 林昭学着正通的模样, 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面色平静, 二舅, 这里不安全,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正通微微点头, 领着林昭在长兴方里转了几圈, 又转进了一家胡同里, 打开了一处宅子的大门, 林昭跟着他走了进去, 不由暗自择舌, 自己这个二舅, 真是土豪, 在长安城里到处置办产业, 两个人进了宅子之后, 各自坐了下来, 林昭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道, 五舅, 从北边送到我手里的消息, 我都认真看过了, 林三郎语气笃定, 康东平一年不返, 两年不返, 三年五年必返, 如果长安破城, 不要说我是门下省的给士忠, 就算我成了正式堂的宰相, 也没有用处, 兵货远胜于天灾, 林昭声音沙哑, 开口道, 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挡住康东平, 但是总不能一直躲在长安城里等着他过来, 因此, 我想出去看一看, 林昭声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等我在给士忠的这个位置上, 混到一些资历, 七叔他, 也在正式堂里站稳脚跟的时候, 我便会申请外调, 出去看一看, 为天下百姓做些事情, 兵货这个概念, 林昭再熟悉不过了, 后世只要读史书,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兵货的残酷, 在如何繁华的城市, 只要兵货来袭, 几天时间就可以变成人间地狱, 尸横遍野, 血流飘畜, 一子而食这些词语, 绝不仅仅只是词语而已, 另一个世界, 安禄山打进长安城里, 轻而易举地击碎得大唐的盛世, 彼时长安城里, 一只老鼠可以卖到七千钱, 乱世之中, 命不如草, 林昭再从小在东湖镇长大, 同时也在长安城里, 待了两三年时间了, 他颇为喜欢这座熊城, 尤其偏爱安人方的油泼面皮, 以及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的东西, 二世, 可能他一个人的能力, 没有办法拯救天下人, 但是既然来了, 总要做些什么, 听到林昭的话之后, 正通低头喝茶, 沉默了许久, 为天下百姓做些事情, 正通喃喃重复了一句, 然后扭头看向自己的大外甥, 表情有些复杂, 当初林皇帝的时候, 天子无道, 各地反贼四起, 名不聊生, 那时候, 你外祖并没有出事, 而是住在行阳城里, 你去过行阳, 应该知道, 行阳正是固若金汤, 不要说那些反贼, 就是官军, 轻易也打不进来, 这个时代, 但凡是这些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世家, 每一家都有一些自保之道, 比如说, 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大庄子, 有些甚至依山而建, 在庄子里囤积大量的粮食, 甚至还会训练庄户, 形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旦碰到乱世, 他们就会闭门不出, 这种庄子, 等闲的匪类打不进去, 真有人能够打进去了, 肯定就是大规模的力量, 多半也会对他们以礼相待, 甚至会后代, 就这样, 等到天下更易, 或者是反贼平定了, 这些士族才会重新开门, 考虑出世或者不出世, 行阳正事也是如此, 临昭去过行阳, 也去过郑家, 就行阳正事的那个庄子, 当初打进越州城的那些东白山山贼, 如果去打行阳正事, 多半会统统白给, 郑大观人神色复杂, 你外祖作为郑家的嫡系, 那个时候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当时的他, 跟现在的你一样, 正通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说, 他想要为天下做些什么, 因此, 他离开了行阳, 只带了一个书童, 来到了长安城, 说到这里, 正通闭上眼睛, 声音有些低沉, 后来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三郎, 人心叵测, 正通深呼吸了一口气, 扭头看向灵昭, 开口道, 为天下人做点什么, 或许没有那么艰难, 难得是人心诡诀, 你诚心诚意的, 去为天下人做事, 说不定就会有人在背后捅你的刀子, 正通声音沙哑, 开口道, 李源就是如此, 李源此人, 胸襟在皇帝之中, 算是宽广, 他的这个儿子, 未必就急得上他, 甚至可能会比他远逊, 正大观人淡淡地看着灵昭, 开口问道, 三郎, 你外祖前车之鉴不远, 你要引以为鉴, 灵昭对着正通笑了笑, 开口道, 二舅放心, 我与外祖不一样, 他老人家是公于谋国, 捉于谋身, 而我, 林三郎呵呵一笑, 开口道, 会先谋自身, 再想其他, 跟正通坐在一起聊了小半个时辰, 这位大老板才起身离开, 临走之前, 他并没有给林昭什么具体的承诺, 比如说, 将来大通商号一定鼎力支持云云, 但是他看向林昭的表情, 与从前有了一些区别, 他起身离开, 林昭也跟着站了起来, 回到了自己家中, 到了自家院子里之后, 林清源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不少, 吃饭的时候, 他看着刚刚回家的幼子, 微微叹了口气, 三郎, 微复这两天仔细考虑了一番, 这个时候, 你刚刚升了官, 还是前程要紧, 你二哥暂时就不进国子健了, 便在长安城里给他找个学堂, 让他在学堂里读书就好, 论教育资源, 长安城自然是要比越州城好得多的, 既然已经到了长安, 自然没有再回去的道理, 林昭端着饭碗, 自顾自地吃饭, 您要是想给他找学堂, 便自己去找救世, 只是长安城里的学堂费用不菲, 这些钱可要您自己出, 林清源想着, 正通刚才跟他说的话, 不由低声开口道, 这个为父明白, 这两天我就出门去, 给他寻个合适的学堂, 林昭看了看林清源有些为难的表情, 张口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只要那兄弟俩不来找自己, 那么他去哪里上学, 其实都跟林昭没有什么关系, 林二娘坐在林清源旁边, 对着林清源笑着说道, 谢家姐姐这一年在长安城里认识了许多人, 明日我去寻谢家姐姐问一问, 让他帮着老爷给二郎寻个学堂, 就是, 他口中的谢家姐姐, 自然就是谢三元的夫人, 谢淡然的母亲了, 这位谢夫人倒是个喜欢交际的人, 到了长安接近一年的时间里, 着实认识了不少人, 甚至长安话也说得像模像样了, 不过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圈子, 谢夫人即便家里有钱, 但是毕竟不是关身, 她能够接触到的关系, 即便有, 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林昭听到这话之后, 微微皱眉, 但是爱与母亲的脸面, 便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一家三口, 便在这微妙的氛围里, 吃完了一顿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只要是上班时间, 林昭便规规矩矩地去门下省报道, 向另外几位给市中前辈请教问题, 他是新朝的红人, 又是林俭的侄儿, 再加上为人处事, 很是圆滑通透, 很快就在门下省里, 与本省的同僚们打成了一片, 甚至已经开始慢慢接触给市中的本职差事了, 转眼, 就是前德十年的年关, 朝廷官员休暮, 长安城里, 也进入了热热闹闹的年关, 作为天下独城, 长安的节日气氛自然要比其他城市浓厚许多, 只不过因为老皇帝病天没有多久, 此时长安上下仍有不少地方挂着白帆, 因此今年的年节便没有大肆庆祝, 相比起来也没有往年热闹, 到了年关, 前德十年便结束了, 也就是说中宗皇帝最后一个年号走到了尽头, 年节来临之前, 朝廷正式颁布文书, 宣布改元永德, 长安城里迎来了新年号的元年, 虽然家家户户都没有张灯节彩, 也没有像往年那样燃放爆竹, 但是该登门拜年还是要拜年的, 从大年初一开始, 临昭便在长安城里到处拜年, 有平康方的林简一家, 同方的谢家, 永兴方的丹阳长公主一家, 还有宋王府, 吏部尚书周府, 以及圣业方的崔家, 这些, 要么是临昭的上司, 要么就是有亲有救, 怎么也应该去登门拜访的, 这些流程走完, 时间已经到了大年初, 这天一大早, 临昭便早早地起身, 吃了早饭之后, 便早早地坐上了自家的马车, 出门去了, 长安城的冬天颇为寒冷, 即便是坐在马车里, 也要点起炉子避寒, 林昭带着家里的车夫老吕, 从谢家接了谢旦然之后, 马车缓缓地朝着城外走去, 谢旦然坐在林昭对面, 两只手缩在自己的袖子里, 睁着大眼睛看向林昭, 三郎, 咱们, 这是要去哪呀? 去给一个长辈拜年, 林昭笑着看了看谢旦然一眼, 然后把目光看向窗外, 颇有些感慨, 往年的时候, 他家里这时候应该是门庭弱势, 不过今年, 应该只有我一个人了, 林昭的马车缓缓离开长安城, 到了城门口的时候, 林昭下了马车, 在路边一个卖炭老翁处, 买了一大筐烛炭, 然后跟老吕一起, 装在了自己的马车车厢里, 天气虽然冷, 但是好在没有下雪, 马车走得还算顺畅, 林昭是一大早出发,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终于来到了城外的一处小山山脚下, 他跳下马车, 伸手把谢旦然也拉了下来, 谢旦然抬头看了看眼前的这座小山, 有些好奇, 三郎, 你这个长辈, 住在山上? 这不是山, 林昭回头去马车上班探, 然后轻声道, 这里是陵, 皇帝以山为木, 称为陵, 这里是成陵, 大洲中宗皇帝安寝之地, 因为王朝尚在, 这座地陵还有官兵把守, 林昭亮明身份, 给他们看了渔福之后, 才被放了进来, 林昭手里抱着那筐木炭与谢旦然一起, 沿着台阶射击而上, 又走过漫长的神道, 过了临心门之后, 终于看到了皇帝的响殿, 响殿是供奉皇帝画像的地方, 距离最顶端的宝顶, 还有一些距离, 响殿之中, 一个一身黑衣的老人家, 正在给画像前面的一盏大油灯里添加香油, 这是皇帝的香火, 要黏黏长鸣, 不能断绝的, 林昭将手里的木炭框子放在响殿门口, 然后迈步走了进去, 对着这个黑衣老人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魏老头, 我来瞧你来了, 这个在响殿之中伺候的老头, 自然就是曾经的大太监魏忠了, 魏忠听到了林昭的声音之后, 扭头看了看惊天, 语气平静, 尽圣人响殿, 当叩拜圣相, 否则已大不敬认处, 见着老头叫针, 无奈之下, 林昭只能拉着谢旦然一起, 给老皇帝的画像磕了头, 磕完头之后, 林昭拉着谢旦然站了起来, 对着魏忠微笑道, 正是过年的时候, 怕老头你寂寞, 便过来看看你, 从前林昭见到他, 得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魏公公,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魏忠已经谢之司公台, 称呼一声老头, 已经算是客气, 说着, 林昭指了指一旁的谢旦然, 对着魏忠微笑道, 这是我将过门的妻子, 带着他一起来看看你, 看我做什么? 魏忠抬头看了谢旦然, 然后依旧像从前一样, 不咸不淡, 我这里, 可没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我不要你东西, 林给剑看了看微微, 目光之中也有些感慨, 从前你对我照顾不少, 怕你冻死在这里, 便来给你送些炭火, 冻不死我, 魏忠瞥了一眼林昭手里的一筐木炭, 一边继续添加香油, 一边不咸不淡地说道, 我在这里过得很踏实, 用不着你来可怜, 林昭帮着他把木炭放在一边, 老头你从前那么多一子一孙, 如今过年的时候, 怎么一个也瞧不见了, 人走茶凉, 已从前魏忠在司宫台的权力地位, 每天不知道多少人跪在地上叫他祖宗, 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家门外面跪着的太监, 能从太极宫跪到甘露殿, 太监都喜欢收一子, 魏忠也不例外, 这位大太监在司宫台里, 至少有十几个一子, 从前都是簇拥在身边, 跌来跌去, 如今, 魏忠失事不过几个月时间, 竟然没有一个义子来成林探望, 魏忠添好了香油, 从门口搬过来一把小板凳, 自顾自乐坐了下来, 他神情平静, 脸上看不出什么大起大落的样子, 长安城里所有人都明白人走茶凉的道理, 外臣们离职卸任, 朝廷里还有门生顾立, 还有清卷宗族, 那碗茶一时半会便不会凉得太快, 但是司宫台的那关不一样, 老太监神情坦然, 吞下了那一身衣裳, 我便是个寻常老头, 别人来瞧我无用, 便自然不会来瞧我, 这一点十几年前我便想过, 用不着大惊小怪, 说到这里, 魏忠语气平静, 这么些年来, 我跟着先帝做事, 也得罪了不少人, 能在这里安度余生, 对于我们这个行当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归宿, 魏忠这话说得不错, 宦官这个职责, 独立在朝廷的官制之外, 有时候只因为皇帝的一句话, 便可以清云直上, 拥有以前想也不敢想的权力, 但是与此同时, 自然也会承担一些职业所带来的风险, 撇开其他太监不谈, 单说皇宫里大内总管这个差事, 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得长久, 而在这个位置上下去, 能够善终的更是寥寥无几, 因为身在这个位置上, 总要替皇帝做一些他不方便做的事情, 就拿魏老头来说, 如今的他在这想店之中忙活, 看起来像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 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实际上, 这个职长司工台许多年的大太监, 早年也是个杀人无算的狠角色, 先帝手中很多不光彩的事情, 都是他胃中在操板, 说到这里, 魏老头看了看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抹有些嘲讽的笑容, 整个长安城里, 也就只有你林三郎, 会记着官场上的些许情分, 在这个时候跑来看我, 这也不怪你, 毕竟你现在年纪还小, 这位前任的大太监声音平静, 等你年纪再大一些, 就会跟其他人一样了, 林昭没有理会这老头, 而是在想店之中, 找到了一个有些破旧的炉子, 把炉子翻出来之后, 他又去想店附近的林子里, 找了些枯叶枯枝, 在想店里的白竹上引了火之后, 很快点燃了炉子, 炉火旺盛, 林昭往里面扔了几块木炭, 很快木炭就被火焰烧红, 林昭这才提着炉子, 重新走进想店, 把这个炉子放在了胃中旁边, 伸手拍了拍老头的肩膀, 从前你是为了先帝活着, 如今先帝已经去了, 你便不用那样忙碌, 安心在这里守灵也好, 就当是退休之后, 找了个清闲的差事, 说到这里, 林昭左右看了看, 开口道, 这些木炭不一定够用, 等下个月我再来一趟, 给你送一些过来, 林三郎又把目光看向想店外面的一处空地, 他开口道, 那块地方如果开辟出来, 倒是适合种一些花草, 等今年开了春, 我再给你送些种子过来, 你就在那里种些东西解门吧, 胃中低头, 在圣人画像面前的炉子里, 添了几张纸钱, 指前燃烧的火光在他脸上跳动, 老太监终于抬头, 看了看林昭, 你小子, 心里又在想什么鬼点子, 我没有什么鬼点子, 林昭自己也搬了把椅子, 坐在了胃中对面, 淡淡地说道, 老头你刚才说的人走茶凉, 用不着以后, 现在我就能明白, 只是我不喜欢而已, 咱们俩之间, 算是有些交情, 如今你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 一个人住在这里, 挨饿估计未必, 受冻多半是逃不过去了, 于情于理,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我都应当来看一看你, 林给见面色平静, 所以我就来了,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了看眼前的胃中, 起身伸了个懒腰, 好了, 这里到长安城不静, 再不回去, 便赶不上城门了, 林昭站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手上沾染的碳灰, 对着胃中笑了笑, 我先回去了, 得空了再来看你,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我的婚期定在二月, 成婚之前多半是来不了了, 不过成了婚之后, 一定给你带几块喜糖过来, 魏忠再一次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你去吧, 林昭点了点头, 伸手招呼了一声谢坦然, 准备下山离开, 他刚走到响店门口, 老魏忠突然开口说话了, 林三, 如今司工台是谁在掌势, 林昭愣了愣, 然后摇头苦笑道, 我又不再进宫, 也不曾打听过, 如何能知道这些, 魏忠沉默了一番, 声音有些沙哑, 回去闲来无事的时候, 不妨打听打听, 司工台现在都是谁在掌势, 下, 下次如果你要来, 就当故事说给我听, 林昭犹豫了一会儿, 便点头答应, 我记下了, 下次再来的时候, 便帮你问一问, 说完这句话, 林昭便拉着谢坦然一起, 从想殿下阶梯, 然后沿着神道下山去了, 等林昭两人走远之后, 魏忠才默默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 站在响店门口, 看向渐渐远去的林昭背影, 老头沉默了片刻, 回头看了看响店之中高悬的圣人画像, 微微叹了口气, 他声音低沉, 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得到, 陛下, 这个岳州的小子, 与当年的郑先生一样, 都跟常人有些不同啊, 他微微闭上眼睛, 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位带着一个书童, 进入楚王府的白衣书省, 当时, 他还是楚王府的一个普通小太监, 整个王府之中, 没有几个人瞧得起他, 但是郑先生不一样, 始终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看待, 当时郑先生跟楚王殿下一起喝茶的时候, 还会给一旁伺候的小太监魏忠也倒上一杯, 当时魏忠就觉得, 这位郑先生与其他人不一样, 如今, 这个踏着寒冬而来的少年人, 也让魏忠生出了同样的感觉, 老宦官想起从前的旧事, 低头又烧了一张纸钱,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都是寒冬腊月暖人心啊, 新皇的登基大典, 定在永德元年的2月15, 与此同时, 林昭的婚室也定了下来, 定在登基大典之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2月17, 之所以要跟登基大典错开, 是因为到时候免不了要接待朝廷的一些重臣, 这些重臣肯定是要参与登基大典的, 过了年关之后, 林昭仍就是每日照常去门下省上班, 转眼间已经到了新皇登基大典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林昭的母亲林二娘终于跟丹阳长公主见面, 这一对阔别多年的小姐妹重逢的时候, 都各自落泪, 此后, 丹阳长公主便常常邀请林二娘过府叙旧, 这一点, 自然被身在长安的林青园看在眼里, 先前正通见她的时候, 虽然跟她说了林二娘家是显赫, 但是并没有说究竟是哪一家, 也没有说显赫到了各种地步, 如今见到林二娘竟然能够与公主相交, 这才知道林二娘出身之高, 只不过, 不管她如何询问林二娘, 林二娘都不肯说出行阳正是四个字, 大抵在她眼里, 曾经流落封尘的自己, 已经不配在行政, 新皇的登基大典, 林昭作为五品金官, 是肯定要去的, 不过因为品级不高, 她不用陪在天子左右, 只跟着瞎转悠一天, 就算完事了, 登基大典从早上一直办到了下午, 最众天子登坛祭天, 文武百官在台下叩拜新君, 礼仪就算是完成了, 礼成之后, 皇帝宣布大赦天下, 林昭跟在百官身后忙活了一天, 也跟着跪了不少次, 终于弄完了之后, 他拍了拍自己膝盖上的尘土, 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走到了同品同级的万年县令齐轩面前, 看着这位县令大人, 笑道, 齐县尊, 今天晚上去归云楼喝酒否? 齐轩本来正在与金照府的另外几个县令说话, 听到了林昭的声音之后, 他向金照府的同僚拱了拱手, 回头看向林昭, 微笑道, 喝酒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今天晚上恐怕不成, 今天登基大典, 宫里一定会有宴会, 咱们这些五品官都跑不拖, 说到这里, 齐县尊似乎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说起来, 周德那个胖子, 现在应该还是七品, 倒是不用赴宴, 两个人并肩行走在宫城里, 听到齐轩提起周德, 林昭微微低头, 感慨道, 说起周兄, 平日里看起来有些憨厚, 但是眼光却着实毒辣, 一眼就瞧准了新皇的爱好, 齐轩这几个月时间, 都在熟悉万年县的正午, 倒没有怎么接触到宫里的事情, 文言他微微皱眉, 开口问道, 怎么说, 年前陛下刚即位的时候, 便要在宫里另起一座殿羽, 只是那个时候, 被世子殿下给拦了下来, 因此作罢, 听说,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听说陛下最近准备, 在宫城东边修一座成天官, 用来给皇室祈福, 修建道观的事情, 新皇的态度十分坚决, 而这位新皇, 原先是不怎么相信道教的,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多半是他这几个月在皇宫里, 翻看了先帝最后几个月的起居住, 以及询问了宫里太监们一些关于先皇的事情, 先帝因怨魂而死, 听起来自然有些骇人听闻, 因此, 皇帝想要修建道观, 给皇室祈福, 并不难理解, 齐宣文言, 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胖子确实有些眼光, 他父亲现在还是立不上书, 朝廷有什么事情, 摊派到公布, 公布的几个唐官, 多少都会给周上书一些面子, 把差事分给他, 这样一来, 齐宣尊府长感慨, 这胖子升官发财, 就在眼前了, 灵昭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有时间得把这胖子喊出来, 再吃他一顿才成, 说着话, 灵昭从袖子里, 举出一张胖金的勤俭, 笑呵呵地递到齐宣手上, 开口道, 三日之后就是, 我成婚的日子, 齐兄记得到场才是, 看到这张勤俭, 齐宣先是愣了愣, 然后伸手接了过来, 放在手里, 颇为感慨, 微兄比你痴长几岁, 至今还没有成婚, 如今三郎你却要成婚了, 灵昭白了这次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是没有成婚, 但是家里却已经有好几房窃室了, 这个时代的男子, 是可以先纳妾再成婚的, 尤其是像齐宣这种贵族子弟, 恐怕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男女之事, 家中早早地有了妾室, 而且像他这种纳了妾的, 仍旧算是未婚, 可以正常与大户人家的女儿成婚, 像是齐宣还有周德两个人, 家里都有妾室服侍, 齐宣展开手里的情帖看了看, 然后颇为感慨地说道, 三郎执意要这样成婚,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只是你这情帖送得也太晚了一些, 不然微兄怎么样, 也要给你准备些礼物才是, 参加婚礼要什么礼物? 灵昭笑着说道, 人来就是了, 这场婚事不准备大办, 只在长星方里摆几桌酒席, 请一些熟视之人到场就是了, 齐宣文言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摇头道, 三郎你这话不对, 你的婚事必须要大办, 你是新朝最年轻的五品官, 也是当今圣人的前邸之人, 这次婚事, 是你认识长安官员的大好机会, 能办多热闹就办多热闹, 齐宣尊轻声道, 你不办大了, 我娘到场了, 便会显得你家小气, 灵昭愣了愣, 然后白手苦笑道, 可不敢劳动大掌公主大驾, 齐宣呵呵一笑, 我母亲多半会道, 她看了看灵昭, 开口道, 三郎, 我知道你生性不喜欢张扬, 但是这件事就应该大办, 这样吧, 这几天我也帮着你操办操办, 不过我毕竟不是你们灵家人, 主要还是要灵家人去办, 她提醒道, 大宗师的夫人便是个能办事的主, 虽然时间有些紧迫, 但是你现在去寻她, 还来得及, 说到这里, 她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笑着说道, 本来该给你些钱财, 让你操办婚事, 但是听周胖子说, 三郎你可是阔绰得很, 维兄便不现丑了, 齐献学着灵昭的模样, 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开口道, 碰到什么难处了, 便派人去我家递个信, 能帮上忙的, 维兄一定亲力相助, 说完这句话, 齐轩便副手走远了, 灵昭低头默默盘算了一会儿, 觉得齐轩的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她暂时也顾不得宫里的晚宴了, 立刻出了朱雀门, 上了自家的马车, 对着正在马车上打瞌睡的马夫咳嗽了一声, 老吕, 没睡了, 去平康芳, 因为林昭与林二娘母子都不是太喜欢张扬的人, 因此坐在一起商量之后, 便准备把这场婚事简单办一办, 只邀请亲戚朋友以及门下省的同事到场就好, 没必要闹得满城皆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直到举办婚礼的三天前, 林昭才来给齐轩等人递情帖, 不过经过齐轩的提醒之后, 林昭就觉得这个婚礼或许不应该这么草率, 一来是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大操大办, 二来是, 自己这个新潮的小红人也需要一场大型活动, 来认识长安城里的一众官员, 同时也让那些官员认识认识自己, 更重要的是, 不能让谢旦然觉得因为谢家是小门小户, 林家就怠慢了他, 出了朱卷门之后, 林昭便一路来到了平康芳, 很快就在平康芳里见到了林夫人, 林夫人看着一身飞红官服的林昭, 微微有些诧异, 她对着林昭笑道, 今天是圣人的登基大典, 三郎不是应该在宫里吗? 是在宫里, 林昭对着林夫人低头行礼, 称呼了一声姝母, 然后解释道, 登基大典完了, 侄儿便从宫里出来了, 不过突然想起一件事, 因此要请姝母帮忙, 林夫人看了看林昭, 笑道, 难得三郎还有需要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且说吧, 能办的, 姝母一定给你办好, 林昭对着林夫人微微欠身, 苦笑道, 姝母也知道, 侄儿将要成婚了, 原先是准备在家里随便办办就好, 但是刚才听齐兄说, 丹阳大长公主到时候能也要到场, 再加上侄儿在门下省的同僚, 原先准备的规格可能就不太够了, 说到这里, 林昭看了林夫人一眼, 继续开口道, 还有就是, 叔父今明两天可能就会拜相, 到时候长安城官员看在她的面子上, 可能也会有不少人到场, 因此, 我想让姝母帮着操办操办, 林给见低头咳嗽了一声, 补充道, 前后花费都在侄儿身上, 林夫人听到林昭这番话, 不禁大皱眉头, 三郎你准备三天之后成婚, 如何现在才与我说, 林昭挠了挠头, 语气有些无奈, 不是不与叔母说, 先前我跟母亲商量好了, 小规模办一半就是了, 没有预先想这么多, 你如今的身份, 婚礼这种大事, 哪里能这样怠慢, 林夫人柳眉道数, 开口道, 且不说你七叔的宰相之位, 单说三郎你, 你现在已经是门下省的给世中, 位列朝廷中枢的高官了, 就算你自己不要体面, 但是门下省的给世中, 总是要体面的, 林夫人开口道, 你有上官, 有同僚, 也有下属, 办得马虎了, 他们少不得说你不懂礼数, 林夫人看了看林昭, 继续说道, 只剩下三天时间, 有些太过匆忙了, 她对着林昭说道, 你也不提前吱声, 一直不说话, 我还以为, 你们要下半年再办事, 林昭微微低头, 苦笑道, 是侄儿欠考虑了, 林夫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罢了, 我换身衣裳, 这就去长星房见凶嫂, 看能帮着办多少, 她面色严肃, 对林昭开口道, 三郎, 如果三天之后准备不弃权, 这件事不要往后拖一拖, 这是咱们越州林氏的脸面, 万不能让长安里的人, 觉得咱们家是乡下人, 她看了看林昭, 意味深长, 你对你妻说, 是要在长安城里, 让岳州林氏扬名天下的, 林昭退后两步, 再一次低头, 心悦成福, 叔母教训的是, 三天之后, 也就是永德元年的2月18, 永新方里透露着洋洋喜气, 这会长安城里, 还不能大规模挂红灯笼, 也没有后世的鞭炮, 但是却十分热闹, 因为大洲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近视, 朝廷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给世中, 今天要成婚了, 婚事由新任宰相林简林元达亲自主持, 办得十分浩大, 林昭一大早抬着花轿, 从谢家大院里, 把新娘接回自己家之后, 便开始站在自己家门口迎客, 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林家门口的客人络绎不绝, 有些林昭认识, 但是大多数林昭都不认识, 他们进了林家之后, 先吃到几声恭喜, 然后便去找林简说话去了, 很显然, 相比较林昭这个新郎来说, 还是林简这个新宰相更有吸引力, 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 万年县县令齐轩陪着她的母亲丹阳大长公主一起到场, 林昭与家人一起出门迎接, 恭恭敬敬地把丹阳大长公主迎了进去, 这位大长公主如今又长了一辈, 已经是当朝天子的姑母了, 有这位如今天节身份最重的大长公主到场, 婚礼的规格骤然抬升了一劫, 甚至有些原本不愿意来的, 收到了丹阳大长公主到场的消息之后, 也在陆续赶来的路上, 丹阳大长公主到场之后, 先是与林简互相行礼, 然后回头看了看林昭以及林昭身边站着的谢戴然, 笑着说道, 当初初见三郎的时候, 还是个小少年模样, 如今也长成大人, 要成婚了, 林昭夫妇站在她面前, 都是微微欠身, 神态恭敬, 这位皇帝的姑母对着林昭微笑道, 多子多福, 林昭夫妇对着长公主一起点头, 谢殿下赐福, 丹阳大长公主目光在丹阳脸上停留的片刻, 轻声道, 好了, 还有别的客人, 我自己找个地方做就是, 不用管我, 丹阳点了点头, 让谢戴然留在丹阳大长公主旁边陪她说话, 而丹阳自己又重新站在了院子里迎客, 这会儿距离中午午宴还有一会儿距离, 按照这个时代成婚的规矩, 上午接了亲之后, 从中午开始吃饭, 一直到傍晚阴阳相交的时候, 才正式拜堂, 也就是说, 在吃饭之前, 丹阳都要在这里迎客,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很快就有丹家的下人过来通报, 丹阳听到了通报之后, 迈步走出门去, 便看到了一个一身紫衣的贵公子, 手捧李丹朝着自己走过来, 丹阳迈步上前, 对着他低头行礼, 见过大将军, 这位, 正是曾经的太子身边的死忠, 宋王府的世子殿下李旭, 如今的世子殿下, 已经是朝廷的左卫大将军, 位高权重, 单论权柄, 他已经超过了他爹宋王许多, 因此, 临朝并没有称呼他为世子, 而是称呼他官职, 李旭看了看一身喜福的临朝, 略微有些疲惫的脸上, 挤出了一抹笑容, 三郎成婚也太仓促了一些, 为兄也没有来得及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临朝摇了摇头, 开口道, 殿下能来, 便是最好的礼物了, 如今李旭身份极高, 他能够亲自来, 影响力甚至比丹阳大长公主道场要大得多, 李旭微笑道, 我来之前陛下说了, 等你们成婚之后, 给你家夫人封个告命的令人, 就算是给你的新婚之礼了, 一品二品是夫人, 五品则是令人, 这就是风妻应子之中的风妻, 临朝连忙低头, 开口道, 临朝待内人, 谢过陛下, 谢过殿下, 长心方临朝的婚礼, 办得十分热闹, 临给剑把李旭迎进去之后, 时间已经近了中午, 就在即将开席的时候, 一个一身蓝色袍子的中年人, 迈步走进了凌家大门, 笑呵呵地走到了临朝面前, 临朝对着他恭敬低头, 开口道, 二舅, 他这句话不轻不重, 但是足够被附近的人听到, 一时间, 凌家院子里许多人的目光, 都在同一时间, 看向前来贺喜的郑通, 舅父算得上很轻的亲戚了, 郑通也不在意这些人的目光, 从袖子里取出一个信封, 递在凌朝手里, 笑着说道, 三郎大婚太过仓促, 我们这些做舅舅的一时半会, 也没有准备什么, 这个就当是我们三个的一些心意, 凌朝先是摸了摸信封, 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拆开, 而是探头, 看向郑通身后, 开口问道, 另外两位舅舅怎么不见道场, 他们额头上都呲了子, 平日里不太方便见人, 不过人都到长安了, 晚上便会来见你, 说着话, 郑通对着身后招了招手, 一个身着一身简单不一, 看起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迈步走了过来, 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 比林昭还要高出小半个头, 他走到林昭面前拱手行李, 三郎, 郑通看了看这个年轻人, 然后对着林昭介绍道, 他叫郑雅, 是你的大表兄, 也是你外祖的长孙, 听到这里, 林昭微微点头, 他跟郑通聊过一些当年的事情, 当年郑家生变之后, 郑家的老大死在了那场动乱里, 但是他的儿子郑雅却活了下来, 后来被郑通等人寻到, 一直待在身边养大, 那个时候, 郑雅就已经六七岁, 到现在他已经有二十七八了, 这是郑家第三代的老大, 也是郑温的嫡长孙, 林昭的大表哥, 这些年为了躲避官府视线, 郑通等人都改成了诚姓, 但是这位郑家的长孙依旧姓正, 很显然, 他在郑通等人眼里,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他日, 如果他们这一只能够重回邢阳郑氏, 郑通脸上有刀疤, 另外两个兄弟脸上都被刺了子, 能够接任邢阳氏家长的, 说不定正是这个郑温的嫡孙, 林昭连忙对着他微微欠身, 拱手行李, 兄长, 郑牙上下打量了林昭几眼, 不由摇头感慨, 早听二叔说三郎年轻, 不曾想, 竟然这样年轻, 说到这里, 他便没有再说下去了, 郑通站在两个人中间, 对着林昭轻声道, 以后, 大郎他便留在长安城里, 打理长安城的大通商号, 就住在长兴方的那处宅子里, 三郎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跟他说, 林昭张口想说些什么, 但是抬头看了看时辰, 开口, 马上要开宴了, 二位先进去吧, 有什么事情, 咱们晚上再细聊, 郑通与郑牙对着林昭笑了笑, 便一前一后进了林家大院, 到了五时, 婚宴终于开始, 这场婚宴虽然有些匆忙, 但是规模在长安城里, 已经算得上顶尖, 毕竟长安城里, 有皇族道场的婚事或许不少, 但是能够让宰相亲自主持的婚事, 便少之又少了, 而林昭的这场婚事, 便是郑市堂新任的宰相林检主持, 今日道场的所有官员之中, 最少有三成以上, 是冲着这位新宰相的颜面来的, 席间, 万年县的旗宪令, 与公布的周主事坐在了一起, 两个人推杯换盏, 不一会儿就喝得面憨而热, 有他们带头, 很快这场婚宴就热闹了起来, 一些认识的官员纷纷聚在一起, 举杯欢庆, 而互相不认识的官员, 也借着这个机会搭上了话, 互相举杯庆祝, 好容易到了黄昏, 终于到了该拜堂的时候, 林昭与谢旦然携手站在一起, 在宰相林元达的主持下, 叩拜父母双亲, 等到一些繁杂的程序走完, 天色已经全然黑了下来, 谢旦然也被簇拥着进了新房, 而在这个时候, 丹阳大长公主已经早早地离场, 左卫大将军李旭在看完婚礼之后, 也起身离开, 主持完婚事的元达公, 走到林昭面前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三郎多多努力一些, 明年给四兄四嫂添个孙儿, 林昭退后两步, 对着元达公恭敬拱手, 多谢七叔造福, 不是我造福你, 元达公看了看林昭年轻的面容, 轻声道, 是你自己的本事, 说完这句话, 他笑了笑, 好了, 跟着忙活了一天, 此件事了, 我也该回去歇歇了, 林昭亲自相送, 把他送到了门口, 元达公走了之后, 在场的高级官员们也都纷纷离场, 剩下来的人也就没有那么拘束, 周胖子笑眯眯地拎了一坛烈酒过来, 直接塞在林昭手里, 笑着说道, 老三, 今日不喝完这坛酒, 休想入洞房, 林昭拎了拎手上最起码三斤中的酒坛, 有些无语地看了看周胖子, 周兄莫闹, 我还要洞房花烛呢, 周胖子声音嚣张, 你今日舌盏莲花, 也要喝完这坛酒, 奶奶的, 平日里跟你们两个人喝酒, 你能喝多少, 新郎官对着这个胖子翻了个白眼, 莫要闹了周兄, 你现在可不能得罪我, 周胖子仰头朝天, 声音猖獗, 莫要以为你做了五品官便了不起, 本官向来刚正不阿, 从来不会产颜媚伤, 林昭笑眯眯的周胖子拉到一边, 压低了声音, 力不六品以下的认输, 我这个给势中可以直接风波回去, 周兄, 你现在是极品, 周胖子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个一身红衣的新郎官, 你, 敢滥用宫妾, 他如今是七品官, 正在林昭的管辖之内, 也就是说, 如果林昭使坏, 他以后的升迁之路会非常坎坷, 看到一脸笑眯眯的林三郎, 周胖子小声嘀咕了一句, 似乎是在骂人, 然后他从林昭手里接过这坛酒, 闷哼道, 罢了, 看在你今日成婚的份上, 便不难为你了, 免得你一会儿洞房入不了, 入了茅房, 他扭过头去, 叫嚷道, 我去给你换个小坛的, 灿烂的灯笼火光之下, 周胖子渐行渐远, 林昭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不由哈哈大笑, 齐轩也站在不远处, 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这位县令老爷, 不嫌不淡地看了林昭一眼, 三郎你刚才那番话, 林昭笑呵呵地回头, 微笑道, 如何? 齐轩轻声开口, 听起来像个奸臣, 尽管林昭已经尽力推掉了很多敬酒, 但是有些酒是不得不喝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也喝得有些多了, 整个人七倒八歪, 好在他自制力比较强, 没有完全喝高, 最后是在林昭的搀扶下, 进了自己的新房, 林昭刚把他扶进新房, 便扭头关上房门, 一溜烟跑了, 林昭这会儿喝得有些头痛, 眼睛也有些朦胧, 在高大的门槛上坐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勉强从地上站起来, 看向了床边坐着的谢戴然, 林给剑打了个大大的酒格, 把一旁接盖头用的如意抄在手上, 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新娘身前, 盖头下的美人儿已经满脸通红, 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看着眼前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已经喝到七八分醉意的林昭, 突然想起了先前与谢戴然一起, 在越州城里堆雪人的事情, 他把如意随手丢在一边, 静止扑了上去, 谢,谢姐姐, 小林探花语气里满是醉意, 与我, 再堆个人吧, 新帝登基, 天下大赦, 改元永德, 新朝的林给剑, 也在永德元年, 与越州的谢氏女成婚, 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已婚人士, 毫不夸张地说, 林昭成婚的消息传遍长安之后, 不少长安城里的千金小姐都为之落泪, 因为小林探花实在是太优秀了, 不仅年轻帅气, 而且才华横溢, 更重要的是有本事, 能在未满若冠之年就成了朝廷的五品官, 而且是进入中书的金官, 这个成就是很多在朝堂上做了十几二十年官的老油条们都急不上的, 有这个条件在, 便是长安城里那些宰相们的女儿, 林昭也是可以挑一挑的, 不过她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娶了一个故乡的伤人之女, 不免让许多大家闺秀为之垂类, 别的姑娘垂不垂类不要紧, 反正崔家的某个姑娘多半是落下了几滴眼泪的, 成了婚之后, 日子就变得平淡了起来, 林昭除了每天去门下省上班之外, 闲下来的时间也会跟另外两个社友一起聚一聚, 当然了, 自己衙门的同僚, 以及当年一起科考的童年, 还有朝堂上的同乡们, 偶尔也是要一起吃个饭, 联络感情的, 毕竟在朝堂上私混, 不太可能靠一个人单打独斗, 多认识一个人便多一份助力, 只是要谨慎一些, 不要结交一些大奸大恶, 连累自己就是, 因为林昭是林相的哲儿, 又是新朝的红人, 因此他在同乡同年之中, 地位极高, 基本上长安城里的越州官员, 以及城的九年放榜的童年们, 都很尊重这位小林探花的意见, 就这样, 乌飞吐走, 春去秋来, 暑来寒往,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是整整两年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了新朝的永德三年, 这一年, 林昭已经整整二十岁了, 二十, 就到了家官正式成年的年纪, 按照规矩, 这个时候, 林昭要找自己的老师, 给他取一个婊子, 从此之后, 外人再称呼他, 就多半让称呼婊子, 不再称呼姓名了, 当然了, 亲近一些的人称呼航辈, 还是可以的, 不过此时的林三郎, 并没有心思去想婊子的事情, 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正在焦急地来回走动, 房间里, 时不时地传出一阵阵女子的哀名, 是谢旦然要生孩子了, 他们两个人成婚两年时间, 第一年谢坦然一直没有怀上, 到了去年下半年, 才终于有了身孕, 到了今天, 已经是瓜熟蒂落的时候, 林昭出为人妇, 心中已经紧张到不行, 提前便向门下省告了假, 然后把长安城里出了名的吻婆, 统统请回了家里, 给谢坦然接生, 不过此时, 谢坦然已经生产了一个时辰, 至今还没有生下孩子, 此时, 除了林昭之外, 谢三元一家也都在房间门口等着, 各个面露焦急之色, 尤其是林昭的小舅子谢静, 听到姐姐的哭声, 眼眶都有些红了, 房间门缓缓打开, 一身轻衣的林二娘从里面走出来, 她迈步走到林昭面前, 轻声开口, 招募要心急, 坦然她没有什么事, 再过一会儿, 孩子应该就能出事了, 说着, 她又扭头看向谢三元一家, 微笑道, 亲家放心, 坦然不碍事的, 谢夫人点了点头, 回头跟谢三元说了一声, 她也推门进去, 看望自己女儿去了, 而林昭听到了母亲的安慰之后, 脸色好看了一些, 她对着林二娘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阿娘你跟着操心, 先歇歇歇歇吧, 谢戴然是傍晚的时候开始腹痛, 这会儿天色已经全黑了, 林二娘看了看儿子满是担忧的面孔, 轻声叹了口气, 放宽心, 吻婆都说了, 不会有什么事, 为了让林昭分散心思, 林二娘对着她笑了笑, 开口道, 坦然一定能给你生个儿子的, 这个时代仍然有些重男轻女, 即便是身为女性的林二娘, 也有些这种想法, 我想要女儿, 林昭目不转睛地看着房间, 缓缓吐出一口气, 女儿好, 女儿可爱一些, 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想要儿子, 倒不是完全因为性别歧视, 更多是因为男性可以很快给家里形成劳动力, 而女儿则是要嫁给外人的, 但是二事为人的林昭自然不这么想, 她上辈子就想要个闺女, 这辈子自然也一样, 林昭从小的想法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见她说出这种异于常人的话, 林二娘也不奇怪, 只是笑着说道, 昭儿你喜欢就好, 母子俩正在说话的时候, 突然间屋里传来了一声颇为响亮的哭啼之声, 林昭与林二娘同时站了起来, 看向房间里, 林昭更是要直接冲进去, 原本作者的谢家人也站了起来, 朝着产房走去, 众人还未走近, 房门吱压一声打开, 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吻婆, 满脸笑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对着林昭作一道, 恭喜林相公, 贺喜林相公, 母子平安, 她脸上的笑容都快挤成褶子了, 林家天丁了, 由不得她不高兴, 按照这个时代接生的习惯, 如果母子平安, 那么主家多多少少都会给一些额外的赏钱, 而这份赏钱也分男女, 虽然各家赏钱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 天丁的赏钱会比天女的赏钱多出一倍左右, 这个时代的生育过程是十分危险的, 尤其是第一胎, 孩子和大人都有生命危险, 因为医疗条件不发达, 第一次生孩子就等于试过一次鬼门关, 因此林昭一直十分担心, 听到母子平安四个字, 林昭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她对着暴喜的吻婆拱手行李, 声音中带着一些颤抖, 有劳了, 说完这句话, 林昭迈着颤抖的步伐, 走进了房门, 房间里刚生下来的小娃娃已经被剪断了臍带, 擦干净身体, 放进了墙包里, 而谢戴然则是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 整个人如同被水浸湿了一般, 已经脱离了,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上前握住了谢戴然已经没有什么血色的手, 轻声道, 夫人, 辛苦夫人了, 谢戴然有些吃力地眨了眨眼睛, 她看着林昭,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夫君, 是儿子, 与林二娘一样, 谢戴然也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这种东西一时半会, 一代人两代人没有办法转变过来, 林昭也没有准备去改变这个世界, 她拉着谢戴然的手, 轻声道, 是啊, 是儿子, 谢戴然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便让人把儿子抱着给他看了看, 见到了孩子之后, 他才终于放下心来, 因为疲惫, 困意随之袭来, 夫君, 睡一会儿, 林昭点了点头, 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然后开口道, 你睡吧, 我在这里陪着你, 谢戴然微微一笑, 紧紧地拉着林昭的手, 闭目进入的梦乡, 而林给剑就这样坐在了床边, 看着熟睡的妻子, 又回头看了看, 正被林二娘抱在怀里的心事, 此时, 小孩正被林二娘抱在怀里, 林昭的丈母娘谢夫人与小舅子谢静围在旁边, 看着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心事, 老丈人谢三元则是站在门外, 一时半会儿, 有些不太好意思进来, 看着这其乐融融的场面, 林昭心中却又沉重了一分, 他微微闭上眼睛, 缓缓吐出一口气, 要保护的人又多了一个, 如今, 林昭这个给世中已经做了两年有余了,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林昭对于这个差事已经得心应手, 如原达公所说他是东宫官, 门下省原县的官员们多半不会跟他对着干, 上司同僚都配合, 工作自然好做, 而且他这个差事并不怎么费脑子, 简单来说, 只要不是林昭觉得特别过分的政令文书, 他都不会风波, 即便风波也会找大皇门商量, 再有就是, 但凡是出自太极公或者是正式堂的政令, 林昭基本上都是不闻不问, 统统通过, 这样一来, 他这个给世中虽然不怎么合格, 但是工作量骤减, 也不会得罪人, 这两年时间倒也悠闲自在, 另外要提起的是, 靠恩应入世的周胖子, 这两年时间在公布可以说混得顺风顺水, 他借着老爹的人脉, 在公布替皇帝干了好几个工程, 因为做事认真, 又不怎么贪污, 工程质量非常之好, 圣人见了之后, 自然龙颜大悦给他升了好几机关, 如今已经是从武品的公布郎中, 升官之快, 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要知道, 当初在长安城里势力庞大的康东来, 被赶出长安之前, 也不过就是一个公布的郎中而已, 而林昭与齐宣两个人, 这两年时间倒是没有动弹, 一个仍旧是郑无品上的给事中, 另一个也仍旧是郑无品上的万年献礼, 一般来说, 这个差事要干上四五年时间, 才有可能出现调动或者升迁, 像他们俩这种才干了两年的, 想要挪窝还为时过早, 因为家里老婆生孩子, 林昭在自己的衙门里, 请了好几天假期, 一心一意在家陪老婆, 顺便看着自己的长子, 这个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小娃娃, 如今已经是人气最高的人, 不止林儿娘喜欢带着她, 谢三元夫妇更是爱极了这个外孙, 尤其是谢三元恨不能生意都不做了, 每天在家里带外孙,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第三天, 名字依旧没有定下来, 躺在床上坐月子的谢旦然有些着急, 拉着林昭的手, 让林昭给这孩子取名, 林昭坐在床边陪着妻子, 笑着说道, 咱们第一个孩子, 要找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来取名字, 等晚上我去一趟平康坊, 向七叔给这孩子讨个名字, 林元达如今是宰相, 虽然品级仍旧是三品, 但是实际上已经位级人臣,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个越州灵氏的骄傲, 而且林元达对林昭恩欲不小, 林昭便准备让他来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 谢旦然这会儿已经恢复了许多, 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是这个礼, 那你, 去平康坊的时候, 记得买一些东西, 万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空手去了, 他顿了顿, 轻声道, 可不能怠慢了七叔, 林昭微微一笑, 表示自己明白, 到了快傍晚的时候, 林昭把老婆孩子交给母亲, 还有丈母娘照顾, 自己则是离开了家门, 在朱雀大街上买了些吃食, 坐上自家的马车, 朝着平康坊走去, 如今, 林家的车夫已经不是从前的老吕, 毕竟用一个私工台的人给自己驾车, 还不给发工钱, 林昭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因此成婚之后, 便换了个车夫, 虽然不知道这个老十八交的车夫, 还是不是私工台的人, 但是总比用那个铁定是私工台的老吕要强, 到了平康坊之后, 已经是傍晚时分, 林昭在林府门口下了马车, 拎着自己在朱雀大街上买的礼物, 轻车熟路地进了林家的大门, 因为已经太过熟悉, 进了林家之后, 林夫人便没有出来迎接, 而是林家的二少爷临站出来, 将林昭迎了进去, 林二少上下打量了林昭几眼, 笑着说道, 三哥得了铃儿, 不在家里带孩子, 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 林昭不答话, 而是淡淡地看了看林二少, 微笑道, 二郎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太学读书吗, 怎么又跑回来了, 国子健太过烦闷, 提起太学, 林二少显然有些不太高兴, 大咧咧地摆了摆手, 我跟四叶告假了, 在家里休息两天再去, 看到林昭古怪的眼神, 林二少抬头挺胸, 我爹知道这事, 不怕你去告状, 林昭提着东西, 走在林站旁边, 笑着说道, 七叔怎么突然这样宽容啊, 还能让你回家来, 因为我最近学问大掌, 林二少对着林昭挤了几眼睛, 嘿嘿笑道, 前些日子, 我写了几篇文章, 父亲都说好, 说让我参加今年的国子健秋世, 等过了秋世, 便可以参加明年的长科了, 算算时间, 林站已经在国子健上了两年多学了, 也到了该参与科考的时候了, 兄弟俩一边说话, 一边走进了林家正堂, 林昭放下手中的礼物, 跟着林站一起去给林夫人行礼, 然后兄弟俩边坐了下来, 讨论了一些科考的问题, 现如今林家, 就只有林站一个人在长安, 那位林家的大郎, 去年下半年便出长安游学去了, 在林家等候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之后, 林昭终于等到了林元达回来, 元达公回到家中, 看了林昭一眼之后, 先是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对着林昭招了招手, 三郎, 咱们书房说话, 同朝为官, 他已经把林昭当成了成年人, 而与林昭年纪相仿的林站, 在他眼里还是个孩子, 林昭回头对着林二少笑了笑, 然后笑呵呵地跟着林俭进了书房, 进了书房之后, 林昭对着林俭低头拱手行礼, 然后笑着说道, 七叔怎么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郑士堂碰到难事了, 也不算是什么难事, 元达公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低声道, 圣人又要修电雨, 但是户部那边没有点头, 说要修便只能从那堂里出, 圣人咬了咬牙, 准备自己从那堂掏钱, 你们门下省得两个大皇门又不同意, 李旭也站出来反对, 一群人吵了一天, 没有吵出个结果, 听到这番话, 林昭心中不免有些无语, 这位新任的皇帝陛下, 登基两年多时间, 已经先后修了两座建筑了, 一座是宫城外的成天关, 另一座是皇城里的吉宫殿, 这才过去没有多久, 便要修第三座了, 真是执着于修房子皇帝啊, 吐槽了一些朝廷里的事情之后, 元达公看向自己的这个侄子,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三郎你得了个儿子, 卫书也没有来得及去看过, 这孩儿取名字了卫, 还没有, 林昭微笑道, 今日来找七叔, 就是想让七叔给取个名字, 除此之外, 还有件事要跟七叔商量, 林昭抬头看了看林昭, 摇了摇头, 按你的性格, 第二件事肯定要重要得多, 先说来听听, 名字的事情一会儿再说, 林昭在林昭的书房里, 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着林远达, 声音有些低沉, 七叔, 我想要离开长安, 林给剑声音低沉, 去坐地方官, 地方官, 袁达工作在自己的椅子上, 看着林昭的目光有些疑惑, 天下不知道多少地方官, 削尖了脑袋, 想要挤进长安城, 挤进三省, 袁达公咒没到, 你如今已经位列中枢, 大可不必走外放的路子, 等过两年你这一任给适中做满, 便可以在六步之中轮替, 未来, 只要不犯错, 未来进入正式堂, 只是时间问题,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七叔,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 我必须要离开长安城, 到外面去主政一方, 为什么? 袁达公仍然皱着眉头, 你才刚得了儿子, 这个时候, 他们母子又不可能陪你出京, 即便要外放, 也再等个几年, 这位正式堂的相公声音低沉, 等过两年, 你坐满了这任给适中, 外放到地方上去, 好歹也是一个上周的次使, 如果现在外放, 最多也就是中周次使, 大周各周等级森严, 分为七个等级, 分别是辅, 熊, 旺, 锦, 上, 中, 下七等, 其中四万户以上, 便可以称为上周, 至于上周之上的辅熊旺锦等, 则是代表了一些地理位置重要, 或者经济发达地方, 除却京城周边的辅周之外, 还有六熊, 十旺周, 十锦周, 十说法, 上周次使与中周次使, 只差了一级, 但是品级却大不一样, 中周次使是正四品上, 而上周次使, 就已经是从三品与林简的国子纪九同级, 当然了, 地方官的含金量与金官不同, 一个上周次使如果调到京城来, 能在六部之中做个正四品下的侍郎, 便算他根底深厚了, 像林昭这种金官, 外放照例是生意品, 也就是从如今的正五品上, 升为正四品上, 到地方主政, 便是一个中周次使, 林昭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水, 对着林简低声道, 叔父, 我去做中周次使, 没有什么关系, 便是认个下周的次使, 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我这次来见七叔, 是想外放的时候, 七叔能在朝堂上, 给我争一争, 争什么? 原打工有些不解, 除了品级之外, 还有什么好争的? 林三郎低头, 默然道, 除次使之外, 侄儿还想要个团练使的奸差, 团练使, 全称团练捉手使, 是地方性的军事长官, 原先只负责训练一些地方性的武装, 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鸡肥补盗, 如果当地地处边境, 团练使还要负责抵御外敌, 类似职责的, 还有防御使, 团练捉手使, 又分为兜团练捉手使, 与州团练捉手使, 前者统数周, 乃至于十数周的团练兵, 而后者只统帅本周的团练兵, 一般由本地次使兼任, 兜团练使, 是仅次于节度使地方军事大佬, 极为权重, 袁达公微微皱眉, 看向自己的侄儿, 开口道, 你这个年纪, 想要去做都团练使, 基本没有可能, 如果是外放到地方做次使, 只做本周的团练使, 应该没有问题, 林给剑微微低头, 笑着说道, 都团练使我可不敢想, 能给我兼任各州团练, 便知足了, 袁达公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林昭面前, 林昭也起身, 垂首站在这位正式唐载府面前, 长安是天下之繁华之地, 你又心得孩儿, 何苦非要到别处去, 正因为长安繁华, 正因为, 侄儿现在有妻友子, 才不得不离开长安, 林昭在自己的袖子里, 摸出了一份文书, 递在了林姐面前, 叔父请看, 林给剑声音低沉, 圣人即位至今, 已经两年有余, 这两年时间, 范阳那边一直没有停止动作, 只去年一年, 康东平变出边界七次有余, 约见契丹突厥各部首领, 这两年, 圣人为了安抚北疆, 对康东平一再怀柔, 但很显然并没有什么用处, 康东平依然反应不减, 林昭递过去了文书里, 密密麻麻记载了去年一年, 康东平北出国界的次数, 记载得非常详细, 袁达公一幕十行, 很快看完, 他面色严肃地看着林昭, 三郎, 这些情报便是在正式唐里, 也没有这样详尽, 你是, 你是如何得到的, 侄儿有几个叫叫, 林昭微微低头, 低声道, 他们在那边做一些生意, 多少能够探到一些消息, 七叔, 林昭抬头看向林昭, 沉声问道, 七叔以为, 若康东平造反, 朝廷能不能挡得住他, 林昭默然以对, 他微微摇头, 若按朝廷兵力来看, 范阳君不算是太大的威胁, 假使他勾连外族, 那么便很不好说了, 长安城外, 一马平川, 林给健身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只要他进了关中, 长安便很难守住, 长安一旦破城, 如今长安城里的这些繁华景象, 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林昭面色严肃, 我还有我家的一家老小, 叔父一家, 长安城里所有人, 都要承受这远甚天灾的冰火,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问道, 假使康贼进了长安, 七叔愿意俯首称臣否, 自然不愿, 袁达公回答得毫不犹豫, 左右无非一死, 岂能愧对圣贤, 林昭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那你与叔母, 大兄还有二郎, 甚至咱们整个越州灵世, 就都要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 侄儿不能再待在长安城里享福了, 为身边亲近人际, 侄儿也要出去, 尽量做些事情, 即便你外放, 袁达公微微摇头, 苦笑道, 区区一个刺史, 也于事无补, 不是一事, 如何能够知道, 林昭低声道, 如今康贼造反, 估计还要准备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侄儿如果能够掌握一地军政, 手里便多少, 能够有些抵抗兵货的本钱, 届时, 即便我, 挡不住康东平, 林昭抬头看向林简, 面色平静, 但是兵权在手, 保住一些身边的人,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袁达公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沉默已对, 他低头思索了许久, 才缓缓点头, 既然这样, 你就去试一试, 这两天, 我会在正式堂里提起这件事, 奏报圣人, 再经过力补, 便可以定下来, 袁达公长长地叹了口气, 能给你争一个上周, 我会尽量给你去争, 只不过做地方官与做金官大不一样, 三郎你, 万不可马虎大意, 林昭含笑点头, 开口道, 七叔放心, 这件事在我心里想了很久了, 该有的准备, 折儿统统都准备了, 晚上留下来吃个饭吧, 林袁达开口道, 咱们叔侄许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 至于你家的那个孩儿的名字, 我这两天翻翻书, 想到合适的名字之后, 魏叔亲自去看看这孩子, 这天晚上, 林昭留在平康坊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之后, 他又跟林姐一起聊了一会儿之后, 才起声告辞, 回到家中之后, 林昭回到自己房里, 先看了一眼心生没有几天的孩儿, 然后默默地坐到了谢旦然的床边, 此时, 谢旦然仍旧在坐月子, 被林儿娘包得严严实实地半躺在床上, 林昭搬了把椅子, 一声道,夫人,谢旦然与林昭, 从某种意义上算是自由恋爱, 再加上林昭婚后, 对他一如当初, 父母兄弟又在身边, 因此这两年时间, 他过得极为幸福, 前两天又生了儿子, 此时的谢旦然心情好到了极点, 他满脸笑容看着林昭, 夫君从七叔家里回来了, 林昭微微一笑, 点头道,回来了, 有一件事, 林三郎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不得不跟夫人提前说一声, 谢旦然本就是个聪慧的人, 看到林昭一副为难的样子, 他微微低头想了想, 开口问道, 夫君面露为难之色, 莫非是看上了长安城里的哪家姑娘? 他顿了顿之后, 笑着说道, 夫君若是看上了哪家姑娘, 便与我说, 过两天, 我身体好一些了, 便去给夫君讲说, 将那姑娘纳入门中就是。 这个时代的女子, 大多都不怎么愿意做妾, 但是大部分女子, 都不排斥自己的丈夫那妾, 尤其是那些成婚多年无子的正妻, 还会主动给丈夫张罗纳妾的事情。 而谢旦然的情况又不一样, 她是商骨之女, 出身实在是太过低微, 按照这个时代所有人的价值观来说, 她能够嫁给林昭为妻, 都是她大大的高攀了。 包括谢坦然本人, 以及谢家谢三元夫妇, 都是这么觉得。 因此, 谢旦然入门之前, 谢三元夫妇便跟她交代过, 如果之后林昭要纳妾, 她不仅不能阻挠, 还要主动帮着张罗, 看着谢旦然有些委屈, 又强装镇定要帮着自己张罗纳妾的表情, 林昭伸手拉着她的手, 微微叹了口气, 夫人想多了, 我并不是要纳妾。 她坐在谢坦然床边, 看向这个刚刚为了自己在鬼门关面前走了一遭的女子, 轻声道, 准备外放出惊了? 啊? 谢坦然一声惊呼,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骤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林昭,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朝,朝廷的文书下来了。 在长安待了三年, 本身又被封了无品的告命令人, 谢坦然的眼界见识自然与从前大不一样了, 如今的她, 对朝廷的体制运转, 流程以及各种官职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她自然知道外放是什么意思。 这位林夫人咬了咬牙, 声音有些气闷, 咱们才刚生了孩子。 你这个给世中的差事也没有任满, 朝廷干什么要把你调到地方去? 她有些急了。 你, 你去寻妻书, 让她给你说说情, 林元达世宰相。 只要没有落实, 她都有能力挽回。 看着眼前有些焦急的妻子, 林昭微微摇头, 开口道, 非是朝廷要我外放, 而是我自己要去。 方才在平康芳, 我已经跟七叔说好了, 让她在朝廷运作, 把我调到地方上去。 林三郎的脸色慢慢严肃了起来, 夫人, 这件事我非做不可。 你, 莫要拦我。 谢坦然的性格有些沉静, 她并没有大呼小叫, 而是默默地看了林昭许久, 才暗暗咬牙道, 我不懂, 有什么事情, 非得你这个若冠之年的少年人出京去做, 京城里有那么多官员, 咱们才刚刚有了孩子。 你, 你为什么非要出京去, 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为了咱们的孩子。 林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低声道, 我才不得不离开长安。 夫人, 还记得当年趁着雨夜, 摸进越州城的那些东山贼吗? 当年, 越州刺史成静宗, 勾连东白山的山贼, 闯进了越州城里, 那些无恶不作的山贼, 静止闯入了新闻坊, 沿途烧杀劫略, 无恶不作, 仅仅一个晚上, 新闻坊便死了一百多人。 其中, 只一个越州灵氏, 就死了四五十人。 那天晚上, 林昭本来是在谢家, 跟谢旦然在一起, 后来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之后, 他冒于闯到了新闻坊, 潜入林家的时候, 林家大院里, 已经一片心红, 遍地血腥, 就连那个曾经教授林昭武功的扶牛山召集, 也死在了那天晚上。 甚至林昭本人, 为了相救林简, 也被那些无恶不作的山贼, 掳到了东白山上, 闲死还生。 这些事情, 谢旦然作为当事人, 自然都是知道的。 见他脸色有些苍白, 林昭接着说道, 长安城, 就是当年的越州城。 他坐在谢旦然床边, 回头看了看一旁还在摇篮之中的婴儿,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如今, 东山贼, 快要进城了。 为了咱们一家人, 为了这个新生的孩子, 我要出去做一些婴座之事。 说到这里, 林昭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低声道, 等到那个雨夜来临的时候, 就算我挡不住东山贼进城, 至少也能把你们从这场冰火之中解救出去。 谢旦然看着林昭, 然后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房间里, 孩子正在熟睡, 谢旦然的喘息声清晰可闻。 他看着林昭, 突然流下泪来。 朝廷里那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是你? 朝廷, 林给见眯了眯眼睛, 闷哼道, 如今的圣人, 只一门心思要修电雨, 见到惯, 哪里还有闲心去应付贼人? 皇帝不作为, 其他的人就更靠不住了。 林昭声音坚定, 只能靠我自己。 他看向自己的媳妇, 低声道, 夫人放心, 这件事, 我已经筹划了两年多了。 只要能够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完成, 将来不管天下如何变动, 咱们一家人都能够安然无恙。 母亲, 你还有咱们的这个孩儿, 不会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你们。 说到这里, 林昭眯了眯眼睛, 继续说道, 当然了, 如果有可能, 我会在那个雨夜到来之前, 把那些贼人打烂, 让他们永远靠近不了长安。 谢戴然刚刚生产不久, 这会儿还有些虚弱, 听完了林昭的话之后, 他有些疲惫地躺回了床上, 然后歪着头,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年轻夫君。 他轻轻叹息, 三郎, 你也只是越州城里的一个普通百姓, 即便, 即便东山贼来了, 咱们一家人保命就好, 凭什么, 凭什么要你去跟那些贼人拼杀, 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林昭心里默默地闪过这句话, 但是并没有说出口, 他看向谢戴然, 微微一笑, 夫人, 或许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第二天, 林昭仍旧是在告假状态之中, 不曾去门下省上班, 在家里陪了一天老婆孩子之后, 到了傍晚时分, 林昭上了自家的马车, 朝着归云楼走去。 今天一早, 他就给曾经的两个室友下了请帖, 约定今天晚上在归云楼老地方见面。 归云楼这个地方, 算是三个人聚会的大本营了, 这几年时间里, 三个人在这里吃饭的次数, 没有一百次, 之前也有七八十次了。 他们约定是天黑十分会面, 林昭赶到归云楼的时候, 天色正好黑下来, 他照常上了二楼进入雅间, 另外两个室友都已经到了。 见到林昭之后,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齐轩对着林昭拱手道贺, 恭喜三郎, 喜得贵子。 周胖子则是上下打亮了几眼林昭, 嘖嘖摇头, 两三年时间过去, 老三你都以为人负了, 长得还像个小白脸一样, 真是没有天理。 因为这几年时间, 林昭都在门下省上班, 没有怎么出门, 再加上他的年纪并不是很大, 因此面容依旧白皙, 看起来依旧像个少年人, 与黑胖黑胖的周德大不一样。 林三郎先视向齐轩环礼, 然后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看了周德一眼, 我平日里在门下省不见天日, 自然不会变黑, 倒是周兄, 似乎比以前又黑了一些。 这个胖子原本就黑, 这几年为了给皇帝办工程, 更是天天风吹日晒, 整个人又见躯黑了一些, 如果不是, 他在长安认识的人多, 再加上一口流利的长安方言, 几乎都要有人把他认成昆仑奴了。 周胖子撇了撇嘴, 昂起头来, 老子故意的, 不把自己晒得黑一些, 如何让圣人看到老子的赤胆中心? 把自己晒黑之后, 再去太极宫面圣。 圣人见我一次, 便知道我在实心用事, 说不定还会心疼我一番。 林昭看了看这胖子, 呵呵一笑, 不得不说, 周兄当初的眼光真是毒辣, 直接一头扎进了工部, 如今两年时间过去, 便已经是工部郎中, 升官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一旁的齐轩也跟着笑了笑, 府长说道, 是啊, 按照这个速度, 最多永得五年, 这丝便能爬到大司空的位置上去。 到时候, 你我兄弟再见他, 就都要称呼一声小周上书了。 工部上书主管天下土木, 又被称为大司空, 你们少来取笑我。 周胖子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有些不乐意地低头喝了杯酒, 笑骂道, 你们两个早早地就做了无品官。 老子这两年四下奔忙, 几乎把自己晒成了乌鸦模样, 也才得了个无品的郎中。 这老子找谁说理去? 三个人互相开了几句玩笑, 然后对视了一眼, 都纷纷举起酒杯, 哈哈一笑。 他们三个人是如今朝廷礼, 或者说新朝之中, 除了大将军李旭之外, 全是最重的年轻人, 再加上他们三个当年在太学住在同一个学舍里, 即便撇开私交, 也是天生的官场盟友。 正因为这一层关系, 这些年, 林昭有意无意地一直在细心维护三个人之间的情分, 而另外两个人也很给林昭面子, 基本上是有请必来。 三个人互相喝了几轮酒之后, 齐献尊才把目光重新放在了林昭身上, 他端起酒杯, 微微一笑, 三郎这么急着把我们约过来, 恐怕是有什么事情吧? 以往三个人约饭, 一般是提前个两到三天, 毕竟三个人身上都有公职, 需要提前安排空闲时间, 但是今天林昭是早上下的帖子, 时间就定在了晚上。 因此齐宣说他有些着急,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起身, 举起身前的酒杯, 敬了两个人一杯。 二位兄长, 小弟已经向叔父请求外放了。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想来到了开春之后, 便会离开长安远行, 到时候咱们兄弟再想要聚在一起喝酒, 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此话一出, 齐宣有周德, 统统面露惊讶之色。 周胖子更是直接开口, 皱眉道, 门下省混不下去了。 不应该啊, 他掰着手指数道, 三郎你这样聪慧, 不可能做不了门下省的差事。 你身后有个宰相, 还是东宫官出身, 门下省多半不敢为难你。 怎么, 怎么一任给世中任期未满, 便要外掉地方了。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外掉的, 与旁人没有干系。 齐宣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问道, 是到地方去做刺史? 大概是这样。 林昭点头笑道, 现在的问题是, 外放之后是中周刺史, 还是上周刺史? 刺史一任五年。 齐宣静静地看着林昭, 轻声道, 以周胖子现在的升官速度, 等三郎你一任刺史做完, 这次说不定已经位列台阁, 载之天下了。 这话就纯粹是开玩笑了, 对于一个新官来说, 最开始的极品能做火箭升一升并不怎么奇怪, 难的是四品以及四品以上的升迁, 基本上每集都难如登天, 更不要说尽正式堂了。 周胖子撇了撇嘴, 没有理会齐宣的挑衅, 而是开口对林昭说道, 老三你可要想想清楚, 普天之下, 再没有第二座城池, 能够与长安城乡媲美了。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笑道, 要是真要想在朝廷里捞油水, 想服, 那我就应该削尖了脑袋, 进入户部才是, 干什么非要外放到地方上去。 林昭虽然不擅长搞金融, 但是他对钱的理解, 远胜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 加入他进了户部, 那么真的是随便大把抓钱。 说到这里, 林昭起身, 对着另外两个社友, 微微欠身行礼, 开口道, 二位兄长, 这一次林某离京, 是为了去做一些, 现在还来得及做的事情, 否则将来是极自身, 便毁之晚矣。 因此, 我必须出京。 我此次出京, 估计要许久才能回来, 家中还有母亲, 夫人, 以及刚刚出事的孩儿。 到时候, 如果长安城里出了事, 我在外地边长莫及, 那会儿, 还请两位兄长, 尽量出面保全。 周胖子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他有些好奇地看着林昭, 我实在想不懂, 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三郎, 你在这个时候离京。 与两个社友见面, 其实主要是跟他们告别。 毕竟在如今林昭身后, 有一个正式堂的宰相, 再加上他与当今圣上多少有些勤奋, 只要长安城不破城, 那么他们一家, 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况且林昭的这两个社友, 都是长安城里的一县衙内, 一个身后是天官尚书, 另一个的母亲, 是当今天子的亲姑母, 父亲更是如今朝堂里顶梁柱一般的大将军。 有这种阵容在, 除非是当今皇帝失心疯了, 要对林昭的家人动手, 其他人是伤不了他们的。 跟着两个社友喝了一顿酒之后, 林昭便回到了家中休息。 第二天, 他在门下省的驾便到期了, 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去门下省上班。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昭每日正常上下班, 处理完衙门里的差事之后, 便下班回家抱孩子, 直到三天之后的上午。 这一天并不是朝会的日子, 林昭一早来到门下省上职, 此时门下省的一干利源, 已经早早地将今天要处理的公文, 堆在了他的桌子上。 林三郎看着这高高堆起来的公文, 也不禁暗自皱眉。 因为他告假了一段时间, 这几天每天都要处理一堆厚厚的公文, 偏偏这些朝廷的政令或者奏书, 只有给世中有风波之权, 因此也都需要给世中亲自去看。 此时此刻, 这位年纪轻轻的林给健, 也不免在心中起了一些懈怠之心。 给世中这个差事, 如果想要偷懒, 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将面前的公文一概照准, 便不会有什么工作强度可言。 不过刚工作没有多久的林昭, 还是十分有干劲的, 这两年时间里, 只要是经他手过去的公文, 他至少都会大略看一遍, 时至今日, 他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门下省给世中了。 在衙门里处理了一个时辰的公事, 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 一个一身红衣的太监晃悠悠地进了门下省, 在门下省立员的带领下, 静止来到了林昭的工房门口, 敲响了房门。 门外, 平日里帮着林昭办公的立员声音恭敬, 小林相公, 宫里来人了。 林昭文言放下手中的毛笔, 迈步走出了房门, 就看到一个一身红衣的太监站在自己工房门口。 宫里的太监品级与外庭类似, 只有无品以及以上的太监, 才有资格穿红色的袍服。 而内庭的品级职位本来就不高, 能够穿上这么一身红衣, 说明在内庭已经权力不小。 这个太监见到了林昭之后, 微笑点头, 这位想来就是小林相公。 林昭微微点头, 抱拳道, 门下省林昭, 公共室, 司宫台长岸太监。 这个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太监, 对着林昭微笑道, 奉圣人赵命, 来请小林相公进宫一趟。 听到这句话, 林昭并没有太过惊讶, 毕竟他也算是曾经太子一党的人, 这两年时间没有太少见皇帝, 皇帝召见并不是特别少见的事情。 尤其是前几天他见了林昭, 要林昭帮他在朝中运作外放的事情, 按照朝廷的流程, 这件事多半已经惊动皇帝了。 林昭对着这个太监拱了拱手, 笑着说道, 公公先行, 本官稍后便进宫面胜。 这个红衣太监看了看林昭, 然后点了点头, 转身去了。 等这个太监走远之后, 林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收拾完东西之后, 闭目琢磨了一番见皇帝的说辞, 然后便起身整理了一番衣裳, 朝着皇宫方向走去。 因为门下绳本就在皇城里, 距离皇宫不远, 大概小半个时辰的时间, 林昭就来到了太极宫门口, 让太极宫的宦官汇报之后, 林昭很快就被司公台的宦官 领进了太极宫的偏殿。 此时, 太极宫偏殿里的情景颇有些疑拟, 已经登基两年有余的皇帝陛下, 争半躺在一张软榻上, 微微眯着眼睛, 看向殿中正在翩翩起舞的一众长袖舞女。 在他的身边, 两个宫装侍女, 再小心翼翼地给他捶着腿。 一进偏殿, 扑面而来的就是浓重的脂粉气息, 以及连绵不绝的丝竹之声。 进了偏殿之后, 林昭便皱了皱眉头, 抬头瞥了一眼皇帝。 这会儿, 还是上午啊。 皇帝好色并不是坏事, 只要不过分好色, 对于皇室来说反而是好事, 就连先帝也时常在太极宫观看舞月, 有时候兴致来了便会灵性宫女舞女, 更何况是尚且年轻的当今天子。 年轻便会有欲望。 但是无论如何, 上午应该是皇帝侍朝的时间, 这个时候在太极宫里观看歌舞, 有些太过懈怠了。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脉步上前, 跪在地上, 沉门下给侍中林昭叩见圣人。 皇帝陛下本来正在眯着眼睛享受, 听到了林昭之后, 顿时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林昭之后, 笑着说道, 爱卿不用多礼, 起身吧。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又看向身边的一个太监, 开口道, 前阵给林给剑搬把椅子过来, 让他统真一起看。 等椅子搬来之后, 皇帝陛下便对着林昭微笑道, 爱卿快来做, 这是教方司新编的舞曲, 颇为赏心悦目, 来同镇一起看。 林昭被逼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坐在皇帝身边, 闲着无聊, 他也看了几眼这些舞女, 然后不由在心中暗暗感叹。 真是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 在心里感慨了这么一句之后就, 林昭扭头看向天子, 开口问道, 陛下, 您照成进宫, 不知道是, 最近正让人在长安城里, 招揽了一些人, 专门给朕演绎一些故事画本, 用来消遣打发。 皇帝陛下此时胡须已经留得很长, 他扭头看了看林昭, 笑着说道, 长安城里属爱卿画本写得最好, 因此特意让人照你进宫来, 与朕编几个新画本出来。 听完这句话, 林昭便脸色微变, 大皱眉头。 感情不是因为外放的事情, 找自己进宫。 见林昭脸色不太好, 皇帝陛下微笑道, 放心, 不白要你出力, 等写得好了, 在皇帝身边先是看了看殿中仍旧翩翩起舞的舞女们, 又回头看了看皇帝, 默默开口道, 陛下, 恐怕来不及了。 来不及? 皇帝微微皱眉, 有何来不及? 朕记得, 门下省有四个给适中, 你可以不用那么操忙, 闲下来的时间便写一两个画本出来吗? 林昭终于忍不住抬头看了看皇帝, 低声道, 陛下, 臣已经申请外调了, 不出意外, 再过一些日子便会外放出京, 地方上事物繁杂, 便来不及替陛下写画本了。 皇帝陛下这才微微皱眉, 从软榻上坐了起来, 一脸愕然地看着林昭, 爱亲你, 腰外放了? 林昭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然后默默叹了口气。 臣以为, 陛下照臣入宫, 就是要与臣说这件事, 皇帝这会儿也有些不太好意思。 他先是看了看林昭, 然后对身边的太监挥了挥手, 罢了, 前阵, 让他们解散了吧。 这个前阵, 正是先前去门下省传召林昭的太监, 看皇帝这个语气, 明显是把他当成了手边的使唤人。 听到了皇帝这个语气, 林昭也看了看这个前太监一眼。 看这种情况, 这个叫做前阵的太监, 将来不是没有机会接掌司工台。 前阵的动作很利落, 没过多久, 殿中的舞姬便统统散了去, 乐师们也都各自散去。 皇帝陛下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看向林昭, 开口问道, 爱卿这个给世中做得好好的, 前先日子曹相还在朝会上夸你办事得力, 怎么这个时候要想着出京外放呢? 林昭坐在皇帝对面, 微微低头, 开口道, 陛下, 长科近士一般都会外放, 坐两三任地方官, 再酌情调回长安, 沉蒙陛下与先帝的破格提拔, 才能够侥幸位列中书衙门, 如今城堪和气已满, 是应该出长安看一看了。 林昭心中早已经想好了这套说辞, 微微低头道, 当年叔父也是外放到南洋做郡守, 如今臣尚且年轻, 能趁着年轻出去看一看, 长些眼界见识, 将来才能够更好地替朝廷效力。 皇帝陛下用手, 摸着自己下河的胡须, 思索了一番之后, 对着林昭笑道, 林昭当年是因为出入朝堂, 不得不按着吏部的流程外放为官, 但是三郎你不一样, 你是朕的前邸之人, 当年也替朕做了不少事情, 便不用走吏部的流程了。 当年吐蕃使臣到访长安, 先帝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当今的皇帝去办, 结果那位使臣暴毙在长安的会馆里, 当时还是太子的皇帝, 险些深陷其中, 最终还是依靠林昭手中的舆论力量, 才摆脱了这件事。 因为此事, 皇帝还是记着一些林昭对他的功劳的。 说到这里, 皇帝继续笑着说道, 再说了, 朕没有记错的话, 给世中一任是五年, 如今三郎你才做了两年便要撒手不干了, 有些不合规矩。 林昭坐在皇帝身边, 深呼吸了一口气。 陛下, 臣自小在越州长大, 不曾去过其他地方, 也不曾外出游学, 稍长之后便跟随叔父到了长安城, 之后便终尽是为官。 臣这一生, 只在越州与长安两地, 臣如今侥幸跻身中书衙门, 每日手里经过的文书, 都是家国大事, 然除长安越州两地之外, 臣对其他地方实在是一无所知。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然后起身对着皇帝拱手道, 陛下, 若臣此生只是一个给世中, 不负责朝廷决策, 倒也罢了。 他日臣, 如果侥幸进入六部, 切切实实地掌握天下声明攸关之势, 到时候, 如果还像这样想当然, 恐怕只会降火于百姓。 他低眉道, 因此, 臣想出去见识见识, 看一看各地百姓是个什么模样, 陛下的子民过的是什么日子, 天下离数都是个什么活法, 这些都是他提前想好的说辞, 此时说出来洋洋洒洒。 等臣见识丰富了一些之后, 他日陛下如果用得着臣, 臣又堪用的话, 便能够替陛下做很多事情, 而不至于只是一个满口圣贤文章的大头书生。 灵昭这番话, 说得有些长, 不过圣人仔细听了一番之后, 还是听明白了。 他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站在自己面前的灵昭, 两久之后才哑然一笑, 看来三郎这番雄心壮志, 看来是把目光放在了正式堂里了。 皇帝这句话, 就是说灵昭想做宰相, 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问题, 按照灵昭的说法, 他是害怕从门下省进入六部的时候, 把柴室办砸了。 而如果先调任地方, 再回京进入六部轮梯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走楚项的路子, 六部走完一遍之后, 随时准备被拉进正式堂拜相。 灵昭连忙低头, 拱手道, 臣不敢, 臣只是想尽心替陛下, 替朝廷办差。 这个时候, 皇帝对灵昭还是颇有好感的, 见灵昭这个年轻人活力满满,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开口道, 既然三郎有这份大志向, 这也不好再因为画本, 把你印留在京城。 他看着灵昭, 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按三郎现在的品级, 外方到地方去, 应该是要主政一方了吧。 灵昭连忙低头, 开口道, 回陛下, 臣与叔父商量过此事, 叔父说, 可能会给我安排上周别价, 或者是下周的刺史。 其实之前灵昭与灵昭说的是中周刺史, 或者是上周刺史, 不过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出灵渊打铁面无私, 灵昭刻意把官职说低了两极, 低了, 皇帝陛下从软榻上起身, 伸了个懒腰, 开口道, 你是镇的前底之人, 又是门下省的几时钟, 即便寻常给室中外放到地方上去, 一般也是中周刺史了。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淡淡地说道, 无论如何, 最少也要给你个中周刺史才是。 他打来的哈欠, 语气颇有些懒散, 等正式堂那边的流程走完, 正会替你打个招呼, 让利部给你分派到一个复数的州去。 灵昭连忙躬身行礼, 臣多谢陛下厚恩, 皇帝陛下看着弯身的灵昭, 懒洋洋地说道, 不必如此, 起身罢。 说完这句话, 他叹了口气, 只可惜三郎你离开长安, 长安城里就在没有人能给朕写出好的画本了。 身侧,文言心中一动, 开口道, 陛下, 承认的义人, 写话本编故事的本事, 只在臣之上, 不在臣之下。 哦? 皇帝陛下来了心思, 对着灵昭笑道, 哪里的人, 可曾入室为官府? 如果不曾入室, 三郎你便把他直接带到宫里来, 给朕瞧一瞧。 灵昭微笑道, 回陛下, 此人已经入朝廷为官多年, 这些年一直在国子建太学里教书育人, 平日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太学博士, 臣也是因缘巧合之下, 才知道他擅长写画本故事, 而且已经写了数个画本, 本本都是精品。 太学博士, 皇帝陛下低头琢磨了一番, 然后对着灵昭笑道, 既然能被三郎这样夸赞, 想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三郎你找时间, 把他带到宫里来一趟, 朕要亲自见一见他。 灵昭连忙躬身, 臣遵命。 皇帝看了看灵昭, 面露笑容。 若是这人真有三郎说得这样厉害, 朕一定重重有赏。 在朝廷里想要办一件什么事情, 如果单单宰相点头, 未必就一定能办成, 因为宰相上面还有个大老板。 而如果单单皇帝点头, 也未必能办得好, 因为下面还有三郎, 还有郑氏堂的宰相们。 但是假如一件事情, 皇帝与宰相统统点了头, 那就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因此, 得到了皇帝与林简首肯的灵昭, 没过几天, 中书省便起草了圣旨, 交到了他的手中。 旨意仍旧是那位姓前的太监前来宣发, 念完了前面的一长段篇文之后, 才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念道, 卓元门下省几世中林昭, 为青州刺史, 兼青州团练史, 令娇哥锁部直视之后, 即刻前往青州赋任。 林昭现在身上的给世中差事十分重要, 因此在圣旨上也特意说明了, 要他把给世中的差事交割干净之后, 再动身去青州赋任。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的目的终究是达成了。 听到这段话之后, 跪在地上的林三郎, 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在这两年时间里, 林昭曾经很仔细地想过, 如何应付将来的兵货。 而在他所制定的众多计划之中, 第一步就是要主掌一地军政。 有了这个前提, 那么他才能够开始施展第二步。 如今, 这第一步, 成了。 有了这道圣旨, 在等力部的文书下来, 林昭就是青州一地绝对的老大。 到时候, 他想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按部就班地慢慢去做。 想到这里, 林昭恭敬叩首谢恩, 起身接过了这道圣旨。 宣旨的前太监笑意盈盈, 对着林昭作一道, 恭喜小林相公, 年纪轻轻便要主政一方了。 等小林相公再回长安之时, 多半就要为列台阁了。 林昭微微摇头, 对着太监前阵礼貌性地笑了笑, 不敢当, 若是论升迁, 司公台的升迁速度要比外庭高得多了。 说不定等我再回长安, 前公公已经是司公台的大太监了。 前阵文言连忙摆手道, 小林相公太客气了, 咱家可不敢当。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这个前公公脸上还是挂满了笑意, 临终之前还对着林昭叮嘱道, 小林相公, 吏部这几天就会派新的给侍中过来, 还请小林相公好生交割手中的差事, 莫要当个门下省的差事。 林昭点头答应, 这个自然。 前太监这才笑呵呵地离开了门下省。 宫里来人到门下省宣旨, 自然是一件大事。 因此, 门下省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在。 等到前阵离开之后, 另外三个给侍中才纷纷上前向林昭恭贺。 这青州乃是接近上州的中州, 林给建年纪轻轻, 便做到了正四品的地方大员, 主政一方, 着实让人羡慕。 又有人上前, 对着林昭拱手笑道, 林给建官图平步青云, 真是让我们这些老朽眼热。 听到这些或真或假的奉承, 林昭都一一应答, 很是客气。 等到这些同僚都恭贺完了, 门下省两位大黄门之一的陈鸿才刚从外面回来, 在门下省的官员口中得知林昭外放的消息之后, 这位大黄门微微皱眉, 便把林昭拉进了自己的工房之中。 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这位黄门侍郎便大皱眉头, 他看向林昭, 长长地叹了口气, 三郎怎么一戒给侍中任期未满, 便外掉地方去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再一次皱起眉头。 还是个中皱。 两年多时间下来, 这位黄门侍郎与林昭的交情不错, 这会儿已经开始称呼林昭的行辈了。 他紧皱眉头, 开口道, 你没有瞧见, 另外几个给侍中都在笑你吗? 林昭坐在陈鸿对面, 摇了摇头, 苦笑道, 不曾看见。 这位大黄门微微摇头, 开口道, 你刚进官场没有多久, 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 你这一次从郑无品调任郑四品, 看起来光烫, 实际上是名声暗将。 陈侍郎低声道, 门下省前几个月, 那个新任的给侍中严贯, 便是从地方刺史调任过来的, 他还是石雄州的上州刺史, 据说花了不少钱在长安活动, 才谋到了这个给侍中的差事。 你已经坐稳了给侍中, 任期又没有满。 而且听说, 林昭在正式堂里, 也遇见权重, 怎么朝廷会在这个时候, 把你外调出京了? 经过这几年的交情, 陈鸿算得上是林昭在朝堂上的政治盟友了, 私下里, 林昭也给他签过线, 带着他去见了几次林检, 因此, 两个人的政治感情还是有的。 此时见林昭吃了亏, 这位大皇门自然会有话说。 林昭坐在陈鸿的对面, 文言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陈侍郎不用如此, 这是我自己要求外调的, 朝廷准了我的奏情, 应当开心才是。 林昭微微低眉, 仍旧用之前的说辞, 开口道, 我从入世以来, 便没有出过长安,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出去见见世面。 陈侍郎听到林昭这句话, 不由目瞪口呆, 他开口劝了林昭几句, 见劝不动林昭, 便摇了摇头, 叹息道, 地方上的事情, 未必就会比长安城简单, 我也在地方认过事, 也是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三郎你这样年轻, 到了地方之后, 一定小心才是。 这句话算是金玉良言了, 林昭连忙低头拱手, 开口道, 多谢长辈教会。 陈鸿与林检同辈论交, 撇开两个人的公职不提, 林昭称他一声长辈, 没有什么问题。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林昭便起身告辞, 回到了自己的公位之后, 一边整理公文, 一边提笔写了一封信。 到了下午的时候, 林昭已经把手头的差事整理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眼见即将日落西山, 他便起身收拾东西, 离开了门下城。 走出朱雀门之后, 就算离开了皇城, 林昭上了自家的马车, 等到马车缓缓启动之后, 他才轻声开口, 先不要回家。 去一趟东市。 马夫很利落地应了一声, 马车缓缓朝着东市奔去。 大概过了小半个时辰, 马车在东市门口停下, 林昭走下马车, 让马夫在一旁等候, 自己一个人进了东市。 作为长安最大的两个市场之一, 东市之中鱼龙混杂, 这会儿已经是傍晚, 即将闭市, 因此, 东市之中更加繁忙, 收摊的收摊, 叫卖的叫卖。 林昭已经在马车里换下官服, 这个时候在人群里并不显眼, 他静止走向了东市之中的大通贵方。 大通贵方, 作为长安城里的八大贵房之一, 最大的铺面自然是在东市之中。 林昭到了东市之后, 找到了之前正通派来帮着谢三元做生意的那位大掌柜, 然后从袖子里取出了一封信, 递在他手上。 帮我送到二舅手上, 这个大掌柜点了点头, 把信收在袖子里, 转身去了。 而林昭看着这人远去的背影, 微微眯了眯眼睛。 常言说,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大通商号, 是时候在青州开分号了。 本来按照林昭自己的打算, 是想要用自己脑子里的, 这个世界里从未出现过的东西, 或者说思想, 来在这个世界完成自己的资本积累。 而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如今谢三元在长安城的生意已经做得极大, 而且他已经把重心从活字印刷上慢慢转移, 开始去开辟其他的产业。 但是这种资本积累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按照林昭自己的估算, 如果只凭借谢三元想要达到大通商号的资本规模, 即便一切顺利, 恐怕也需要七八年时间。 而且, 当初林昭的那几个舅舅,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把生意做起来, 是因为郑家三兄弟各个都是有本事的人。 另外, 他们还有官面上的人物扶持, 再加上郑温当年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的人脉, 即便如此, 也是在先帝的刻意纵容之下, 大通商号才有了如今的规模。 短时间内想要赶上, 实在是难之又难。 好在大通商号如今管事的三个人, 都是千年世家出身, 相比于普通的商人来说, 他们对钱远远没有那么重视。 因此, 他们三个人都不止一次地对林昭表态过, 如果林昭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大通商号可以全力支持林昭。 如今, 林昭要去青州主政, 或者说是开始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势力, 可以预见的是, 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他需要大笔资金投入。 如今凭借谢三元那边的资金, 很显然是不怎么够的, 因此, 林昭才会给正通写信, 开始动用大通商号的资源。 毕竟林昭不是什么死板的人, 自己既然需要, 几个舅舅又愿意给他用, 那自然没有不用的道理。 其实这件事可以算是一场投资, 将来林昭的势力成行了, 带给大通商号的收益, 应该会高于现在大通商号对林昭的投入。 给正通递完信之后, 林昭便准备回家里带孩子。 马车刚刚停到自己家门口, 林昭就看到一辆紫车的马车, 也在自家门口停着。 林三郎看了看这辆有些眼熟的马车, 当即明白是谁来了, 他下了马车, 静止来到了自家前院正堂, 刚刚走进去, 果然就看到了母亲林二娘, 正在跟一个兰衣公子说话。 林昭迈不上前, 先是对着母亲行礼, 然后又转身对着这个贵公子拱手道, 见过大将军。 整个长安城里, 能够被人称为大将军的年轻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宋王世子李旭。 值得一提的是, 那位宋王殿下, 听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好, 几个月时间已经好几拨太医到宋王府给他诊病, 很可能命不久矣。 也就是说, 可能用不了多久, 林昭再见到李旭的时候, 就要称呼一声王爷了。 见到林昭回来, 对着自己行礼, 李旭连忙站了起来, 拱手还礼, 三郎回来了。 林二娘也跟着起身, 对着李旭笑了笑, 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沏茶。 他离开之后, 林昭与李旭两个人, 才重新坐下。 这位长安城里的左卫大将军, 上下看了林昭几眼, 然后笑着问道, 方才我去门下省巡三郎, 那边的人说你已经下职了, 我又到你家中来寻你, 得知你仍然未回家里。 这位年轻的大将军笑着说道, 莫非是去私会小娘子去了? 大将军玩笑了, 林昭苦笑了一声, 开口道, 因为即将远行, 所以去东市转了转,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采买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 他又抬头看了看李旭, 问道, 大将军何事寻我? 正是为了你出门的事情。 见林昭提起正事, 李旭这才严肃起来, 开口问道, 三郎这个给世忠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要离京去了? 今日我还是在宫里, 听圣人提起, 才知道此事。 因此特来见三郎, 亲自问一问缘由。 林昭对着他眨了眨眼睛, 苦笑道, 要是我说出去见一见世面, 大将军信是不信? 自然不信。 李旭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别人不知道你林三郎, 但是我却是知道的, 早年林氏的长子陷落在恒州, 是咱们一起去的恒州救人。 那时候, 三郎你, 应该还是十五岁的年纪, 便能够在恒州城里游刃有余, 轻而易举地将林大郎, 从那场困局之中解脱了出来。 说到这里, 李旭看向林昭, 颇为感叹地说道, 那时候, 维兄便觉得, 你不像是个少年人, 莫说不像少年人, 就是一些三四十岁的官场老人, 恐怕也大不如你。 说到这里, 李旭又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况且, 你家里心得了孩儿, 便是想要外放, 也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才对。 这几年时间里, 林昭与当今皇帝的接触其实不多, 但是与这位世子殿下, 却是接触很多的, 互相也很是了解, 什么没有见过世面, 出去见世面这种鬼话, 骗不了这位左卫大将军。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水, 然后这才抬头看向李旭, 开口道, 不瞒大将军, 这一次主动要求外放, 一来是因为, 的确想要出去看一看, 二来是因为在京城无用。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如果是寻常金官, 坐到我这个给世中的位置, 便可以准备进入六部轮换了, 但是我的年纪太小, 根本不可能进入六部, 再留在京城里, 等这一任给世中认满, 多半是会去国子见, 或者秘书间认识, 最少要等到我三十岁, 才能进入六部。 说到这里,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与其在长安城里苦熬, 不如出去看一看, 万一侥幸在外面得了什么功劳, 将来回到长安城里, 也不会受困于年纪限制, 仕途也会顺畅一些。 这是林昭准备的第二套说辞, 或者说是, 第二套逻辑上完全说得通的说辞, 因为他的年纪太小, 而官职又太大。 按照一般进士的流程, 中了进士进入六部选官之后, 或者是在长安城里, 做个八品九品的小官, 或者是到地方上去做一些县衙的副手。 等到三年任期满了之后, 才有资格正式迈入仕途, 第一品金官外放, 已经外放得慢慢往上爬。 等爬到地方上刺史或者俊守的地步之后, 再找机会进长安城, 掉入门下省或者御史台这种衙门, 转而进入六部, 再成为六部五间九四的主官, 然后靠天命进入正式堂拜相。 这是标准的官员升迁流程。 当年林昭的叔父林俭, 便是这么一套流程走完, 最后是从户部侍郎升为国子祭九。 而林昭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两代圣人的官兆, 他是中进士没有多久, 便做了正无品上的给世中。 官职太大, 年纪太小, 就像林昭自己说的那样, 如果他留在长安, 恐怕要在相同或者类似的职位上苦熬十年, 才会慢慢有出路。 听到了林昭的说辞之后, 李旭低头喝了口水, 然后微微点头。 这样倒是说得过去, 不过即便如此, 等这一任给世中做满, 在外放不迟, 到时候品级也能再往上抬一抬。 他面露笑容, 开口道, 最起码等到你家的这个孩长大现, 不然等你坐满, 一任刺史回来, 他也不认得你了。 林三郎端起茶杯, 对着李旭笑道, 紧急思动, 等不得了。 两个算是顾骄的年轻人, 举起茶杯, 碰了一碰。 林昭端着自己手中的茶水, 一边喝茶, 一边眯起了眼睛, 暗中盘算。 这趟青州之行, 他已经不缺钱了, 但是还缺人。 此时此刻, 他想起了当初在越州城碰到的那些江湖侠士。 南阳郡扶牛山, 林得见在心中默念了一遍这个地方, 然后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 林昭从来没有去过青州, 而且他跟吏不上书州松, 或者是国子祭九林检那种官场上的大佬不一样。 那些人即便没有去过一个地方, 围观这么多年, 难保就会有一些门生孤立在, 因此想要办什么事都不会太难。 但是林昭不一样, 他没有去过一个地方, 就代表他在当地全无根基。 即便他是林检的侄儿, 也不可能把自己叔叔的关系硬搬过来用。 况且林渊达在青州也没有什么关系。 一任之州是五年, 按照正常速度推进的话, 即便林昭这个之州做得极好, 在当地形成自己的势力, 怎么也要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林昭很显然等不了那么久了。 因此, 他就需要带着已经成型的势力, 最起码是属于自己的势力股价, 空降到越州去。 所谓势力无非是钱、权、人三方面而已。 作为青州之州兼青州团练时, 林昭官面上的身份在青州 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权力第一。 因此, 他只需要带上钱和人, 就可以迅速在青州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大通商号是钱,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人手的问题了。 林昭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当初在越州的时候, 那个不惜性命, 也要拼死护住林检的扶牛山赵家寨。 赵家寨的人, 对林昭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此前林昭的心理, 是没有异字的概念的。 直到认识了赵家寨的人之后, 他才真正认识到, 义这个字在江湖人心里分量极重。 最起码是在这个时代的江湖人心里分量很重。 因此, 林昭在接到青州团练使这个差事之后, 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南阳郡的扶牛山。 因为李旭对林昭颇为了解, 林昭一直跟他说了半个时辰的话, 才勉强让这位打大将军相信, 自己离开长安是为了攒资历。 到了天色快黑的时候, 林昭才把这位执意不肯留在家里吃饭的大将军, 送出了家门。 此后几天时间, 林昭每日去门下省与那位新任的给市中交割差事。 先后三四天时间, 林昭才把手里的差事交割干净。 到了第四天下午, 他便正是同新任的给市中交割观影, 卸任了这个给市中的差事。 老实说, 如果此时大州还是盛市, 或者是北边没有那么明显的外患, 林昭是绝对不肯放弃这个中枢差事的, 毕竟门下省作为三省之一, 平日里接触到的事物与人物, 都是长安城里最顶尖的人, 甚至于能够经常跟正式堂打交道。 这是一个相对权重又很有前途的差事, 不知道多少人求之不得。 但是外患就在眼前, 大州也远不是当初的盛事, 此时林昭自然不肯继续待在长安城里做官老爷。 交接完了给市中差事之后, 已经是下午时分, 林昭换下了官服, 慢悠悠地来到了安人坊, 熟练地坐进了那家面摊里。 老崔, 一碗油泼面皮。 卖油泼面的老崔, 与林昭早已经熟识, 听到了林昭这番话之后, 他立刻应了一声, 没过多久, 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油泼面皮, 摆在了林昭面前。 林相公慢用。 朝堂上的人, 平日里尊称林昭的时候, 一般是称呼一声小林相公, 或者是小林炭花, 之所以这么称呼, 并不是因为林昭年纪小, 而是因为正式堂里, 还有一个大林相公, 大林炭花。 但是, 老崔却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因此便直接称呼林昭为相公。 这里的相公, 大多用来称呼宰相, 或者是对于官场中人的尊称, 并非是后世夫妻之间的称呼。 林昭低着头, 痛痛快快地吃下了这碗面, 然后从袖子里取出一串铜钱, 放在摊主面前, 笑着说道, 老崔, 算一下账, 把我先前记得账一发结了。 摊主伸手挠了挠头, 开口道, 林相公平日里不都是月底结吗? 怎么现在还是月初就结账了? 有事要离开长安一段时间。 林三郎微笑道, 怕你觉得我跑了, 因此还是结清得好。 老崔一边点头给林昭算账, 一边开口问道, 林相公何时回长安来? 林昭闻言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微微摇头, 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 他对着这位崔老板笑了笑, 开口道, 但愿下一次回长安的时候, 依旧能够在这里吃到你家的面皮。 这个自然。 老崔拍了拍胸脯, 开口道, 这份手艺是俺大传下来的, 只要俺不死, 就在这里一直坐下去。 听到他这句话, 林昭眯了眯眼睛, 伸手拍了拍这个中年人的肩膀, 微笑道, 但愿如此。 说完这句话, 林昭把老崔找回来的钱收进了袖子里, 副手远去。 他背对着这个小贪, 微微叹了口气。 兵祸不饶人, 假如康贼入长安, 这长安城里的一切东西都会变成泡影, 即便将来能够驱逐康贼, 重建长安, 恢复现状至少也要几十年时间。 到时候, 这个小面摊还会不会存在, 只能说听天由命。 离开了面摊之后, 已经到了傍晚, 林昭背负双手在长安城里溜达, 慢慢地来到了平康坊。 在平康坊里转了一圈, 看到林检的轿子已经停在家门口之后, 林昭这才登门拜访。 林家的下人都认得林昭, 很快林昭就被带到了林检的书房里, 交到了这位这儿八经的林相公。 坐在袁达宫对面, 林昭微微低头, 笑着说道, 七叔, 门下省的差事, 我今天已经交割完了, 再过两天, 我就准备离开长安了。 这样着急吗? 袁达宫微微皱眉, 开口道, 要不要我帮你问一问青州那边的情况, 在长安城里, 找几个青州人打听打听, 这样, 你到了青州之后, 也好办事一些。 林昭微微摇头, 开口道, 哲儿已经安排了人去青州了, 这一次来见七叔, 是有件事要跟七叔商量。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问道, 七叔还记得扶牛山吗? 袁达宫听到扶牛山这三个字, 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长叹了一口气, 如何不记得? 当年在越州, 如果不是召集拼死相救, 只怕我早就死了, 哪里能够在长安城里, 被人一口一个相公喊着? 说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开口道, 只可惜这几年, 我一直不得空闲, 不曾去扶牛山拜祭死在越州的壮士们。 林昭轻声道, 哲儿准备去一趟赵家寨, 他抬头看了看林姐, 缓缓说道, 这个寨子与七叔颇有渊源, 而且, 咱们林家欠他们一份人情, 袁达宫看向林昭, 声音有些低沉, 三郎你, 不错, 我是想带一些扶牛山的人, 随我一同去青州。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同时, 给他们一份虔诚, 袁达宫的脸色骤然严肃起来。 他跟扶牛山那些江湖中人的关系, 比较复杂。 早年他外放南洋做官的时候, 也是因为年轻气盛, 才保下了扶牛山赵家寨的人, 后来赵家寨的人记下了这份恩情, 这些年来一直在尽全力相帮林简。 但是作为一个很传统读书人的林元达, 原先并不想跟这些江湖中人, 牵扯上太深的关系, 直到那年二十多个扶牛山的人, 先后因他而死。 那件事情之后, 林简便改变了对于江湖中人的偏见, 不过因为他心里又觉得自己亏欠了扶牛山, 愧对这些江湖中人, 这几年一直没有好意思去扶牛山。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袁达宫沉默许久, 才缓缓说道, 咱们叔侄眼中的虔诚, 在他们眼里, 未必就是虔诚, 我们林家已经对不住他们了, 要是你再把他们家里的人带到青州去, 碰到了什么危险, 将来咱们叔侄都无言再去扶牛山为召集祭扫了。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七叔, 大洲有过二百年, 哪个州人不想要个朝廷的前程? 扶牛山的赵家人不曾竖起造反, 便一定会想要这份前程。 至于危险, 林昭咳嗽了一声之后, 继续说道, 侄儿不会从他们那里带走太多人, 最多就一二十人。 侄儿还见了青州的团练使, 正要用这些赵家人做骨架, 训练出一只我能够使唤的动的青州兵出来。 林昭的年纪不大, 他这个年纪去青州认刺使, 别人都不一定会心服, 更不要说是去认团练使了, 那些青州的州兵一定会不服他。 而林昭也没有准备费时费力地去收服那些青州兵, 而是准备自己搞一个出来。 见林昭达还有些犹豫, 林昭对着他开口道, 侄儿可以跟叔父保证, 死去扶牛山绝对不会强迫任何一个赵家人随我去青州, 即便那边人同意, 我也最多带三十个人。 说到这里, 小林看花笑了笑, 开口说道, 将来这些江湖中人在青州得了关, 说不定还会感谢叔父您的恩德。 你带去青州, 谢我做什么? 袁达公长叹了一口气之后, 开口道, 罢了, 你既然有这个心思, 那我也不拦你, 只是青州不比长安。 他低声道, 长安城里虽然同样凶险, 但是一切都有道理可讲, 不至于突然死于非命, 等你到了地方上, 一个不小心, 就会有人想要你的性命。 目守一方, 非是而信, 三郎一切小心才是。 说到这里, 袁达公似乎想起了一些当年的旧事, 感慨道, 当年我去南洋军任郡守的时候, 年纪比你现在还长一些, 那个时候, 我便险些死在了南洋, 如果不是岳父家里出力, 我恐怕很难离开南洋。 说到这里, 袁达公声音低沉, 你是个有主见的人, 别的话, 七叔便不跟你说了, 只跟你说一句。 他缓缓开口, 若是碰到凶险了, 想办法回长安来。 这位岳州灵士的长辈, 伸手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与其平静。 你年纪还小, 即便天下将有什么祸事, 也不该你来担, 更不应该全让你来担, 碰到事情了, 就回长安来。 大林相公对着林昭笑了笑, 只要回到长安城, 天大的事情, 为叔都可以替你扛一扛。 听到这句话, 林昭心里也颇为触动, 他后退两步, 对着林简恭敬作依。 多谢叔父, 侄儿, 记下了, 因为给市中的差事已经交割完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林昭就一直在做出门的准备。 这几天时间里, 他先是跟两个摄友吃了顿饭, 与丹阳大长公主道别, 然后又跑去, 纯阳关见了见小道士李玄通师徒俩。 最后, 他还去了一趟地灵, 向老太监魏忠告别。 此时, 已经守了两年地灵的魏忠, 头发花白了一些, 但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却十分不错, 每日里在林昭给他开辟的那个花园里, 种种花羊羊草, 照顾照顾想店的香火, 日子过得也算惬意。 值得一提的是, 司公台的后继者, 也难得地表现出了慈悲的一面, 并没有人对这位司公台的老太监下手, 也没有人过多为难他, 似乎所有人都默认, 让他在地灵养老。 其实细细一想, 司公台的人也不会对这个老家伙动手, 毕竟魏忠已经对他们的权位没有了什么威胁, 更重要的是, 谁都会有这么一天。 一朝天子未必一朝臣, 但是一朝天子一定是会有一批新太监, 也就是说, 每个司公台的太监到最后多半都会走到魏忠这一步。 此时他们对付魏忠, 将来自然也会有后人来这样对付他们。 灵兆在想店里与这老太监说了一回话之后, 便起声告辞, 回家里看孩子去了。 至此, 他离京之前的一切准备都已经悉数准备妥当。 第二天早上, 他便在东市雇了马队, 准备离京上任。 马队在长星方里停了大半个时辰, 灵兆的东西总算收拾得差不多了, 因为谢戴然还在房间里坐月子, 是灵兆娘把灵兆送上了马车。 马车即将离开灵家大院的时候, 已经哭红了双眼的谢戴然, 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看着即将要上车的灵兆, 嚎啕大哭。 灵兆叹了口气, 上前拉着他的手哄了许久, 最后才把他交在了灵兆娘手里, 让灵兆娘把他带回礼物。 一切准备妥当, 马队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顶蓝色的轿子才停在灵家大院门口。 一身紫色官服的灵元达, 从轿子里走了下来, 他看了看已经准备动身的灵兆, 微微摇头。 三郎, 我来送你一送。 这个时候, 灵兆本来都准备上车了, 交到了灵兆的轿子之后, 他才连忙走到灵兆面前, 微微躬身, 舒服躬视繁忙, 不用来送的。 乌尔远行, 不得不送。 这个时代, 哲是从子, 灵兆的这一句乌尔, 没有任何问题。 元达公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他先是看了看灵兆, 开口道, 上一次, 三郎家里得了孩儿, 来寻我起名字, 我这些日子遍翻古书, 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名字。 今日见到三郎远行, 倒是突然想起了一个。 元达公开口道, 三郎你即将远行青州, 就单明一个亲字如何。 灵青, 灵兆低头琢磨了一会儿, 然后对着灵兼笑了笑, 这名字不错, 我替他谢谢七叔了。 元达公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上下打亮了一眼灵兆, 开口问道, 三郎今年二十了吧? 是二十了。 灵兆感叹了一句, 我十四岁随叔父到长安来, 不知不觉已经六年了。 二十若惯, 当有婊子了。 元达公上下认认真真看了看灵兆, 轻声道, 三郎你无有夜失, 又将要远行, 就由为叔给你取个婊子可好。 灵兆今年二十, 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 他就在这个时代算是正式成年人。 成人之后, 同辈就不能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否则与骂人无异, 因此需要找一个婊子来代称。 这个婊子, 一般是授业之师来取, 但是灵兆从小跟着母亲读书, 后来又直接进了太学。 要说老师, 太学里有不少人都算是他的老师, 但是却没有人称的上师业师。 因此, 由灵典这个长辈来取婊子, 是很合适的事情。 灵兆站在灵典面前, 微微欠身低头, 请叔父次子。 元达公一只手背负在身后, 另一只手捋着自己的胡须, 沉音道, 自古婊子或取之于名或取之于德。 元达公乃是个博文强记的读书人, 他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抬头看向灵兆, 开口道, 常人取字多, 与名相辅相成。 而三郎十五岁中近视, 乃是大洲最年轻的近视, 远非常人。 你这次离开长安, 远赴东海之盼的青州, 其中艰险, 自不必多说。 说到这里, 这位郑士堂的宰相微微叹了口气, 看向灵兆, 开口道, 便给你取字此成如何。 多谢叔父赐名。 林昭对着林元达低头行礼, 他心里明白, 从今天开始, 这个名字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而原本的那个昭字, 随着他年纪越大, 辈分和地位越高, 便越不会有人再提起。 就像如今的林元达一样, 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他的本名简字。 元达公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缓缓说道, 愿我而此去, 能够事事顺遂, 马到功成。 林昭再一次向林简低头行礼, 两个人辞别之后, 林昭才上了马车, 缓缓离开长新坊。 从东城门离开长安的时候, 东城门门口又有许多人过来送他, 其中有林昭当年在詹士府的同僚, 也有门下省的同僚, 其中还有林昭在国子健的那个老师周昌明。 见到这位周先生, 林昭笑呵呵地跳下马车, 对着他拱手行礼, 先生不在国子健授书, 今日怎么想起送我来了? 周昌明身材高瘦, 穿着一身国子健的袍服, 文言他看了看林昭, 微微叹了口气, 如今我已经不在国子健了。 周先生缓缓开口道, 前两天, 圣人突然召我入宫面圣, 我进了宫里之后, 圣人问了我几个问题, 又让我当场给他写个故事, 我便照着他的意思写了。 写完之后, 圣人颇为高兴, 便封了我一个汉林待兆, 让我以后在宫里伺候。 汉林待兆, 是宫里专门负责, 跟在皇帝身边的一个群体, 其中有诗文待兆, 其代兆, 以及其他拥有稀奇古怪的御用文人。 说到这里, 这位原先的太学博士, 长长地叹了口气。 从前在国子健教书的时候, 我日日想的, 都是哪天飞黄腾达了, 要如何如何, 如今果然被圣人看中了, 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林昭愕然一笑, 开口道, 先生这话怎么说? 周先生面色复杂。 先帝朝之时, 我这种无用之人, 最多也就是在国子健教教书。 可是到了本朝, 我却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朝廷的汉林学士。 说到这里,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微微叹息, 我还是那个无用的我, 但是朝廷已经不是原先那个朝廷了。 他话里话外, 充满了对朝廷的担忧。 林昭看了看这个面带忧色的中年男子,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但是还是出言宽慰道, 先生太过忧心了。 先帝之时, 宫里也不是没有带着, 你能得圣人青睐, 这是好事情, 用不着如此忧心。 周先生把两只手抄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然后抬头看了看林昭, 面色平静, 圣人与我说了, 是三郎你在狱前推荐了我。 周先生直勾勾地看着林昭, 开口道, 你明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 还要投圣人所好, 向他举荐我, 可见你是个奸臣。 听到这句话, 林昭一阵无语, 他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忠臣也好, 奸臣也罢, 来日周先生得了圣卷, 在朝廷里步步高升的时候, 莫要忘了我就是。 说吧, 林昭不再搭理这个尚且没有良心泯灭的老色批, 自顾自地上了马车。 马队从东城门外的官道上, 缓缓离开长安城, 因为有许多人相送, 耽搁了不少时间, 林昭真正出发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 马队只走了半天时间, 就要找客店歇息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林昭修正了一番马队前进的目标, 把目的地从青州修改为南洋郡。 好在南洋郡与青州并不怎么冲突, 只要路线偏难一些, 就可以到达南洋。 南洋郡距离长安并不是很远, 大概只有八百多里路, 林昭在长安雇佣的马队还算专业, 一行人走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就已经到了南洋郡。 到了南洋之后, 林昭现在南洋城里休息了一天, 然后又找人问了扶牛山的位置。 第二天, 林昭撇开十几匹马的马队, 只带了几个随行的护卫离开南洋城, 骑马朝着扶牛山走去。 好容易走到扶牛山脚下之后, 林昭在山脚下的村庄找了几个村民, 花了些钱, 过了两个村民带他们上山寻找赵家寨。 很显然, 赵家寨在南洋, 最起码在扶牛山一带很有名气。 林昭足足花了两贯钱, 才有人肯带他们上山。 到了山上之后, 带路人七绕八绕, 终于带着林昭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大寨子门口。 林昭远地看了一眼这个巨大无比的寨子, 又看到了寨子门口搭建的两处, 随时可以变成箭塔的瞭望塔, 难怪当年南洋这边的县衙要把赵家寨认成返名, 看这个寨子的规模已经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城镇。 而且看这些训练有素的壮丁, 基本上可以确认这个寨子拥有私人武装。 看这个规模, 攻下一座县城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这个时代造反的成本很低。 只要你有本事打下一座县城,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裹挟一个县城的人跟你一起造反, 然后再打下几座县城, 规模壮大起来, 立刻就可以集结数万, 乃至于十数万的返名。 也就是说, 这个赵家寨已经拥有了造反的基本能力。 当然了, 当年林俭在南洋的具体做的事情, 到现在林昭也不是十分清楚, 也不太好评判当年谁对谁错。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镜子迈步, 走到了这座巨大寨子的门口, 用长安观化, 对着瞭望塔上的两个汉子高声喊道, 劳烦通报, 就说岳州林昭, 求见赵歇赵大哥。 赵歇, 是林昭当年到了岳州之后, 见到的第一个江湖中人。 记得初见的时候, 赵歇带着一身血腥出现在林昭家里, 手里还拿着一把黑背长刀, 差点把林昭吓得半死。 也是那个时候, 林昭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江湖意气。 因为一些救恩, 赵歇可以带着几个兄弟, 死心塌地地护着林昭, 甚至在自己重伤之后, 再把自己的兄弟喊到岳州来, 继续护为林昭。 当然了, 这一举动也导致了, 后来赵姬站死在了岳州。 在这座大寨门口喊了这句话之后, 林昭静静地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那瞭望塔上的汉子, 似乎听明白了林昭所说的话, 爬下木塔通报去了。 大概在门口等了一炷香的时间, 一个一身粗布衣裳, 身后背着一把长刀的汉子, 大踏步来到了寨子门口, 交到了林昭之后, 他先是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然后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是, 林公子。 两个人上次见面, 已经是六年前了, 那时候, 林昭还是个少年人, 不管是个头还是身材, 都没有发育完全, 精神气势也跟现在判若两人。 不过赵歇却是没有怎么变, 依旧是从前那副模样,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上前对着他微微拱手, 赵大哥, 许久未见了。 听到林昭说出这句话, 面容粗犷的赵歇这才哈哈一笑, 上前狠狠抱了抱林昭, 然后笑着说道, 这么些年不见, 林公子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两个人分开之后, 林昭上下打量了一眼赵歇, 然后笑道, 赵大哥与从前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赵歇摇了摇头, 开口道, 年纪一年长过一年, 渐渐要老了。 六年前他们两个出见面的时候, 赵歇是三十一岁, 今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这个时代, 三十七岁已经是很大的年纪。 说到这里, 赵歇一边把林昭引进了寨子里, 一边笑着说道, 林公子来得也巧, 再过三四天, 我不要同兄弟们出门押送东西。 那时候林公子再来, 可就见不到我了。 赵家寨能在扶牛山立下这么大的寨子, 单纯靠种地, 自然是不太现实的。 除了扶牛山山脚下的大片土地之外, 赵家寨的主要业务就是经营标局。 南洋城里最有名的赵家标局, 便是赵家寨的产业。 两个人一边说话, 一边走在这座大寨子里, 在赵歇的带领下, 林昭一路通行无阻。 这座宅子极大, 寨子里有木楼, 有木房, 同时也还有石头堆砌起来的石头房子, 零零散散加在一起, 恐怕有七八百户人家。 也就是说, 这个寨子少说也有两三千人, 因为寨子里往来的外人不多, 平时即便有客人来, 也是那种长相粗犷, 满脸落腮胡的壮汉。 此时林昭这么个俊秀公子, 行走在赵家寨里, 顿时吸引了寨子里不少姑娘的注意力。 林昭相貌随母亲, 本就生的俊秀, 再加上这几年读书做官, 身上的气质渐渐僵养了起来, 如今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了一些令人心哲的气度。 这样一来, 则更为吸引这些寨子里长大的姑娘, 没过多久, 一排排小木楼上, 就零零散散伸出一些小姑娘的脑袋, 睁着好气而又害羞的大眼睛, 盯着这个远道而来的贵公子。 而林昭则是跟在赵歇身后, 不一会儿就到了赵家寨的正堂门口, 赵歇对着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林公子, 茶水已经准备好了, 快进去喝杯茶。 林昭看了看, 这座还算有模有样的正堂, 然后微微摇头, 开口道, 赵大哥, 我先不进去了。 赵歇微微皱眉, 问道, 林公子这是? 林昭叹了口气, 对着赵歇开口道, 我是从长安过来的, 临来之前, 叔父亲自叮嘱过我, 要我到了赵家寨之后, 拜他, 也是带整个月州临时, 到赵集大哥临前祭拜。 说着话, 林昭把自己身上的包袱解了下来, 拿在手里, 开口道, 还请赵大哥, 带我去赵集大哥目前。 听到兄弟赵集的名字, 赵歇脸上的笑意, 立刻消失不见, 他看了看林昭, 微微摇头叹息, 南哥元达公还记得我们, 我那个兄弟, 也算死得其所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开口道, 我兄弟葬在后山, 林公子不嫌远的话, 我这就带你去。 林昭微微点头, 开口道, 兄长带路就是。 赵歇从小在扶牛山长大, 对于山里的地形, 自然十分熟悉, 有他在前面带路, 很快两个人就走出了这座大寨, 一路朝着后山走去。 大概走了大半个时辰左右, 两个人才走到了后山一块墓地之处, 赵歇引着林昭, 在后山一众墓碑之中, 找到了赵集的墓碑。 林昭看着这座已经生出了不少野草的坟营, 不由悠悠叹息, 长长地叹了口气。 当年赵集留在越州保护灵检, 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都会来教授林昭, 呼吸吐纳的法门, 以及一些基本的权术。 两个人之间, 感情还是有的。 后来, 东白山山贼打进的越州, 赵集不顾生死的护柱林检, 最后在六七个山贼的围攻之下, 身受重伤。 他最后就是死在林昭的怀里。 此时, 六年时间过去, 看着眼前荒草丛生的坟营, 林昭默默叹了口气, 从包袱里取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纸钱元宝, 还有一些香烛之类的, 一一在赵集面前点燃。 点着了之后, 望着眼前的火堆, 林刺史回头看了看赵歇, 开口道, 这些东西, 都是七叔在长安城里准备好, 让我带过来的。 他老人家这几年脱不开身, 不曾来祭拜赵集大哥。 他让我向赵家赔个不是。 赵歇连连摇头, 开口道, 公子万不能这么说, 元达公是咱们寨子的大恩人, 当年救了咱们整个寨子的性命, 莫说是我家兄弟的性命, 就是我们一家人统统为元达公死了, 也是理所应当。 他说的他这一家, 并不是指整个赵家寨, 而是他们赵家家长这一脉。 看到他这个样子, 林昭叹了口气, 回头跪在地上, 对着赵集的墓碑磕了三个头。 他在长安城里, 向许多人磕过头, 这其中有太子, 有丹阳长公主, 有皇帝陛下。 但是向那些人磕头, 大多都是为了应付公事, 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 都不是出自本心。 而对这个躺在坟墓里的死人磕头, 林三郎却是磕得心甘情愿。 见林昭跪在地上磕头, 赵集连忙上前搀扶住林昭。 公子莫要如此说, 我兄弟在世, 也受不起, 你这样大理。 受得起, 受得起。 林昭坚持磕完头之后才站了起来, 他看着赵集的墓碑, 叹了口气。 赵集大哥姓名都丢了, 莫说是我给他磕几个头, 就是叔父来了, 向他磕几个头都是应该的。 赵集文言连连摇头, 袁达公和等样人, 两个人在赵集坟前待了一会儿之后, 便一起结伴走回寨子。 走在路上的时候, 赵集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林昭, 开口问道, 公子这一趟, 是特意来我们寨子里, 还是路过南阳郡, 顺便过来看一看。 林四使略微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决定实话实说, 是路过。 不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顿了顿, 继续说道。 同时也是专门来给赵大哥一份前程。 赵集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林昭, 略微有些犹豫, 敢问公子, 是什么前程? 林三郎看了看赵集, 开口道, 咱们到屋里再说话。 赵集点了点头, 领着林昭, 重新回到扶牛山大寨里, 把林昭领到了一间客厅坐下, 奉茶之后, 他才对着林昭开口道, 眼下我夫出门办事去了, 不在寨子里, 不能亲自来见公子, 还请公子见谅。 林昭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不碍事。 早些与这两兄弟的接触之中, 林昭便知道了一些赵家债的情况, 赵歇与赵集两兄弟, 都是赵家债债主的儿子, 其中赵歇正是赵家家长的长子, 家长不在家, 赵歇这个长子, 便是这个债子的家长。 两个人叙旧一番之后, 赵歇才捋了捋自己下河的胡须, 看向林昭, 缓缓问道, 公子方才说的虔诚, 林昭放下手中的茶盏, 看向赵歇, 笑着说道, 可能赵大哥已经知道, 我叔父在长安, 已经拜相了, 这个我是知道。 两年前拜相, 消息传到南洋之后, 寨子上下都十分高兴, 父亲本来想去长安向袁达公祝贺, 又担心给袁达公添麻烦, 便没有去。 他看着林昭, 语气颇为感慨, 当年袁达公为奸人所害, 被贬折离京, 咱们寨子上下人人担心, 如今朝廷换了天子, 袁达公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底层的江湖中人, 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长安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知道, 林昭在先帝朝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坎坷, 而在本朝天子即位之后, 便很快入正式堂拜相。 因此, 在这些赵家寨的人看来, 当今的天子自然是比先帝更有识人之名的。 长安城里的局势纷繁错乱, 即便是林昭这种身在长安的局中之人, 也看不真切, 更何况是赵歇这种远在江湖的刀客, 不过能够像他这样, 简简单单的看事情也好, 也不用那么费心费力。 想到这里, 林昭放弃了统赵歇解释的念头, 江湖刀客笑了笑, 开口道, 赵大哥, 一个月前我也受了朝廷诏命, 如今我已经是青州刺史兼青州团练使了。 林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面色平静, 但是语气里却带着满满的自信, 因为刺史这个官职在长安城里可能算不上什么, 甚至御史台的七品御史, 也可以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但是刺史到了地方上, 就是天, 百姓头上的天。 大州的官职并没有省一级, 虽然分成十几个道, 但是道并不是一个行政单位, 也没有实权, 因此, 周骏就是一级行政单位。 也就是说, 林昭头上除却长安城之外, 再没有别的上司了。 而且他又兼了青州的团练使, 只要他能拿到自己该有的权力, 一地军政便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要带几个武官出来, 再容易不过了。 而即便是六品七品的地方武官, 对于赵家寨这种江湖山寨来说, 也已经是一份大大的虔诚了。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赵歇也微微动容, 他抬头看了看年轻到极点的林昭,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信, 公子你, 今年还不曾若冠罢, 已经二十了。 林昭眯着眼睛, 微笑道, 赵大哥如果不信, 我可以拿立部的文书和朝廷的圣旨给你看。 赵歇问年纪, 很明显就是不确信林昭在这个年纪, 就能做到一周刺史的位置上。 赵歇连连白手, 摇头道, 公子折煞小人了。 他称谓转变得很是自然, 身为江湖平民, 面对朝廷牧首一方的刺史, 自然应该自称小人。 这种人情事故, 在少年人眼里, 可能会有些不讨喜, 但却是他们这些江湖人必备的技能, 每个人都必须熟练掌握, 熟练运用。 江湖里到处都是人情, 人情练达, 才能走得通。 林昭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称谓变化, 张口想说些什么, 随即摇头叹了口气。 赵大哥, 你们扶牛山赵家与我们岳州灵氏, 渊源极深, 前后有近二十个赵家兄弟, 因我岳州灵氏而死, 这一份情分, 我叔父一直记在心里, 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整个岳州灵氏都会记在心里。 叔父如今身居中书载府, 离不开长安, 前几年我也在长安城里认识, 脱不开身, 如今我出了长安城, 手里有了一些微末的权利, 第一件事便是想到了赵大哥, 林次使面色平静, 没有兜兜转转,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想要向赵大哥要二十个人, 与我一同去青州赴任, 赵歇很是干脆地站了起来, 拍了拍胸脯, 公子要人直说就是, 用不着这么麻烦, 明天我就带几十个兄弟, 送公子去青州赴任。 林昭看了一眼赵歇, 微微摇头, 话要说清楚, 我林家非是要赵家寨再出人处理, 这次去青州, 虽然是帮我的忙, 但是也是给赵家寨谋个出路。 林三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客厅门口, 看了看这座庞大无比的寨子, 然后回头看向赵歇, 开口道, 我刚才粗略一看, 赵家寨恐怕已经有七八百户了吧。 赵歇默然道, 已经有八百二十多户了, 可服县衙管辖。 赵歇沉默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每年该交的两米, 从来也没有少过, 只是寨子里多是一些练武的江湖中人, 早年也跟官府有过矛盾, 因此与县衙不怎么对付。 这就是了,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八百户最少有三四千人, 哪一天朝廷觉得你们寨子太大了, 官府觉得你们的寨子太肥了, 立刻就会有人把这座寨子围了。 叔父虽然是宰相, 但是他远在八百里之外的长安, 可未必就得了你们。 赵歇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恭敬拱手, 请公子赐教。 林昭回头, 笑呵呵地看了看赵歇, 轻声道, 赵大哥, 你带二十个人, 随我一同到青州去, 五年之后, 我在青州的任满, 最少还你赵家债五个七平五官。 地方衙门的支线, 有时都未必能到七平。 林昭声音平静, 有这些人在, 赵家债再大几分, 也能够安然无恙。 凭借着林昭与赵家债的情分, 直接开口跟赵家债要人, 赵家债不至于不给。 可如今林昭直接明码标价, 开出了赵家债不可能拒绝的价码。 这样, 这些人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林昭。 听到了林昭这句话之后, 赵先猛地抬头, 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林昭。 因为激动, 他的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了。 在这个时代, 明与官之间隔了一道天欠鸿沟。 小民百姓想要做官, 除却这儿八经的礼不可考之外, 其他的路径就只有去战场上跟别人拼命一途。 然而这第二条路更为难走, 其一是因为敌人并不是站着不动给你砍的蠢物, 世家子弟可以带着家丁穿着精致的甲皱上战场捞取战功。 而小民百姓只能用自己的命去跟别人拼命, 一不小心就会死在战场上。 更重要的是因为, 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并不足够让你做官。 一般来说, 最少要杀十个, 才足够一个普通的兵丁爬到从九品降官的位置, 拿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渔服。 武官如此, 文官也是一样。 哪怕是县衙里的九品县位, 也足够成为百姓心中的一片天。 但是, 不管是在县衙里工作多长时间的立员, 哪怕是从二十岁干到七十岁, 也不可能从立升为官。 官就是官, 立就是立, 精卫分明。 赵家寨就典型的名, 连衙门小丽也不如的小名。 听到了五个七品官之后, 赵歇如同被天雷打了一击一样, 愣在原地, 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两久之后, 他才咽了口口水, 声音仍旧带着颤音。 公子您是, 认真的? 我从不骗人。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我是郑四品的青州刺史, 将来到了青州, 我要自己再组建青州兵, 到时候, 我从赵家寨带出去的这些人, 都会成为骨干。 五年之后, 我这一任青州刺史做满, 怎么也该培养出五个七品将官了。 这就是由明为官的第三条路, 贵人提携。 如今的林昭, 已经是朝廷的正四品官员, 哪怕是在长安城里, 品级也不算低了。 而对于赵家寨的这些江湖中人来说, 林昭就是实打实的贵人。 就是那种, 只要轻轻伸手拉上一把, 就可以把人拉出泥沉的贵人。 赵歇颇为激动, 他走到林昭面前, 就要给林昭跪下。 公子大恩, 扶牛山赵氏, 永世不忘。 林昭伸手, 一把把他扶了起来, 微笑摇头, 赵大哥, 咱们互帮互助而已, 用不着如此。 不管是我还是我家叔父, 都是孤身一人在朝为官, 身边没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林刺史笑容和煦, 今后咱们两家, 互相帮扶就是。 一个人单打独斗, 是成不了事情的, 必须要团结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 比如说邢阳正式, 再比如说眼前的赵家寨。 邢阳正式是林昭的母族, 这个自然不必多说, 能用得上的地方, 林昭也不会客气。 而赵家大寨, 这个寨子的人品, 已经在赵集赵歇兄弟两个人的身上, 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因此, 林昭才敢直接上门, 要跟赵家人守望相助。 赵歇这会儿, 已经年近四十, 他看着眼前满脸笑容的少年人, 眼睛都有些红了。 定然, 他深深低头, 定然不辜负袁达公, 不辜负公子提携之恩。 与赵歇谈好了基本的事情之后, 林昭又在赵家寨里住了几天, 一直等到了赵家寨的债主回来, 林昭亲自跟债主见了一面。 这位老债主, 则是比赵歇更为激动, 知道林昭是林袁达的侄儿之后, 差点就要跪在地上给林昭磕头。 好在林昭眼疾手快, 一把把老头扶了起来。 这个老债主, 就是当年亲自受了灵解恩德的人, 因此, 相比于赵歇来说更为, 老人家对林昭的态度更为恭敬, 知道了林昭的来意之后, 老头很痛快地, 从赵家寨的轻壮里, 挑选了三十个人, 陪同林昭一起上路。 就这样, 在赵家寨待了三天之后, 林昭从这座大寨子里, 带出了三十个人, 以及三十匹马, 陪同自己一起赶赴青州上任。 走在路上的时候, 林昭便跟赵歇一起商议青州的事情。 按照大州七八年前所统计的数据来看, 青州是三万八千余户, 人口十九万余, 只差一千多户, 就可以越过四万户的上州门槛, 成为上州。 虽然临近大海, 但是这个时代还不是大航海的时代, 因此, 除缺一些海鲜之外, 大海并没有给青州带来太多收益。 这是一个不算太穷, 也不算太富的州。 青州的地理位置很是有趣, 它的东边是莱州, 西边是滋州, 南边是密州而北边则是帝州, 而帝州的在北边就是苍州了。 按照朝廷先前划定的区域, 范阳节度史屯幽, 记, 规, 谭, 义, 横, 定, 末, 苍九州之境, 治所则是设在幽州。 也就是说, 苍州已经是范阳节度史康东平的屯田州, 换句话说, 就是它的势力范围。 苍州的军政, 也是范阳节度史在管。 青州与范阳节度史康东平之间, 只隔了一个帝州而已, 而青州的治所则是设在异都。 这个地方, 距离范阳节度史康东平的势力范围, 虽然只隔了一个州, 但是却相对没有那么危险。 因为一旦康东平选择造反, 他只可能第一时间扑向长安城, 而不可能南下来寻林昭的麻烦, 否则他反其一数, 天下各地的军队反应了过来, 康东来就是以一地敌一国, 必然会走向失败。 因此, 他只可能不顾一切地拼死杀向长安, 等打进了长安城里, 在宗室里扶持起一个新皇帝, 自己再假扮几年忠臣, 暗中的阻碍, 统统无影无踪的, 也就到了他康东平该登基称帝的时候。 因此, 到时候他绝对不会在意, 南边还有个青州刺史林昭。 而林昭如果在青州, 能够有一支说得上话的军队, 在康东平造反的时候, 便可能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想到这里, 林昭扭头看向正在跟他骑马并肩的赵歇, 开口道, 赵大哥, 等到了青州之后, 咱们便开始招团结兵, 这些团结兵便交给你, 还有这些赵家寨的兄弟们训练。 团结兵与朝廷的正规军是不一样的。 正规军有朝廷的编制, 也持朝廷的想钱, 是朝廷的正式军队。 而归团练使训练并且带领的团结兵, 则是有一些民兵团的味道, 一般由刺史带领, 并且由各州自己负责团结兵的花费。 这个团结兵的主要用处, 是用来围剿山贼, 维护治安, 以及在必要的时候, 抵御外敌进攻。 各州团结兵的人数, 以各州的实际情况自行征收, 但是团结兵的人数也有上限, 比如说中州团结兵的人数, 便在1500人。 当然了, 各地的团结兵人数多少, 全看自己州政府的财力, 有钱了便多养一些, 没钱就只有大猫小猫三两只。 而林昭, 无疑是不怎么缺钱的。 三个月之内, 我要看到一个300人以上的团结兵精锐。 长安距离南阳郡很近, 但是距离青州就很远了, 好在他们一行人都擅长骑马, 不用马车带着老幼, 因此速度还是算快的。 从南阳郡出发, 大概一个半月之后, 青州便已经遥遥在望了。 距离青州一都城, 还有大概34里路的时候, 天色已经到了傍晚, 今天晚上进城肯定是来不及了。 林昭抬头看了看天色, 下令纠近寻找客店休息。 一个多月朝夕相处, 这些扶牛山的人对林昭已经是颇为恭敬。 文言赵歇立刻点了点头, 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了家相对简陋的客店休息。 这会儿已经进了四月, 再加上青州靠南, 天气已经慢慢回暖, 不再像前几个月那样难熬。 当天晚上, 林昭带着30个赵家寨的壮汉, 在这家客店里喝了一顿酒, 算是补偿沿途赶路的辛苦。 这些生在赵家寨的汉子, 大多擅长饮酒, 甚至赵家寨本身也就酿酒。 因此, 这天晚上的酒宴, 喝得很是尽兴, 就连酒量很不错的林昭。 林昭到了最后, 脸色也有了一些晕红, 喝了个六七分醉。 好在赵歇病没有喝醉, 他指挥着这些赵家寨的人各自回房间歇息, 到最后正准备去搀扶林昭的时候, 客店的大门被吱压一声推开。 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中年人, 迈步走进了这家客店, 左右看了看之后, 便迈步朝着林昭这边走来, 然后很是自然地坐在了林昭的对面。 林昭强行打起精神, 抬头看了看这人, 身上的醉意立刻就散去了两三分。 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对着中年人拱手抱拳, 吐出了一口浓重而又不怎么好闻的酒气。 表兄, 这人正是林昭的大表兄郑牙, 当年那位中书令郑温的长孙。 两个人曾经在长安见过, 当时还是郑通给他们介绍的。 此后一段时间里, 两个人先后在长安城里碰了不少次面, 这位郑家的长孙还曾经去过长新坊给林二娘磕头。 两个人已经很是熟悉了。 见到起身行李的林昭, 郑牙也站了起来, 拱手还礼。 然后他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三郎还清醒否? 林昭再次打了一个酒格, 然后微微低头, 开口道, 表兄等我一会儿。 说着, 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与店家讨了一盆凉水, 然后直接把头沉了进去。 此时, 虽然春天已经结束, 但是夏天毕竟还没有到来, 再加上已经是晚上, 天气微凉, 一盆冰凉的凉水, 让林昭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从凉水里抬起头, 接过赵歇递过来的毛巾, 擦了擦脸上的水珠, 然后低头缓了缓, 便重新坐回了原先的位置。 他先是扭头让赵歇暂时回避一番, 然后便抬头看向自己对面的郑家长孙。 我没事了。 郑牙颇为意外地看了看林昭, 然后微微摇头, 有必要这样收买人心。 林昭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开口道, 跟兄弟们喝一顿酒而已, 谈不上收买人心。 郑牙眯了眯眼睛, 想要开口说话, 却没有说出口, 而是从袖子里摸索出了一封信封, 放在了林昭面前, 开口道, 这是你要的东西, 青州这里排的上号的势力, 家族, 以及数得上名号的人物都在这里。 说到这里, 郑牙微微低头, 开口道, 二叔说了, 今后我便也留在青州, 三郎你有什么需要的? 仅可以跟我说, 这位已经儿历之年的郑家人, 声音低沉。 二叔说了, 只要大通商号力所能及, 出人出力都是三郎你一句话的事。 听到郑牙这句话, 即便是林昭也颇有些诧异, 因为按照他原先的估计, 大通商号能在自己身上投入三成力气, 就已经是殊为难得。 而听郑牙这句话的意思是, 整个大通商号都可以让今年予取予求。 林昭看了郑牙一眼, 开口道, 表兄没有意见。 郑牙愣了一瞬间, 然后便听明白了林昭的意思, 摇头微笑道, 如果是二叔三叔五叔家里的那些儿子们, 听到这句话, 肯定是要有意见的, 但是我没有。 他们都不曾见过当年的邢阳郑氏, 不曾见过祖父在时, 我郑家的风光, 但是我却是见过的。 当年郑家遭难的时候, 郑牙已经五六岁了, 相较于其他郑家的第三代人来说, 他见识过林家的荣光, 因此想法与郑通三兄弟有些类似。 他看向林昭, 面色平静, 如果三郎能够恢复邢阳氏旧官, 莫说一些钱财, 就是要我这条命, 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这位人静中年的郑家长孙, 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再说了, 大通商号的这些产业, 是几位叔叔辛苦积攒下来的, 说到头是他们的产业, 我只是在里面帮一帮忙而已。 既然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想给谁就给谁, 我无从过问。 林昭没有说话, 而是伸手拿起自己面前的厚厚信封, 放在手里捏了捏, 然后便揣进了自己的衣袖里。 旧父的人情, 我记下了。 林昭对着郑牙微微一笑, 开口道, 表兄放心, 郑家的东西就是郑家的东西, 即便是我真的用了郑家的钱, 到了合适的时候, 我也会还回去。 说这个就见外了。 郑牙声音平静, 开口道, 你是姑母的儿子, 便是郑家的伴子, 况且大通商号帮你, 也不是全然没有条件, 毕竟是要有事情托付在你头上。 郑牙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继续说道, 到现在, 几位叔叔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够光明正大的重回形阳正事。 如果三郎能够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 莫说是大通商号的一些钱财, 就是, 就是把大通商号整个送给三郎, 想来几个叔叔也是甘之如頤。 我这个人喜欢是非分明。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毕竟我姓林不姓郑, 总是要说清楚一些的, 万一将来因为这件事情, 郑家的表弟表妹们心里不舒服, 坏了咱们血亲之间的关系, 就不好了。 郑牙哑然一笑, 微微摇头, 虽然他们没有生在行阳正事, 但是想来眼皮子还不至于浅到这种程度。 说完这句话, 郑牙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平静。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会待在青州帮扶三郎, 不过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不明白。 林昭这会儿酒已经醒了七七八八, 文言开口道, 表兄请说, 郑牙用手敲了敲桌子, 缓缓开口, 三郎你要在青州做什么? 怎么做? 我考虑了好几个月, 郑牙声音有些沉闷, 始终没有想明白, 三郎为什么要舍弃中枢要职, 选择外放到地方上, 做个不起眼的刺史。 这个问题, 已经不止一个人问过林昭了。 不过如今坐在他面前的郑牙, 算是郑家以后在青州的画室人, 无论如何, 也是要跟他说一说的。 想到这里, 林三郎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便缓缓开口, 我在长安城里, 虽然的确是在中枢任要职, 但是头上还有许多许多的人, 不管是要做什么事情, 都做不顺畅。 而如今到了青州, 声音平静, 我是青州刺史兼团练史, 整个青州我最大, 我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 郑牙大皱眉头, 一周之地, 即便能够随心所欲, 又能够如何。 这一点, 表兄就不用管了。 林昭微微一笑, 开口道, 几位舅舅信我, 表兄也应当信我才是。 罢了, 郑牙微微叹了口气, 你说得不错, 叔叔们都很信你, 我也应当信你。 说完这句话, 他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敬了林昭一杯。 二叔吩咐了, 让我这几年在青州, 全力配合三郎, 我已经在一都城青州关属附近, 购置了一座宅子, 今后三郎有任何事情, 仅可以来找我。 林昭这会儿, 已经没有什么酒意, 文言也端起茶杯, 与郑牙碰了一杯, 笑道, 多谢表兄, 等我在青州站稳脚跟, 一定请你喝酒。 表兄弟之间的对话, 就此结束。 宽一长袖的郑牙, 与林昭说完话之后, 便背负双手, 很是潇洒地离开了这家客店。 而在他走后, 强行行酒的林昭便觉得有些头痛, 他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强忍着疲惫, 拆开正牙送过来的那个信封, 大概地看了一遍。 信封里, 详细写了青州如今的势力结构。 说白了, 在青州刺史这个位置上, 能入林昭之眼的, 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 一个是林昭的副手, 也就是青州别家。 再有就是青州本地, 类似于越州林氏那种地方性的宗族势力, 再之后就是青州下属的几个县令, 以及当地官员的派系之分。 资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虽然这个时代的主流, 并不怎么看重资本, 但是像大通商号这种级别的资本, 在江湖上的能力, 甚至远远超过郑士堂的一位宰相, 有他们帮忙。 林昭很轻松地, 就拿到了他需要打探很久的关键信息。 有了这些关键信息, 林昭掌控青州的进程, 就会加速许多。 第二天早上, 因为熬夜的关系, 林昭便打着哈欠, 很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然后赵歇开始整理马队, 一行人开始朝着青州的一都进发。 一都作为青州的治所所在, 其实是可以被称为青州城的。 此时, 他们距离青州已经很近, 从早上出发, 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候, 马队已经接近了青州城。 因为已经提前行闻青州, 林昭等人还没有到达青州, 青州城门口已经站满了青州上下的大小官员, 前来迎接林昭这个新任刺史。 这些官员里, 排得上号的除了青州别价之外, 还有千圣、林姿、林渠、北海以及一都五县的县令。 除了这几个主要官员之外, 其他大大小小数十个官员早早地在城门口排成一排, 准备迎接新任的刺史大人。 终于, 在日头高挂的时候, 这些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的官员们, 终于看到了林昭的马队。 作为青州副官的青州别价宋颜, 见到林昭的马队之后, 扭头对着身边的几个县衙主官开口道, 主尉, 新任主官到了, 咱们去赢一赢吧。 这些青州官吏之中, 除却宋颜一个人身材有些薛瘦之外, 其他的几个县令身材都多少有些臃肿, 听到了宋颜的话之后, 都对着宋颜拱手低头, 下官遵命。 就这样, 宋颜带着青州的几个主要官员, 朝着林昭马队的方向走了几十步, 等到距离林昭只有十几步的时候, 大概七八个人纷纷低头拱手。 下官等, 见过林刺史, 坐在马上的赵歇一脸愕然, 因为这些官员是对着他拱手, 而不是对着一旁的林昭。 在这一两个月的赶路过程中, 因为要维持马队的阵型, 赵歇一般都是与林昭并接而行, 或者落后半个身为他三十多岁的年纪, 林昭才刚马二十, 这些官场的老油条, 自然不会觉得林昭这个一脸清秀的毛孩子, 是他们的新任主官。 见到这个情况, 林三郎并不觉得吃惊, 他笑呵呵地翻身下马, 先是看了看自己手下的这些官员, 然后微微拱手。 诸位客气了, 听到林昭的话之后, 这些官员才纷纷抬起头, 看到了林昭的面容之后, 包括宋年之内, 所有的清州官员先是满脸愕然, 然后互相对视了几眼, 眼睛里仍然满是疑惑。 最终, 还是已经年近四十的清州别价宋年咳嗽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昭。 敢问, 可是林刺史? 林三郎微笑点头, 林昭, 林自成,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吏部文书, 笑道, 免得你们不信, 这是吏部的文书, 按规矩也该给你们看看。 宋年拱手到了一声得罪, 然后双手接过林昭手里的文书, 与几个县令一起合宴之后, 才长出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苦笑拱手, 只听说, 长安要来一个年轻的刺史, 不曾想这样年轻, 下官得罪了。 林昭摇了摇头, 呵呵一笑, 林某中竟是早了一些, 再加上是前邸出身, 侥幸而已。 林昭这句话, 虽然看起来是谦逊, 其实直接说明了自己最大的背景。 钱邸出身, 意味着与当今圣人是有关系的, 有这一层关系在, 这些青州的官员, 便不敢对他有什么别的心思, 更不敢把他当小孩子对待。 宋年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低头道, 敢问史君, 是哪年中的近视? 是钱德九年的近视? 宋年一拍脑袋, 惊呼道, 下官想起来了, 我大洲开国以来最年轻的近视, 当年史君十五岁中近视, 名字立刻就变传天下, 下官一时半会儿, 居然没有想起来, 他对着林昭再一次深深低头, 语气有些惶恐。 得罪之处, 还请史君见谅。 宋年说出了林昭的来历, 就意味着知道了林昭的另一层身份, 一层林昭本人不太方便说的身份, 当今正是唐宰相林简的丛子。 其他几个县令, 基本上都听过林昭的名字, 但是当时也只是当新闻听一听, 并不曾放在心上。 此时见宋年功身下败, 他们也都跟着向林昭作医。 下官的, 见过史君。 林昭学着正通的模样, 两只手抄在袖子里, 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些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的下属们。 主君客气了, 今后五年, 本官主政青州, 还要靠你们相帮相助才是。 进了青州城之后, 林昭开始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之下, 打量这座城池。 不得不说, 不管是比起长安城, 还林昭的故乡越州城, 这座青州城都要相形见处。 整座城池还没有越州城一半大, 连一个山鹰也不如。 不同于长安的繁华与越州的附属, 青州城里的百姓穿着, 也跟那两座城池有些差距。 因为天气渐热的关系, 不少汉子光膀子在城市里行走, 即便穿着衣服的, 也就是简单的粗不衣裳。 大街小巷里, 虽然也有穿绫罗绸缎的富人, 但是相比于长安还有越州来说, 比例要低上太多了。 简单来说, 这是一座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州城。 林昭与宋延等人一起行走在青州城里, 一边打量城里的景象, 一边回头看向宋延, 开口问道, 宋别嫁, 怎么不见前任次使与我交割公务? 一般新任次使上任, 上一任次使都会留在本州, 看合了吏部文书, 交接完公务之后, 才能离开本州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任, 或者去长安吏部待职。 但是, 林昭来到青州之后, 并不曾见到上一任的青州次使, 只有青州别嫁, 带着一些县令, 在门口迎他。 听到林昭的话之后, 宋延苦笑了一声, 开口回答道, 使君有所不知, 上个月, 长安御史台派了人过来, 将, 将前任的杨次使拿了, 眼下估计还在押送长安的路上。 故此这一个月来, 我青州都没有次使, 政务都是下官代为处理, 一个月前, 林昭低头琢磨了一下时间, 隐约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位青州的前任次使, 是在一个月前事发, 而御史台的人, 从长安到青州来, 即便是骑马, 估计也要一个多月时间, 也就是说, 大概在两个多月前, 长安那边下达了 缉拿青州次使的文书。 算一算时间, 那个时候, 应该是林昭刚刚跟林检提起, 自己要到地方任次使, 这么推算时间的话, 长安那边, 现查前任次使的恶计, 肯定是来不及的, 多半是御史台那里, 早有参照那位杨刺史的文书, 先前一直被御史台扣了下来, 两个多月前, 袁达公为了给林昭挑选合适的周骏, 便从御史台着手, 拿掉了这个杨刺史。 对于郑士堂的一个宰相来说, 做成这件事, 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想到这里, 林昭便没有追问下去, 而是扭头, 看向身后的宋言, 继续问道, 青州至今有多少户, 多少人。 这位宋别嫁, 很显然也是有备而来, 文言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回始军, 年初技术的时候, 青州统共是28422户, 人口132774人。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除了一些有名有姓的人之外, 一些山里, 还藏了一些黑户逃民, 不符王画, 暂时没有法子技术。 被官府纳入计算的人头, 每年都是要交人头税的, 而有些不愿意缴税的, 便躲进深山里, 当起了黑户。 这个时代治安力量不强, 很难去山里执法, 便也只能由得他们去当黑户。 除了这些山民之外, 还有那些迈入大户人家为奴的家仆, 也不计算在朝廷的人口之中。 13万人, 凌昭低头琢磨了一番, 低头嘀咕了一句, 人有些少啊, 这便不少了。 宋妍听到了凌昭的话, 笑着说道, 附近几个州郡, 咱们青州的人数都是数一数二的。 凌昭笑了笑, 没有应宋妍的话, 而是继续问道, 青州百姓日子过得可好。 不是很好。 宋妍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上一任刺史, 便是因为贪末, 才被御史台带走。 他在这里做了四年, 让青州百姓的日子又艰难了一些。 听到宋妍这句话, 凌昭停下脚步, 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这个副手。 前任主官贪末, 不知道青州官员, 宋妍脸色微变, 立刻面色严肃, 对着凌昭沉声道, 使军, 青州上下只有杨刺史一个人, 被御史台带走, 说明其他官员, 应该都是干净的。 林昭呵呵一笑, 没有答话。 那个杨刺史被御史台捉走, 是为了给林昭腾位置。 而这些青州的各级官员, 都被留了下来, 多半是叔父怕自己第一次主政一方应付不来, 因此, 没有调动青州的官员。 毕竟一州之地的主官都贪了, 他下面的官员就算再干净, 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当然了, 这些话是不太好在明面上说出来的,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 将来真有用得着的地方, 再拿出来拿捏这些地头蛇不齿。 就这样, 林昭让宋延领着, 大概的在青州城里转了一圈, 眼见这里的百姓大多数过得都不是很好, 还有一些被晒得躯黑的起儿, 在大街上奔走争食吃。 这还是大周中等片上的周郡, 那些贫困交加的周郡, 就更不用多说了。 归根结底, 是落后生产力的问题。 林刺史在青州城里转了一圈之后, 回头对着宋延缓缓说道, 看来这青州百姓过得有些苦啊。 林昭乃是青州的主官, 并不是朝廷派来的上级。 因此, 青州的这些官员, 没有必要向他隐瞒青州的情况, 林昭在城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都是真真切切的实情。 是有些苦。 宋延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还希望未来五年内, 青州百姓能在使军的带领下, 过上好日子。 两个人说话间, 已经登上了青州的城楼, 这位新任的青州父母官站在城墙上, 看了一眼城里的情况, 微微眯了眯眼睛。 得招商引资啊。 小林刺史语重心长, 宋别架站在林昭身后,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自家的上司, 犹豫了片刻之后, 开口问道, 史军, 何谓招商引资? 这个你便不用问了, 我会着手去办的。 与这个时代的人解释这个概念, 实在是太过困难, 林昭也懒得跟他解释, 准备自己着手去办。 其实他身后有一个大通商号, 想要给青州带来一些商业资源, 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 不过这个时代的招商引资, 与后世的招商引资并不是一个概念。 后世只要把企业带进来, 就可以很好地生根发芽。 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 这个时代没有交通网, 没有强大的运输能力, 也没有发达的线上网络。 因为运输能力匮乏, 保鲜能力也极差, 只有极少部分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商品, 有机会输送到外地去。 因此, 想要在这个时代, 让一个城市快速富起来,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但是, 这对于林昭来说并不难。 因为, 他本身就很有钱, 愿意亲力支持他的大通商号更有钱。 不管在哪个时代, 有钱都很好办事。 林昭对青州非常看重。 他这两年时间谋划的第一步, 就是外放到地方主政一方, 然后将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尽快经营起自己的势力。 正因为如此, 在接到调任青州的文书之后, 他立刻就给正通写了信, 要求大通商号在青州配合他。 之所以让大通商号配合, 是因为林昭需要让青州高速发展起来。 围观一刃造福一方是一方面的原因。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 林昭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基本盘。 这个基本盘, 最起码要到越州那种规模, 经济相对附属, 人口相对兴旺, 这样才能够吸引各行各业的人踩到青州来。 经济决定一切, 青州发展得好了, 人口变得多了, 林昭才能够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花了小半天时间在青州城里转了一圈之后, 林昭大概了解了青州城里的情况。 到了傍晚的时候, 青州宋言还有几个县令等青州本地的高官, 一起在城里的一处酒楼设宴, 给新任的刺史接风。 虽然林昭不是很喜欢这种应酬活动,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不得不参加的, 因为这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场饭局, 也是整个青州官场的一次见面会。 那些青州的官员都要看一看林昭这个新任的史军是个什么橙色, 而林昭也要认识认识自己的这些下属。 天色傍晚的时候, 林昭在宋年的带领下来到了青州城里最为高档的一处酒楼里, 此时青州五县的支县都已经到齐, 见到林昭进来之后, 这五个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的县尊老爷纷纷起身对着林昭齐拱手, 史军到了。 林昭面色平静也不还礼, 只是微笑着说道, 好了, 都坐下吧。 他说完这句话, 包括别价宋延在内的六个官员都没有坐下, 等到林昭坐在位置上之后, 六个人对视了一眼, 才缓缓坐了下来。 林昭坐定之后, 一旁的宋别价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史军, 下官们都自我介绍一番。 林昭左右看了看这几个人, 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来青州之前, 我也多少听说了一些青州的情况, 不如让我来猜一猜。 宋延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道, 史军不曾见过下官们, 如何猜得到? 林昭笑而不达, 把目光放在了在座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缓缓开口。 这位是北海县孙雁孙县令。 按照先前证牙给林昭的资料, 这位北海县令在诸位县令里年纪最大, 今年已经57岁, 论年纪当林昭的祖父都没有什么问题。 孙县令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连练拱手, 史军竟然认得下官, 下官真是不胜惶恐。 林昭微微一笑, 又看向一旁身材有些肥胖的胖子, 淡淡地说道, 林昭县令陈伯良。 陈伯良也跟着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恭敬拱手, 下官陈伯良见过史军。 认出了这两个最好认的下属之后, 林昭又看向一个皮肤有些发黑的中年人。 林姭县令赵元平, 赵元平也站了起来, 恭敬低头, 下官见过史军。 已经认出了三个, 其他两个就不太难认了, 凭借正牙给到的情报。 林昭一一将这几个县令认了出来, 五个县令都站在原地, 各自对视了一眼, 心里对林昭不免生出了一些敬畏之心。 这位年轻的史军, 人还没有到青州, 便对他们这些青州官员的特征了如指掌, 甚至可以一眼分辨出来, 说明他在青州有关系。 至少是那种, 见过他们所有人的关系。 而且, 这位少年史军, 背后不仅有一个正式堂的宰府, 还认得当朝的天子。 种种因素堆积在一起, 让这些县老爷们, 个个战战兢兢。 认完了这五个支县之后, 林昭扭头看向坐在自己一旁的别价宋妍, 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宋别价是哪年的近视? 这五个县令, 有三个是明经出身, 另外两个是受举荐为官, 没有一个人是近视极地, 整个青州官场, 只有林昭的这个副手宋妍, 乃是近视极地。 宋妍贼贼一愣, 然后苦笑道, 下官早在前的二年就中了近视, 至今补官已经十余年时间, 仍旧一事无成, 前的二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一二年的时间。 除去补缺的时间, 这个宋妍正式做官应该是在十年左右。 十年时间能从一个普通的近视 近视为一周的别价, 不得不说已经算得上是顺风顺水。 毕竟像林昭这种升迁速度, 是几十上百年都看不见一个的。 听到他这句话, 林昭先是愣了愣, 然后扶长感慨。 宋别价比我早七年中近视, 在科场上是我的前辈。 使君取笑了。 宋妍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您是中书要职调人地方的贵人, 与我大不一样的。 此时, 青州的这些官差, 心里肯定多少是有些不太对劲的。 毕竟他们都是在官场上私混几年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老油条了。 某天突然一个跟他们二孙辈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突然做了这些人的主官, 他们心里自然会不舒服。 宋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其实也有些酸溜溜的。 这件事放在谁身上, 谁都会有这种想法。 毕竟, 他是林昭的科场前辈不说, 这些年做官也算兢兢业业, 熟料到好容易成了一周的副官, 却来了个二十岁的矛头小子任主官。 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 谁心里都会有些憋屈。 林昭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这种情绪, 当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笑道, 我从前一直在京城里, 这一次出到青州跪地, 还请宋别嫁与几位县尊多多照顾才是。 见林昭站了起来, 另外六个人也都站了起来, 端起酒杯向林昭敬酒。 酒杯碰撞, 声音格外清脆。 在这场酒席里, 林昭一边吃饭喝酒, 一边询问了一番自己这些下属的家庭状况。 好容易等到所有人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有些微醺的林昭,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抬头找了找, 终于在旁边找到了自己的副手送颜, 缓缓开口, 宋别嫁, 原先杨刺史在青州可有训练团结兵。 团结兵? 宋年的酒量很好, 这会儿还看不出有神妖醉意,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回答道, 回史军, 前任杨刺史也兼任青州团练史, 的确在青州弄了一些团结兵, 大概有四百多人, 不过团结兵春夏耕种, 秋冬才会被召集起来训练。 说到这里, 宋年对着林昭笑了笑, 这会儿, 团结兵还在各自家中务农呢? 林三郎放下手中的酒杯, 微微眯了眯眼睛。 团结兵都有哪些人, 送别假明日, 将名单给我? 可能是因为, 畏惧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宋言办事效率极快, 第二天一早, 便把青州团结兵的名单, 送到了林昭手里。 团结兵有点类似于民兵团, 并不是职业军人, 平日里, 他们仍旧在家务农, 只是官府相照的时候, 他们才会聚集到一起训练。 即便是训练的时候, 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想钱可拿, 官府给出的条件是免除团结兵的征负。 也就是说, 一人当兵, 全家都不用纳税了。 当然了, 集中训练的时候, 衙门是要管饭的。 团结兵制度是大州中前期建立起来的, 最初建立的时候, 就是为了抵御边境的外患, 以及让地方衙门有能力应对当地的盗匪, 后来就渐渐形成了武装力量。 各地除了本州的州团练史之外, 有些州还有防御史, 州团练史, 上面还有都团练史。 到了都团练史的级别, 往往可以掌控一帝的武装, 成为仅次于节度史的存在。 林昭拿到了团练史名单之后, 又向宋妍询问了团结兵平日里训练的营地, 要求这位青州的二把手, 带他去团结兵营地看一看。 官大一级压死人, 林昭开了口, 宋妍只能乖乖听话, 带着林昭前往城外的团结兵营地。 宋妍本人是有轿子的, 但是见到林昭骑马, 他也不太好意思做轿子, 跟林昭讨了一匹马之后, 跟着林昭一起骑马出城, 团结兵大营说是营地, 但是其实之前一块巨大的空地而已, 空地四周用木栅栏围了起来, 只留一个出口, 工人进出。 到了这块营地之后, 宋妍先是向林昭介绍了一番这里的情况,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林昭一眼, 开口问道, 使军, 您出到青州, 不去接手赐师府的政务, 因何对这些团结兵这样上心, 宋妍当然是有些疑惑不解的。 在他看来, 青州的这几百个团结兵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民兵, 往年青州不少没有公民的大户人家为了免除征负, 便会往这团结兵大营里扔一个自家的子弟。 前任杨刺史, 对于这些情况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导致青州的团结兵战斗力极差, 甚至可以说, 基本不存在什么战斗力。 林昭在这块大营里四下看了一遍之后, 这才回头看向宋妍, 微微一笑, 刺师府的事情暂时不及, 我要先把青州的团结兵弄起来。 这两年时间里, 林昭都是在门下省上班, 在做给事中的这段时间里, 他每天都要面对数不清的公文, 因此处理衙门公事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真正的难事, 是如何让青州团结兵正式弄起来, 并且尽快形成战斗力。 实地考察了一番这座大营之后, 林昭又从袖子里, 取出那张送颜递给他的团结兵名单, 大概看了一遍之后, 他对着送颜缓缓开口, 送别架, 逃避朝廷征服,多将家中义子送做团结兵, 是也不是。 送颜文言一正, 然后攻颈低头, 回使军却有其事, 因为杨刺史先前收受了不少富户的好处, 因此我青州衙门对于这些事情, 只能睁只眼闭一只眼。 听到了这句话, 林昭眯了眯眼睛, 对着他呵呵一笑, 并没有拆穿他。 杨刺史被朝廷带走了, 这些青州的官员便把青州城里的一切罪过, 统统都推在了那位前任刺史头上, 这是官场之中的尝试, 林昭一时半会还离不开这些人, 也懒得在这个时候跟他们硬刚。 这个时候, 他的心思多半都在团结兵身上,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淡淡地说道, 既然是前任杨刺史胡作非为, 那么我青州衙门自然不能依杨刺史成立办事, 至今日之后, 核查青州团结兵家事, 樊家田超二十亩的不得再做团结兵。 听到林昭这番话, 宋颜并没有太过抗拒, 只是微微低头, 下官, 谨遵史君吩咐, 宋颜之所以没有抗拒林昭的利益, 并不是因为他对林昭当真俯首贴耳了, 而是因为对那些富户下手, 并不牵涉到宋颜这类士大富的利益。 但凡要通过团结兵的路数来避税的, 家中就一定没有人考取公民, 否则便不需要用这种麻烦的法子。 所以, 即便林昭断了这些人避税的路子, 也只是断了那些底层富户的门路, 并没有伤及真正的士绅阶层。 如果林昭出到青州来, 就要站在那些士绅的对立面上, 那么青州的地方势力便容不下他, 林昭将来的主政之路便会困难重重。 就像当年成靖宗出到越州那样, 当时已经被霸直在家的林元达, 甚至敢公然威胁他走不出越州城。 这个时代, 地方宗族的势力极为强大。 听到宋年的回话, 林昭满意地点了点头, 微笑道, 除却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以赐师府的名义发布召集令, 三日之后我要在这里, 见到青州的所有团结兵。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如有味道者, 一律从团结兵中开格除名。 宋言文言一愣, 然后开口道, 使军眼下并不是召集团结兵的季节, 他们多半在家中帮着务农呢, 此时召集他们, 会不会耽搁了百姓耕种, 一两天耽误不了什么事。 林刺史淡淡地说道, 再说了, 也不是强制召集, 即便他们一个不来, 本官也不会多说什么, 大不了重新开始组建团结兵救世。 说到这里, 林招看向宋言, 开口道, 好了, 宋别嫁快去办吧, 这几天, 衙门里除却非刺史处理不可的事物之外, 其他事情暂时由宋别嫁代劳, 宋言愕然看向林招。 使军宁, 年纪轻轻地刺史大人, 对着自己的副手淡然一笑, 不错, 这几天时间我都会待在这里。 好了, 玉仆兄, 快按照我说的去办吧, 林刺史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不见, 咱们二人虽然相谈甚欢, 但是公事公, 私事私, 如果玉仆兄没有办好公事, 到时候修怪本官翻脸。 玉仆, 是宋言的婊子。 宋别嫁听到了林招这句有些警告意味的话之后, 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招攻身低头, 下官, 这就按使军的吩咐, 前去召集团结兵。 说吧, 他对着林招低头作一, 然后转身上马, 回青州城去了。 等到这位宋别嫁离开之后, 林招才回头看向这块空无一物的空地, 声音低沉。 好了, 诸位兄弟, 这三天时间咱们恐怕要忙一忙了。 赵歇一直跟在林招身边, 文言有些好奇, 公子宁, 我要扩建这处营地。 林招声音平静, 开口道, 这地方太小了, 至少还要三倍大小, 才能够称得上是我青州团练的营地。 咱们这几天, 要用栅栏围出来一个更大的场地。 赵歇左右看了看, 伸手挠了挠头, 公子, 这么大的地方, 几百个人扎营肯定是够了, 青州的团结兵, 如何能只有几百人? 林招对着赵歇呵呵一笑, 开口道, 一州之地团结兵上线是千五之数, 咱们青州要招满为止。 新上任的林刺史, 抬头看了看这块空地, 淡淡一笑, 我的那个前任只搞了三百多团结兵, 一来是因为懒惰, 二来是因为贪污, 更是因为青州没有能力再养更多人。 而我不一样, 林招看了看赵歇, 笑容很是自信, 我有钱, 林招的确很有钱, 当初进长安的时候, 他就随身带了五千罐的巨款, 后来去了一趟恒州, 林夫人有很大方的直接给了他一万罐。 当然了, 万罐家财对于一个大集体来说并不算什么, 林招真正的财富在三元书铺在大通商号。 三元书铺从越州起家, 当年在越州的故事会已经不计算在内, 单单这几年在长安城的字母生意, 便已经让三元书铺赚得盆满钵满。 除却已经上了正规字母生意之外, 这两年在林招的指引下, 谢三元也在长安城开了不少副业, 到今天, 林招的那个老丈人在长安城东西二世里, 已经有了超过十家门面。 如果要他拿现钱出来, 估摸这四五万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相比于大通商号来说, 这些都是小数。 大通商号前些年, 是给康东平麾下近十万军队提供过粮草的。 而且这个商号, 涉及到各行各业, 除却贵方、走标以及粮行之外,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门类, 不说遍布整个大洲, 起码大半的大洲是有的。 这个商号, 是在当年先帝刻意放纵, 甚至是有心扶持之下, 才壮大到这种地步的。 先皇帝毕竟是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土著, 他跟这个时代的人一样, 觉得商骨哪怕再如何壮大, 也只是一只待宰的肥猪,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力。 所以, 他才会放任大通商号做大, 当作当年对正家下手的补偿。 但是, 先皇帝不了解的是, 当一个商号壮大到大通商号这种级别的时候, 明面上虽然依然没有影响力, 但是暗处的能力, 已经超过了朝堂上的绝大多数官员。 大通商号真正的利害之处, 并不是完全因为他有钱。 钱这个东西, 本质上是交易凭证, 一旦到了乱世, 便会大幅度贬值。 另一个世界安时之乱的时候, 长安城一只老鼠, 就可以卖到七千钱。 而大通商号的利害之处, 是因为他掌控了许多生产资料, 比如说粮食, 物品, 以及物流运输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大通商号的财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一支万人左右的军队。 林昭所在的青州, 目前还只是中州, 州团结兵的人数不得超过一千五, 在这个人数限制之下, 以林昭的财力, 可以很轻松地把他们培养成精兵。 就这样, 林昭与三十个扶牛山赵家人一起, 在这块团结兵营地待了整整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里, 他们把这座营地的范围扩大了三倍有余。 团结兵营地的选址, 本就是在无人耕种的山地, 可以随意圈地, 没有人能够干涉。 到了第三天上午, 骑着马的青州别驾宋岩, 与易都县令马城一起匆匆从城里赶来, 他们两个人翻身下马, 一起迈着小碎步来到了林昭面前。 此时, 林次使的营地扩建已经基本完成, 甚至还在这处营地里搭了个棚子, 这会儿正半躺在棚子下面乘凉。 宋别驾与马之县一起, 来到了棚子下面, 对着林昭恭敬低头, 使军, 易都县的团结兵已经悉数通知, 能来的这会儿都在路上了, 只是其他四个县因为路途有些远, 一时半会儿还赶不到, 还请使军宽佑些时间, 易都市复郭县, 青州城就是易都县城, 因此来得快一些。 见到这两个下属之后, 林昭伸了个懒腰, 从地上铺着的席子上起身, 打了个哈欠之后, 开口问道, 易都境内大约有多少团结兵? 这一次宋言并没有说话, 而是易都的马县令攻进拱手, 回使军, 因为易都距离较近, 青州团结兵大半都在易都, 估计有二百多人, 青州的团结兵总共只有三四百人, 五线之一的易都就占了大半, 这并不是因为易都距离近, 而是因为青州的权力核心在易都, 青州的权贵也大多在青州城, 也就是易都县城, 导致了团结兵人数大规模偏向易都。 林昭站了起来, 皱眉思索了一番, 然后看了看宋言两个人来的方向, 问道, 那些易都团结兵多久到? 他们大多没有马匹, 估计还要大半个时辰, 林四十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如此, 本官就在等他们一等。 林昭跟两个下属, 又在这个棚子下面等了接近一个时辰, 易都本县的团结兵才陆续到齐, 到齐了之后, 这些人便松松散散地站在了林昭面前的空地上, 林大老爷背负双手, 打量了这些人一眼。 粗粗一眼看去, 真正到这里的, 恐怕不满二百人, 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模样, 有些年纪小的十四五岁, 偏大一些的, 怕有四十岁以上了。 这些人虽然不认得林昭, 但是却认得宋年身上的官服, 到了地方之后, 便站在原地, 时不时小声说着话。 林四十背负双手, 声音低沉。 静声。 林昭声音不大, 这些人并没有理会他, 但是一旁的宋别架和马之县却听得清楚, 这两个人立刻上前, 对着一众团结兵高声喝道。 静声。 这位是新任的史军大人, 也是新任的青州团练使, 给你们驯化了。 破家县林灭门刺史, 由马县林开口, 再加上听到史军两个字, 这些人立刻闭上了嘴, 不敢再说话了。 他们都瞪着大小眼, 看向眼前这个一身蓝衣的少年人, 目光里多少有些震惊。 这样小的刺史老鸭, 看着这些人终于安静下来, 林三郎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背负双手, 开口道, 今日青州团结兵重新造名册, 你们都听好了。 因为要跟几百个人说话, 林昭的声音不自觉地也大了起来。 年纪超过35岁的, 家里田母超过20亩的, 此时统统站出来, 可以回家去了。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如有隐瞒不报, 被本官查实的, 以欺瞒朝廷之罪润咎。 这句话一出, 180个人里, 立刻出来四五十人, 只剩下了13040人左右。 林昭毫不在意, 继续说道, 自今日起, 青州团结兵改称为青州军, 无论四季, 都要在这处营地里训练, 无有允驾, 不得回家。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为之哗然。 因为, 团结兵原本是民兵兴致的, 并不担得平日里的农物, 如此一来, 便成了职业兵了。 林大老爷面色平静, 继续开口道, 不许你们回家, 自然也会有补偿。 自今日起, 青州军开始发响, 暂定为一年两贯钱。 不想干的, 现在可以走人。 一年两贯钱, 算下来一个月, 也就是二百钱不到, 比起林昭, 之前在三元书铺打工的工钱还少。 但是团结兵还可以免征负, 加在一起就不少了。 于是, 剩下的人敌过了一番之后, 一百三四十人里, 又走了三十多个, 只剩下一百个人出头。 林次使抬头看了看着一百人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好了, 一会儿会有人给你们登记造册, 你们就是第一批青州军了。 之后, 本官会在各县陆续征兵, 直到满一千五百人为止。 听完林昭的这番话, 一旁的宋颜木瞪口呆。 他咽了口口水, 对着林昭小心翼翼地拱手道, 使军, 您这不是团结兵, 而是府兵啊。 按大周律, 周郡无有朝廷旨意, 不得争辟府兵, 林昭皱了皱眉头, 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副手。 胡说八道什么? 我这就是团结兵, 改了个名字而已。 以林昭目前的身份以及处境, 上线就只能是一千五百人, 最起码名面上只能这么多, 不然朝廷那边很难说得过去。 至于团结兵实际上变成府兵, 改名青州军, 实际上都算不上什么大事。 因为林昭朝里有人, 他出长安之前, 是跟自己的叔父打过招呼的。 即便真的有人因为这件事情, 把林昭给告了, 身在中枢的林相, 也耐把这件事情给兜住。 毕竟林昭已经事先跟林俭说过, 他到青州来, 就是为了在将来可能到来的动乱之中, 给林家以及越州林氏, 带来一些自保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林昭不于智, 便没有人告得倒塌。 况且, 各州的人手是团结兵还是府兵, 全看各州衙门的财力。 大多数团结兵, 之所以春夏播种务农秋冬训练, 是因为衙门给不起他们想钱。 只要你州衙门给得起钱, 长安城便不会太过多问。 林昭上头, 不仅有一个林俭, 还有李旭, 还有圣人本人。 也就是说, 只要他在青州不是特别过分, 便可以放手失为。 确定了青州军的军营之后, 林昭便亲自写了一份征兵的文书, 令手下的人张贴到包括异都在内的青州武县 以及各乡镇之中。 两贯钱的年薪对于城里人来说可能吸引力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在土里刨石吃的农户来说,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再加上可以免除全家的赋税。 这个告示对于那些农户子弟吸引力极大。 可以预见的是, 林昭手下的这支团结兵将会很快成箭制。 但是什么时候真正形成战斗力, 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弄好告示的问题之后, 林昭开始组织人手, 在这处营地之中搭建房屋。 虽然这里将来大部分住处会是帐篷的, 但是多少也要有一些建筑存在, 不然显得不太正式。 因为林昭肯出钱, 再加上这几天陆续赶到这里, 其他四线的团结兵也有一百人, 加在一起两百个人, 人力物力都有, 很快就在林昭划定的区域里, 圈起了一道像模像样的栅栏, 又在林昭指定的地方, 盖起了一排大概十来间平房。 房子盖起来之后, 林昭也不用再躲在棚子下面, 而是选定了其中一间当作自己在这里的住处。 当然了, 这些主体是木头的平房, 暂时还没有办法住人。 林昭与赵歇各自搬了一个建屋子剩下来的小木屋, 坐在了刚弄好的第一间小木屋里。 林昭看了看正在营地里四下忙活的青州军士兵们, 然后又看了看赵歇, 声音低沉, 赵大哥, 我这个刺史在这里已经待了近十天, 再不回青州城便不像话了。 到下午的时候, 我差不多就要回青州城去, 这里就暂时交给你了。 赵歇从木屋上站了起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小巷公放心, 属下一定不负所望。 林昭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一千五百人要招满, 估计要一两个月时间, 我回青州之后, 会给你这里派几个文书过来, 用来帮着你造册登记。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但是这些人如何训练, 最后能不能成军, 便要仰仗赵大哥你了。 林三郎看着赵歇, 微微叹了口气, 当然了, 赵大哥你也不是军武出身, 想要靠你一个人, 把他们训练成军, 确实有些难为你, 不过眼下也只能, 先依靠赵大哥你了。 林刺史声音有些低沉, 赵大哥若是办不好这件事, 我不用难为自己, 到时候就给我递个信, 我想办法给你弄个军武出身的将领, 过来搭把手。 赵家寨虽然有数千人, 而且寨子里也有相当规模的装兵相拥, 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军队, 与真正的军队相差不少。 因此, 林昭也没有完全指望赵歇一个人能让青州军成军。 他目前的想法是, 暂时让赵歇训练这些团结兵的身体素质, 等有了一定基础之后, 再想办法找个军队出身的内行, 来让青州军彻底成军。 对于这支青州军, 林昭是极度重视的。 虽然这支军队满额也只有1500人, 但是只要这支军队能够到达精锐的程度, 1500人就能够在乱世做很多事情了。 将来某一天, 康东平树旗造反突袭长安的时候, 林昭手里的这一支1500人的军队, 便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事到一乱起来, 青州军1500人的上限便会不复存在。 到时候, 青州军有多少人, 朝廷便说了不算了。 赵歇听到林昭的话之后, 微微低头道, 小相公放心, 咱们赵家寨里有从边军退伍的老族, 寨子里平时训练难盯, 就是按着军中的路数。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属下即便不能把这支青州军训练成边军精锐, 但是让他们成军绝对没有问题。 听到这句话, 林昭满意地点了点头, 伸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有赵大哥这句话, 我便放心了。 这团结兵里的官职, 我暂时还不是如何了解。 赵大哥先委屈委屈, 在这里做个总教头, 等我在青州城里站稳跟脚, 弄清楚团结兵的官职架构之后, 再给赵大哥谋个五职。 赵歇文言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低头, 多谢小相公栽培。 林昭也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之后, 开口道, 既如此, 这里就先交给赵大哥了, 我回青州打理打理政务, 这里要是缺什么少什么, 赵大哥就让人给我递信, 我尽快给你送来。 目前是不缺的。 赵歇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道, 不过眼下每天都有数十个新兵, 帐篷眼见就不够住了, 还请相公尽快弄一些帐篷过来。 帐篷这是容易, 林昭前几天就让大通商号采买了, 他笑着点头道, 放心, 没几天帐篷就能送到赵大哥这里来。 赵歇微微点头, 再有, 再有一件事就是, 这个南阳郡大寨子出来的汉子,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再有就是, 小相公能不能弄到一些兵书? 属下, 属下在这里闲来无事, 想要看一看, 听到这句话, 林昭看向赵歇的目光顿时不一样。 有这句话, 就说明赵歇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教统, 而是想要奔着统兵的将军路子去走。 看来, 这几天见林昭认认真真地筹备青州军, 赵歇也跟着起了心思, 林昭低头琢磨了一番, 然后抬头对着赵歇笑了笑, 我就是做书铺起家的, 这是应该不难, 我回去就让人去找一找, 要是找到合适的, 立刻给赵大哥送来。 林昭到青州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了这个青州军大营里, 但是他身上的青州团练使只是一个兼职, 他的本质是青州刺史, 主政青州才是正职。 当然了, 对于林昭来说, 将青州军尽快训练起来才是正事, 不过即便如此, 青州的政务也不能完全放下, 毕竟青州军是要依附在青州武线之上的, 管好武线才能弄好青州军。 跟赵歇简单交代了一番青州军的事物之后, 林昭便骑着自己的马, 回到了青州城的刺史府里。 回到关底之后, 林昭先是去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个多时辰, 因为大营里的水还没有备好, 这段时间林昭一直没有怎么洗走, 弄得浑身不舒服。 洗完澡休息了一个多时辰之后,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林昭先是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 准备去刺史衙门办差。 他刚走出去没有几步, 突然想起了什么,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回去换上了刺史官服, 这才朝着衙门走去。 他这个年纪, 如果不穿官服, 恐怕衙门里没有几个人会认他, 说不定还会有人把他赶出来。 虽然先半珠被人欺负之后, 再亮出身份打脸的戏码很爽, 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 林昭现在的身份, 已经看不上这种小孩子把戏了。 衙门就在刺史府附近, 林昭换上官服之后, 很快就来到了衙门里。 此时的他一身合身的飞红官服, 衙门里的每一个人见到他, 都毕恭毕敬地低头, 口称使君。 这就是主官的好处了。 从前林昭在詹史府, 在门下省做官的时候, 虽然地位不低, 权力也不低, 但是毕竟不是衙门的主官, 平日里上班下班, 都要按时按点地点码, 生怕上司挑自己的麻烦。 但是现在林昭就是青州最大的官, 整个青州没有人能够约束得了他, 整个衙门里的所有人见到他, 都要低头行礼。 更重要的是, 他想上班就上班, 不想上班就可以在家里睡觉。 林昭这不是第一次到自己的衙门, 刚来青州那天, 他就到这衙门里转过, 进了衙门之后, 同样一身红色官服的宋妍, 匆忙赶了出来, 对着林昭毕恭毕敬的低头行礼, 见过史君, 不知史君今日回衙, 下官有失远迎, 还请史君恕罪。 中州的别价是正无品下, 按照朝廷的规矩, 无品及无品以上的官服, 便是红色的。 这位宋别价, 是整个青州衙门体系里, 除了林昭之外, 唯一一个穿红色官服的人。 林次使背负双手, 宋妍神太恭敬, 低声道, 回史君, 衙门里的差事, 下官都一一处理了, 不曾有什么大事, 因此不用史君亲自处理。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问道, 我到青州十余日了, 一点要我这个刺史处理的事物都没有。 听到这句话, 宋妍微微一愣, 然后低头苦笑道, 史君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事情, 下官断不敢弃瞒上官。 林昭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 这个已经年近四十的青州别价。 宋别价, 本官是年纪不大, 但是却不是小孩子。 我在门下省任了两年多给世忠, 每日桌案上从中书到六部的文书不知有多少。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衙门里的事情一无所知? 宋妍抬头看了看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深深低头。 史君, 这几天您都在城外大营里忙活, 有些需要史君处理的急事, 实在耽搁不得, 下官见您在忙团结兵的事情, 便斗胆越祖带袍了。 请史君恕罪,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一来是林昭年纪小, 自然会被人看清, 二来是因为林昭一到青州, 就一门心死地扑到了城外的大营里, 就会让宋妍这些青州官员, 觉得他还是一个贪玩的少年, 便准备绕过林昭这个刺史, 自行打理青州。 说白了, 就是想要架空林昭。 宋别架, 你不老实啊。 林刺史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我到青州之后, 是十分信任你的, 甚至委托你处理青州日常的事物, 但是你却把我当成了孩童。 自我到青州之后, 周牙里所有的文书, 统统都送到我工房里来, 我要一一合验。 说到这里, 林昭继续说道, 稍后, 让青州司马来见我, 今天傍晚夏职的时候, 周牙门里所有的官差立员, 没有我的命令, 一律不得走出衙门。 说到这里, 林昭声音低沉, 如果有人善离衙门, 本官会上报利部, 令责人替了他的位置。 林刺史看着宋妍, 似笑非笑, 请宋别嫁代为转告他们, 利部我很熟。 利部林昭当然很熟, 周胖子的老爹周松, 至今还是利部尚书。 一般的刺史上报利部本周的人事问题, 利部都会给面子, 更不要说是林昭了。 就算他现在尚书, 要换了宋妍这个别嫁, 估计利部那边, 也会很干脆地点头同意。 至于青州司马, 司马这个职位是郑六品下, 主要负责本周的公共安全, 也就是类似警察的差事。 林昭要掌握青州的政权, 除却宋妍这个别嫁之外, 当然要见这位青州的公安局长了。 宋别嫁额头上全是汗水, 他恭敬低头, 下官遵命。 下官这就是办。 林昭点了点头, 背着手走了。 等林昭走了之后, 宋妍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心里仍旧有些后怕, 倒不是林昭在他面前表现得有多么厉害。 而是因为林昭身后有一位执掌中枢的宰相, 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啊。 宋妍微微叹了口气, 转身却按着林昭的吩咐, 通知衙门里的人员去了。 而另一边的林昭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之后, 正在翻看书房里的一些杂书, 突然书房门口一阵敲门声,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公子, 大通商号的消息, 这个人也姓林, 名叫林寿, 是林昭从长安带到青州来的小厮, 原先在平康坊林家荡家丁, 林昭见他机灵, 便讨要了过来当个跟班。 林刺史点了点头, 开口道, 送进来吧。 林寿这才推门进来, 把一个信封放在林昭面前。 林三郎看了看眼前的信封, 问道, 还是北边的消息。 林寿微微摇头, 开口道, 好像是长安城的消息。 林昭微微皱眉, 伸手拆开了这封书信, 只简单看了一眼, 眉头就皱得更深了。 这张纸上的内容很简单, 只有短短两行字。 上书蒲叶崔衍应收受聚会, 于四月罢相。 崔衍罢相, 绝对是震动长安城, 乃至于震动天下的大新闻。 这位崔相, 乃是当年正相之后, 第一个挂三省主官的宰相, 即便是在先帝朝的时候, 他也是当之无愧的郑士堂首相, 实打实的文官第一人。 即便是后来, 宰相曹松也挂了门下市中的职位, 但是比起崔衍来, 在郑士堂还是要差上一些。 甚至于就连同是千年世家的清和崔氏, 这些年也因为崔衍的关系, 地位在世家之中拔高不少, 崔家在长安城里也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项门。 如今, 这位宰相也因为受贿, 被霸相了, 与当年郑温明面上被霸相的理由如出一辙。 看完这条来自于长安的新闻, 林三郎默默地把信纸塞回信封里, 微微皱眉。 老实说, 崔衍霸相这个结果并不让林昭感到意外, 毕竟这位崔相乃是先帝朝的首相, 地位实在太高, 而且又生无可生了, 新帝用起来也会不太顺手。 更重要的是, 新皇帝需要他把这个守魁的位置腾出来, 让给自己人。 比如说林远达, 因此, 从新帝四位之后, 崔衍霸相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让林昭感到不对劲的是崔衍霸相的方式。 按照正常流程来说, 观作到崔衍这个级别, 只要皇帝给个暗示, 再给点好处, 老头多半就会怪怪的自己上书请辞, 会闹成这样。 至于崔衍受贿的事情, 清和崔氏是千年名门, 国朝初年出了不知道多少宰相, 崔衍或许会收一些门生顾虑的礼物, 但是真要说他会为了这些礼物, 去帮人办事, 清和崔氏不至于如此。 再说了, 崔衍这个人这么些年在正式堂里, 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应该给他一个体面才是。 除却体面之外, 在有旧式霸相的时间, 皇帝登基至今还不满三年。 而且这三年时间里, 他有一半的心思都用在了盖房子上面, 对于朝堂的掌控, 远没有到先帝那样举重若轻的地步。 按照林昭先前的估计, 崔衍估计会在皇帝即位五年之后, 上书至师告老, 到时候皇帝给崔家某个后辈封个合适的官职, 君臣俩依依不舍地惜别一番, 再撒下几滴眼泪, 流程就算走完了。 如今, 崔衍下台过程这样不体面, 着实出乎林昭的意料之外了。 想到这里, 林次使犹豫了一会儿, 把这封信收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墓盒里。 平时林昭看北江的消息, 基本上是看完之后就烧了的, 免得被人发现马脚,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这个长安城来的消息, 就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崔衍霸巷的消息不算什么秘密, 很快就会变传天下。 这条消息是大通贵方快马加鞭送到青州来的, 但是即便是寻常渠道, 最多一个月, 消息也会传到青州来。 收好了信之后, 林昭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 默默地看了一眼长安方向, 心中有些嘀咕。 也不知长安城,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林次使自言自语, 以清和崔氏的底蕴, 即便崔向下台的很不体面, 应该也不至于到牢狱之灾的地步, 崔衍霸离开郑士堂, 郑士堂守魁应该会落在曹松的头上, 宰相曹松身上挂着门下适中的头衔, 乃是除了崔衍之外的郑士堂次象。 七叔他想要主持郑士堂,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想到这里, 林昭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康东平目前还没有动作, 长安城倒是先不安宁了, 原本有崔衍在, 最起码震得住长安朝廷, 让朝堂不至于乱起来, 如今崔衍霸象, 天知道长安会变成什么模样, 再多给我些时间啊。 林次使语气悠悠,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里, 崔衍霸象的消息, 是大通商号快马加鞭送去青州的, 即便如此, 这会儿也过去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此时, 崔衍霸象并没有离开长安, 而是仍旧住在圣业坊里, 按照天子的意思, 接受三法四定罪。 长安城大半的目光, 都盯在了这位崔衍霸象头上。 这天傍晚, 太阳刚刚下了山坡, 天色渐暗的时候, 一个紫袍青年骑在一匹大马上, 急匆匆地赶到了平康芳。 到了平康芳林府门口, 他翻身下马, 静止迈步闯了进去。 林府的下人们多半认得他, 并不敢阻拦, 只能任由他进去。 不过这人显然也不敢在乡府里太过放肆, 进了乡府之后, 便放慢了脚步, 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要见灵师。 林家的下人很快来到了他面前, 对着他恭敬低头, 相爷在后院书房, 大将军随小人来。 这位大将军, 自然就是朝廷的左卫大将军李旭了。 李旭跟在这个下人身后, 很快到了林简的书房门口, 他轻轻敲响房门, 声音低沉, 林师, 弟子李旭求见。 房门很快打开, 一身青涩道袍的袁达弓, 手里捧着书卷, 上下看了看, 眼前因为灶热满头是汗的继续, 微微叹了口气。 什么事? 让大将军这样着急? 林师看今日的长安风了吗? 还没有。 林袁达面色平静, 开口道, 这东西原先是三郎创立的, 后来他认给适中之后, 便把这差事交给了犬子, 到去年年底, 因为要备考秋市, 犬子便把这差事让了出来。 把林湛从长安风里摘出来之后, 他看向李旭, 问道, 怎么, 长安风出事了? 李旭微微叹了口气, 从自己袖子里, 取出今天刚刚刊发的小册子, 双手捧着, 递在林简面前。 论事情看, 林简接了过来, 并没有急着展开, 而是把李旭请进了自己的书房, 给后者倒了杯茶水之后, 才慢慢展开这个小册子。 如今的长安城, 已经颇为规范化, 新闻板块也已经很成熟, 林简知道这个小册子里, 能让李旭这么紧张的, 只能是在新闻板块, 因此, 他静止翻到了技术新闻的那一页。 只见这一页上的头版头条, 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崔岩。 清和崔氏, 良田何止千情? 千年世家, 奢靡至此, 才从何来? 一连四五篇文章, 几乎都是在攻击已经霸向的宰相崔岩。 林简自小就是神通, 可以一目十行, 看完这些标题吸人眼球的文章之后, 他缓缓合上这个册子, 看向了眼前的李旭。 大将军的意思是, 边传四现在是宫里的人在弄, 这些人只会一味迎合圣意, 这个态势, 分明是想把崔相下狱。 李旭抬头看向林简, 咬牙道, 林师, 崔相这两年多次在朝廷里反对皇兄大兴吐目, 触怒了皇兄, 才有今日之火。 崔相受污名霸相, 已经很不应该, 老人家如今已经六十多岁, 万不能再让他受牢狱之灾了。 世子殿下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语气无奈, 弟子是五直, 在朝廷里不好说话, 只能请恩师出面了, 还请恩师救他一救。 林简看着眼前急得脸色战红的李旭, 缓缓摇头。 如今, 长安城朝堂里的所有官员, 都认为皇帝罢了崔眼相位, 是在给他林简空出位置。 这个时候, 长安城里任何人都能够向皇帝开口, 保全崔眼, 读读他林元达是最不好开口的。 可是听到李旭的话之后, 袁达恭维难免有些动容。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缓缓开口, 崔相本不应该罢相, 事情也不应该闹成这个模样, 圣人太心急了。 大将军李续看了看自己的老师, 咬牙低声道, 皇兄, 昏溃了。 从前前抵之时, 弟子还觉得他是个民主, 将来定能像先帝一样, 忠心大周, 因此十年以来尽心辅佐。 不成想皇兄四位之后, 与从前大不一样了, 国家正值危难之际, 此时此刻, 他却只想着兴修楼语, 催向这种国之助食, 竟然也能随意罢处, 好了, 殿祥默要说了。 林俭看着李续, 微微皱眉, 这些话, 阎官们说的, 甚至我也能够说的, 唯独你说不得, 你是宗室, 是皇族。 袁达恭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要谨言慎行。 李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对着林俭叹道, 恩师是谦谦君子。 这些话, 我也只敢在恩师面前说一说。 袁达恭背负双手, 缓缓开口, 长安封上这些文章, 只是编撰司的那些人逢阴之举, 圣人不会对崔相如何, 只是这些小人, 为了逢阴陛下, 便坏人名声, 真是可恶之至。 大将军啊, 林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你明日去一趟编撰司, 警告一番那些人, 莫要再刊登此种文章了。 崔相在朝廷为相十几年, 即便是先帝也对他赞赏有加, 不要到最后, 十几年辛苦坏在这些小人的三言两语上。 袁达恭声音低沉, 最好, 让他们停止印发这一期的长安封, 另外在下一期长安封上公开致歉。 李旭有些犹豫, 他对着林俭苦笑道, 老师, 编撰司目前是司工台在管, 可编撰司毕竟不是司工台。 袁达恭声音平静, 开口道, 你我都多少了解一些陛下, 这种事情他做不出来, 这时候, 旁人谁去编撰司都不合适, 但是殿下你去去合适, 你去闹一闹, 圣人也就有了西式宁人的台阶。 世子殿下低头思索了许久, 最终才咬牙点头, 我听恩师的。 明月一早, 我便去编撰司。 林元达微微点头, 叮嘱道, 去了最好不要动手, 更不要打司工台的人给圣人留够脸面。 李旭点了点头, 恩师放心, 弟子明白的。 说到这里,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三郎当初在长安弄出来的这东西, 不曾想如今成了天大的麻烦。 这东西出现在长安城, 对于我大周来说也不知是好是坏, 要看操织水手了。 袁达公起身披了件衣裳, 淡淡地说道, 当初三郎在长安的时候, 这东西不仅没有违恶, 还帮着东宫解了围, 如今落到了小人手里, 自然成了祸害。 他说话间, 就朝着外面走去。 李旭跟着自己的老师一起出了书房, 看到林简一副要出门的样子, 他有些好奇, 老师, 天色已经晚了, 您这是要去? 我去一趟盛夜坊。 袁达公微微低美, 本来这件事我不该插手进来, 但是殿下既然称呼我一生老师, 你牵扯了进来, 我也不好在置身室外。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我去见崔相一面。 李旭有些搞不明白, 他看着林简, 问道, 老师您这时去见崔相, 说话间, 林简已经到了自家马车面前, 他面色平静, 开口道, 殿下还是没有想明白, 崔相被罢相已经半个月了, 三法司没有查出头绪, 宫里始终没有动静, 而崔相也没有离开长安。 你知道这是为何? 李旭皱了皱眉头, 然后摇头道, 弟子愚钝, 圣人等一个台阶。 袁达公面色平静, 开口道, 此时, 崔相只要上书请罪, 圣人那边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让他回乡归阳了事。 而崔相在长安半个月, 就是不想上这道请罪的奏书。 说到这里, 袁达公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口气, 本来这是他们之间的义气之争, 跟你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今编撰似有小人作祟, 我要去劝他一劝了。 说完这句话, 林俭便登上了自己的马车, 对着马夫缓缓开口, 去圣业方。 而在一旁的大将军李旭, 听完了林俭的话之后, 才琢磨过来未到, 他抬头看向自家老师即将远去的马车, 喃喃自语。 这朝堂上, 这么多门道吗? 林俭的马车, 从平康方出发, 走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才来到了圣业方门口。 这会儿, 圣业方已经闭门宵禁, 不过方门自然挡不住宰相的车架, 很快方门就被打开, 林俭的马车一路到了崔氏大宅门口, 才停了下来。 马夫停稳马车之后, 立刻就去崔家门口叫门通报。 同在正式堂为向两年, 林俭在崔家的面子还是有的, 马夫通报之后, 很快崔家就开了正门, 几个林家的后辈, 恭恭敬敬地把林俭迎了进去。 在崔家大宅里, 兜兜转转地几圈之后, 林俭才被人带到了崔眼的书房里, 崔家的后辈去敲了敲门之后, 很快一身白衣的崔老头, 便抄着袖子,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两位正式堂宰相, 互相拱手行礼, 崔相, 林相。 听到林俭的称呼之后, 崔老头眯了眯眼睛, 呵呵笑道, 老朽已不是宰相, 可不敢当林相这样称呼。 林俭摇摇摇头, 开口道, 老相公主正十余年, 鞠躬至尾, 只要老相公在一日, 便永远是大周的宰相。 听到林俭这番话, 崔眼哈哈一笑, 伸手拉着林俭的衣袖, 把他拉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从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老夫面前说这些话, 老夫都置若罔闻, 如今丢了差事, 却又听到了这番话, 倒让老朽舒心不少。 说着, 他看向林俭, 呵呵一笑, 还是个宰相说出来的。 被这老头拉着, 林俭也不挣扎, 两个人便前后进了崔眼的书房里。 是极多, 走进这间书房之后, 林俭看到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 一时间有些看花了眼。 这会儿, 崔眼已经给林俭倒好了茶水, 他抬头看了看林俭, 笑着说道, 林相深夜前来, 不知有何见叫? 见叫不敢当。 林俭微微低头, 开口道, 只是来劝一劝老相公, 稍稍低一低头, 稀释宁人吧。 说到这里, 林俭叹了口气, 开口道, 今日, 京城长安峰里, 已经开始编排老相公, 这个小册子在长安城传播得极广, 这会儿, 多半已经传了半个长安了, 林相语气有些无奈, 这会儿, 老相公您低头认得错, 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 要是那些银河圣意的小人, 通过长安峰鼓动了名义, 到时候老相公的处境, 恐怕就要比现在难得多了, 崔眼看了看林俭, 面色平静, 林相是自己说了这番话, 还是来替圣人说的, 袁达公叹了口气, 老相公, 晚辈这番话, 全然处自肺腑, 还倾老相公见那两眼, 已经须发皆白的崔眼, 微微皱眉, 他看了林俭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袁达, 你也是多年为官的老臣, 应当知道, 此时老夫心中所想, 他声音低沉, 若是圣人开口让我致世, 老朽看也不会再看长安一眼, 即日就会动身回清和养老, 国朝二百年, 清和崔氏出了不知道多少宰相, 老夫也不是恋战权位之人, 但是, 说到这里, 老头声音严肃了起来, 但是朝廷不能用污名娶我, 这位曾经的尚书仆叶背负双手, 闷哼了一声, 崔眼为相十多年, 要说没有收受旁人半件东西, 那是假话, 但是这些年来给老夫送东西的, 或者是我门下的门声, 或者是曾经的故交, 所送之物, 大多也都是笔墨之类, 老夫收了东西, 也都有礼物回赠, 崔相声音有些愤怒, 并不曾因为这些东西, 替谁办过什么事情, 如今圣人听信谗言, 以污名报我, 这个时候, 老夫若是上书请罪离开长安, 且不说我自己几十年名声尽毁, 便是我亲和崔氏的家生, 也要大打折扣, 说到这里, 老头扭头看向林简, 抬手抱拳, 袁达一片保拳之心, 老夫自然是明白的, 但是老夫, 活到了这个年纪, 所求无非是清白二字, 此时老夫无论如何, 也不能离开长安, 说到这里, 老相爷拉着星相爷一起, 坐在了书房的椅子上, 笑着说道, 自袁达入正式堂以来, 咱们两个人, 还没有私下里一起吃过饭, 今日难得袁达你亲自过来, 老夫让家里人准备些韭菜, 咱们两个人坐下来喝一杯, 看着脸上仍旧带着笑意的崔眼, 林简微微有些诧异, 他犹豫了一番, 开口问道, 老相爷不曾见到今日饭寿的长安风吗? 崔眼愣了愣, 然后摇头道, 不曾见到, 自霸指以来, 老夫便不怎么出门, 除却三法司的人之外, 也没有见过旁人, 听到这里, 林简低头叹了口气, 长安风是长安城里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即便崔眼本人不曾看到, 崔家的人也是一定会看到的, 而直到此时, 这位崔相依旧没有看到长安风, 只能说明崔家人刻意瞒着他, 或者说不忍心让他看到, 想到这里, 林简深呼吸了一口气, 还是从自己的袖子里, 取出了长安风的小侧子, 双手捧在手上, 他声音低沉, 老相公, 圣人肯定不会拿您如何, 三法司多半也查不到您的问题, 但是底下的这些小人, 为了逢阴圣意, 便会在暗处兴风作浪, 如今长安风上已经刊载了抹黑老相公的文章, 相公在这样与圣人僵持下去, 等到坊间的舆论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老相公再想要离开长安, 便有些来不及了, 林简声音低沉, 人言可畏啊, 崔也没有说话, 而是从林简手里接过这个小册子, 简单翻了一遍之后, 这位在朝堂上主政十几年的首相, 便被气得脸色通红, 他两只手都颤抖不已, 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清河的田店, 是我家自己国朝初年就定下来的祖产, 与老夫和干, 老头直气得气血上涌, 咬牙切齿, 我催世祖训, 便是不可遭见天资的良敏, 哪里来的奢迷了? 这些人信口胡编的文章, 便敢公之于众, 老头本就上了年纪, 再加上这件事牵涉到他的个人生育, 以及家族生育, 气血攻心之下, 一屁股坐在的椅子上, 只觉得头晕目眩, 林检赶忙一把搀扶住他, 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 老相公息怒, 我已经修复左卫大将军李旭, 前去编撰司处理此事了, 如果顺利的话, 明日长安风便不再应发, 后续编撰司也会撰稿向老相公道歉, 这会儿, 这册子不会传出长安城, 老相公声名无碍, 崔岩坐在椅子上, 两久之后才冷静了下来, 他抬头看了看站在自己身边的林检, 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这是以石棒杀我, 甚于刀兵啊, 林检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他看着崔岩, 急声道, 老相公,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样严重, 尚可以挽回, 明日一早, 我与崔向你一同进攻面圣, 要求圣人严惩边撰司, 不成, 崔岩看向林检, 摇了摇头, 袁达你不能牵扯进来, 朝堂将来还需要你来主持, 范阳的康东平, 北边的突厥人, 都需要一个敢于认识的宰相去处理, 这个时候, 袁达你要明哲保身, 说完这句话, 崔岩艰难地吐出了一口气,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袁达你的意思我明白, 无非是想让我在这个时候, 暂时离开长安, 避一避风头, 这样不管是我还是圣人, 都能够说得过去, 但是这件事, 在我这里说不过去, 崔岩缓缓吐出一口气, 声音平静, 事已至此, 我便更不能离开长安了, 老头子向林检微微欠身, 拱手道, 旧日为相的时候, 每日家中门庭若市, 如今落了难, 便只有林相一人登门, 他声音诚恳, 袁达真君子也, 林检苦笑了一声, 摇头道, 老相公千万不要这么说, 晚辈此来也并非是为了私情, 只是想要替大洲保全一位国家住食, 两位宰相在书房里, 说了足足半个时辰的话, 最终崔岩带着一众崔家人, 亲自把林检送到了门口, 互相拱手作别, 送走了林检之后, 崔岩并没有回自己的书房, 而是去后院祠堂之中, 与长子崔岩一起祭拜了父母, 以及崔家的列位祖先, 等把一众牌位筒筒拜完之后, 老相公这才回到了自己的书房里, 崔家的长子崔岩也一路跟随, 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对着老爹开口道, 父亲, 天色晚了, 儿子让人服侍你歇息吧, 崔岩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声音有些沙哑, 你跪下来, 大户人家家教都很严, 笑到大于天, 崔岩很干脆地跪在了地上, 抬头看着自己的父亲, 念在你一片笑心, 为父便不与你计较, 你向我隐瞒长安风的事情了, 崔岩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声音平静, 你听着, 为父与你说的事情, 关系到我清和崔氏的千年家生, 你要听真了, 千年世家都极其看重名声, 如果是普通的世家子弟倒也罢了, 偏偏崔岩本人还是清和崔氏的组长, 仅仅贪末倒还没有什么, 但是长安风上那些为了吸引眼球的文章, 实在是太难听了, 什么清和崔氏用忍辱喂养乳猪, 养大了之后宰杀赤肉, 什么崔岩本人, 每天晚上要用八个厨子陪睡, 种种乌言晦语, 不堪入目, 偏偏这个长安风的背后回边转丝, 边转丝的背后是丝工台, 也就是说, 这是皇帝的人在污蔑他崔岩, 崔岩隐约感觉到了不对, 他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 父亲, 示威至此, 您不可胡思乱想啊, 已经到了, 崔岩面无表情, 开口道, 为了清和崔氏的名声, 也为了为父自己几十年的生育, 明日, 你便带着家里人返回清和, 族长之位, 交给族中老人推选, 第二天一早, 费向崔岩高捧朝户, 身着旧式官服, 大踏步走进皇城, 走向太极宫, 皇城未逝, 皆不赶拦, 此时, 崔岩已经不在朝廷里, 担任任何差事, 不在上书上, 也不在郑氏堂, 但是他在中书多年, 竟然没有一个人拦着他, 就这样, 让他一路走到了太极宫门口, 今日虽然不是太极宫大朝会的日子, 但是却是太极宫的小朝会, 也就是说, 郑氏堂的宰相们, 以及五间九四六部的高官统统在场, 算是大洲的高层会议, 崔岩手捧朝户, 自顾自地走进了太极宫小朝会的偏殿, 这会儿, 小朝会还没有开始, 在场的一众高官们纷纷看向这位老宰相, 安静了下来, 有几个催眼的顾骄想要上前去跟他对话, 但是心中毕竟有了一些顾忌, 犹豫了一番之后, 还是没有动弹, 片刻之后, 终于到了小朝会开始的时辰, 随着司公台一声高唱, 身着天子长服的皇帝陛下, 在两个小太监的搀扶下, 走进了偏殿, 等到到了地座上坐下之后, 一众文武高官才纷纷下班, 臣等叩见陛下, 皇帝陛下先是瞥了一眼跪在最中间的催眼, 然后缓缓开口, 朱卿不用多礼, 各自落座罢, 平日里大朝会的时候, 百官们是没有座位的, 但是小朝会不一样, 能够与会的无异不是朝堂大佬, 许多朝廷的决定, 也是在这种高级会议上定下来, 因此, 这个片殿里是有不少座位的, 有时候碰到需要商议的事情, 皇帝便跟这些部长级的高官, 在这里一亿就是一天, 皇帝陛下很明显已经得知了催眼进攻的消息, 等到众人都落座之后, 独独剩下一个催眼仍旧站着, 皇帝看了看这个须发揭白的老臣, 声音平静, 不是让催相在家里歇息一段时间吗? 怎么催相今日又来参与朝会了? 此时的皇帝陛下, 心中还拿不定催眼此行的目的, 如果这位老丞相是进攻来请罪的, 那么应该是下午进攻来, 私下里见皇帝, 悄嬷嬷地认个错,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没有道理, 他要在小朝会的时候进攻面圣, 长安城里没有任何官员, 愿意在这些三四品官员面前丢人, 催眼站在原地, 抬头看了看脸色有些疲惫的天子, 微微低头, 陛下, 隔城貌卫进攻, 是有一件事要求交陛下, 听到这句话, 皇帝隐约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他微微皱眉, 开口道, 老相国, 眼下跟朝会, 你有什么事情问朕, 朝会之后留下来就是, 如无要事便先让他们意识, 催眼面无表情, 再一次欠身拱手, 隔城先前是朝廷的上书蒲叶, 蒙先帝拔拙, 铁为正式堂宰相, 此事事关隔城声明性命, 应当算不上是小事吧, 催眼都这么说了, 皇帝自然不可能再把他赶出去, 闻言皱了皱眉头, 缓缓开口, 那, 老相国说吧, 催眼低头应命, 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皇帝, 开口道, 隔城在大半个月前, 被御史抬御史, 天文声检举, 说臣收受聚会, 当时陛下命令三法思想查此事, 并且暂停了臣在正式堂的执事, 说到这里, 催眼顿了顿, 回头看了一眼刑部, 大理寺以及御史抬的几个主官, 又转头看向皇帝, 继续说道, 臣想问陛下, 如今大半个月过去, 三法思查出臣的罪证了没有, 听到这句话, 皇帝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目光看向了下手的几个相关官员, 声音低沉, 大理寺回催向国画, 大理寺轻暗道一声倒霉, 只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对着皇帝深深低头, 回陛下, 目前只知道, 每年都有人往催府送礼, 前些日子, 我大理寺去催向家中查证的时候, 催向也把他府上保存的礼单, 统统给大理寺看了, 这位大理寺亲, 也有五十岁年纪了, 他深深低头, 叹息道, 到目前为止, 催府收下的礼物, 大多是催向的门生晚辈所送, 不曾发现与朝廷有关, 这位大理寺亲说完, 皇帝又看向另外两部, 于是乎, 御史台, 行部两个衙门的主官, 统统站了出来回话, 回话的内容与大理寺大同小异, 简单来说, 就是催眼这些年, 确实收了不少礼物, 但是跟朝廷, 跟权钱交易有没有关系, 暂时还不知道, 听完三法司的汇报之后, 皇帝陛下看着催眼, 脸上挤出了一个很是勉强的笑容, 既然三法司没有查到实据, 那就是御史台凭空诬告了, 说完这句话, 皇帝脸色立刻阴沉了起来, 他扭头看向御史台的主官御史大夫严齐, 声音肃然, 言轻, 你们御史台也太没有规矩了, 无凭无据, 就敢凭空诬告我大周两朝的宰府, 御史台上下, 统统伐风半年, 那个诬告催向的田文生发配领蓝, 御史大夫严齐出列, 对着皇帝深深低头, 扣手道, 臣, 懈戴御史台上下, 扣谢圣恩, 处理, 完了御史台之后, 皇帝扭头看向崔岩,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老相国, 这件事是朝廷委屈了你, 老相国受惊, 是朕的疏漏所致,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思索了片刻, 开口道, 这样吧, 老相国你先暂时歇息一些日子, 等这段时间过去, 朕把事情先后查清楚了, 一定给老相国一个满意的交代, 歌称, 不要交代, 崔岩面无表情, 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最新版的长安风, 用两只颤巍巍的双手捧着, 递在了皇帝狱前, 陛下请看, 皇帝给了个眼色, 立刻有四公台的太监走下狱街, 把崔岩手里的长安风取了过来, 崔岩这一次, 终于抬起头, 直视天子, 这是编撰司刊发的长安风, 已经于昨日在长安售卖, 如今长安城里大户人家, 几乎人手一本, 这位老相国, 声音慢慢地大了起来, 其中有五篇文章是关于老臣的, 有谩骂之言, 有污蔑之言, 还有四亿胡编之言, 崔岩目光如炬, 抬头看着皇帝, 臣即便被革职, 三法司都不曾定下臣的罪过, 这编撰司又凭什么这样凭空污蔑, 还将之传遍长安, 崔岩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天子, 臣, 想要跟陛下要一个说法, 皇帝陛下简单翻了几页, 看到标题之后, 他也微微有些皱眉, 这几篇文章, 确实有些过分了, 皇帝陛下终于合上书页, 对着崔岩勉强一笑, 此一无所知, 编撰司隶属司宫台, 崔岩老头这会儿仿佛已经全无畏惧, 他抬头看着天子, 面无表情, 老陈几十年名声, 因为这几篇小人文章, 毁于一旦, 我亲和崔氏的家生, 也要因此大受折损, 崔岩毫不畏惧地抬头, 再一次看向天子, 编撰司隶属司宫台, 而司宫台则是宫里的工人, 臣想问陛下, 编撰司写出这些东西, 究竟是编撰司的意思, 还是司宫台的意思, 说到这里, 崔岩便闭口不提了, 他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试问这几篇造谣文章, 是不是皇帝受益的, 皇帝陛下被崔岩一番贺问, 一时半会之间有些答不上话, 然后就有些恼羞成怒, 崔岩, 你这是在咆哮经殿吗? 老臣不敢咆哮圣前, 崔岩再一次低下了头, 声音低沉, 臣二十五岁中近视, 蒙先帝垂恩, 得以入正式堂拜相, 自拜相之后, 这些年在朝廷里, 多少也算是做了些事情的, 他再一次抬头, 看向皇帝, 臣虽然为相多年, 但是并不会死缠烂打赖着不走, 陛下如果看臣, 不顺心不顺眼了, 只要一句话, 臣便会立刻告老, 回清河老家去, 如臣当真有罪, 三法司将老臣仗毙了, 老臣也不会说半句怨言, 但是如今, 老臣一不曾恋战权位, 二不曾触犯国法, 老臣想问一问陛下, 催眼目光平静, 内宫直属的编撰司里, 因何会有这些文章, 皇帝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老实说, 这件事跟他的确没有太大干系, 最开始, 他只想让这个德高望重的讨厌老头, 赶紧离开长安, 于是乎, 他就在闲暇的时候, 跟身边随身的太监说了两句, 后来, 御史台的田文生, 便上书参奏催眼了, 至于长安风的事情, 皇帝的确是不知情的, 老相国, 这件事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会派人一一查实, 一定给老相国一个交代, 催眼摇了摇头, 静静地看着皇帝, 这天底下传播最快的, 便是谣言, 他看向皇帝手中的册子, 声音有些沙哑, 尤其是这种谣言, 谁也休想洗脱干净, 说到这里, 催眼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说了一句, 事已至今, 有死而已, 他抬头看向圣人, 陛下是君父, 老臣不敢埋怨君父什么, 指陛下今后, 凡事多想一想先帝, 说完这句话, 催眼深呼吸了一口气, 长生而起, 皇帝陛下已经看出了不对劲, 殿中的催相, 距离这处偏殿的金柱, 只有十几步之遥, 老头闭上眼睛, 静直冲向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柱子, 他要当着皇帝与文武大臣的面, 在金殿上, 触驻而死, 皇帝陛下豁然起身, 惊呼出声, 拦住他, 不远处的凌元达, 木字净裂, 一边向催眼奔去, 一边吏声高呼, 拦住催相, 整个太极弓天殿, 乱作一团, 在所有人看来, 这都是一件不是特别大的事情, 毕竟就算催眼的贪莫罪名, 查实了, 以他这么多年的身份地位, 最多也就是霸相返乡而已, 反正催眼本人, 也已经到了治世返乡的年纪, 就算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大的灵减, 也没有想到催眼会刚烈到这个地步, 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误差, 是因为催眼是清河催氏的族长, 而灵减这些人不是, 这些千年世家的子弟, 把家族声望看得比自己的个人声望, 个人性命都要贵重得多, 催眼在金殿上撞住, 便是要用自己的血来洗干净这些污名, 他成功了, 因为距离柱子实在太近, 哪怕是反应最快的灵减, 也没有来得及阻止他, 等灵减奔到这位老巷国面前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头上血流不止, 林元达双手颤抖, 伸手抱着扶着催眼的身子, 两只手上沾满了老人的鲜血, 这位官场上打滚二十多年的新任宰相, 声音都跟着发颤了, 老巷公,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这个时候, 片店里绝大多数人都反应了过来, 立刻奔到了催眼面前, 有些催眼的旧师属下, 看到浑身是血的催眼, 不由悲从中来, 泪流不止, 催公, 老头被林检抱在怀里, 勉力睁开被血水浸湿的眼睛, 脸上却挤出了一个笑容, 老迈残躯, 别无他用, 能以身洗除污名, 再好不过, 这个时候, 皇帝也跌跌撞撞地奔了过来, 他分开重臣, 看着浑身是血的催眼, 皇帝双目圆睁,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他无法理解催眼的行为, 甚至一时半会之间, 他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他被满身是血的催眼吓着了, 请, 这位新任的皇帝嘴唇有些颤抖, 请太医, 他一说话, 身后司宫抬的几个太监, 纷纷高声叫嚷道, 请太医, 请太医, 催眼这会儿, 神智还算清醒, 他被灵俭抱在怀里, 睁眼看向了皇帝, 陛下, 这个浑身是血的老头, 气息渐渐虚弱, 臣早年入世, 蒙先帝亲眼, 至今世国三十余年, 他闭上眼睛, 声音已经有些沙哑, 臣虽比不上正相, 但自问不曾有对不住朝廷之处, 臣今一死, 非是要为难圣人, 挤刷污名, 他声音已经开始断断续续, 如此九泉之下, 也能见列祖列宗了, 说完这句话, 老相国闭上了眼睛, 昏厥了过去, 皇帝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看着乱成一片的官员们, 咬牙道, 把老相国立刻送到太医署去, 催眼不能死, 他要是死在了这里, 死在了金殿上, 便是林皇帝以来, 大洲最大的丑闻, 也会是他这个天子身上, 一辈子也洗不去的污点, 即便是林皇帝之时, 朝廷也不曾有宰相在金殿上撞住而死的, 想到这里, 皇帝心里一阵懊恼, 早知道, 便在忍这个老头几年了, 可是如今, 怎么都来不及了, 司公台的太监们很快找来担架, 把催眼抬出了金殿, 抬向太医署, 而一身是血的林简, 这会儿也冷静了下来, 他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这位即位已经两年有余的天子李循, 陛下, 先帝在世之时, 也对催相敬重有加, 林简的话中满是失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帝师, 如今皇帝这个德行, 让林元达十分痛心, 皇帝不敢直视林简的眼睛, 微微偏过头去, 林, 林相, 事情至此, 非正所怨言, 元达公满脸怒气, 陛下, 若催公生死, 便是边传私杀人, 便是私公台杀人, 说到这里, 林简闷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很显然, 下一句是天子杀人, 林简退后了两步, 脸色有些苍白, 林相, 林师, 此事非正所为, 正也, 林简不愿意再跟他再纠缠下去, 而是退后了两步, 对着皇帝拱手道, 陛下, 臣, 要去太医署探望崔公辽, 至于这件事, 应该如何处理, 全在陛下一心而已, 说完, 林简便退后两步, 离开了这间偏殿, 李循站在京殿的玉阶之上, 先是看了看林简离开的背影, 又看了看京殿柱子旁边的那一滩血迹, 心里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怒气, 朕, 做错什么, 又不是朕让编撰撕写的这些东西, 想到这里, 李循在心里咬牙切齿, 崔燕在京殿之上顶撞于朕, 还以命相邪, 真是可恶至极, 心里这么想, 但是明面上, 却是不能这么说的, 皇帝陛下眯了眯眼睛, 对着身边的人开口道, 自今日开始, 费编撰撕, 编撰撕之中所有的人, 尤其是写文章诽谤崔向国的人, 统统给朕抓起来问罪, 说完这句话, 他微微犹豫了片刻, 咬牙道, 司工台里负责编撰撕的人, 也给朕抓起来问罪, 司工台上下, 统统罚奉一年, 说完这些话之后, 李循深呼吸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开口道, 百家太医术, 此时此刻, 李循还算是比较清醒的, 他很明白, 这件事, 不管是不是他受益边撞撕的, 目前是跟他脱不开干系了, 这个时候, 一定要尽量救活崔岩, 即便就不活, 他这个皇帝, 也要表现出关切的态度, 最起码态度一定要表现出来, 此时, 长安城原本还算平稳的局势, 因为崔岩这一状, 变得不再平静, 像崔岩在金殿上撞住的消息, 根本不可能瞒得住, 很快就在长安上层圈子里流传开来, 就在崔岩还在太医署生死不知的时候, 长安城里的大通商号, 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 此时, 郑通本人就在长安城里, 他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先是面色古怪地看了一眼皇城, 然后自己亲自写了一个条子, 交给身边一个随从手里, 开口道, 令人用最快的速度, 快马送去青州, 下人恭敬点头, 立刻找人送信去了, 大通商号早年就是以商队起家, 至今还经营标局以及马行的生意, 最不缺的就是马匹, 而且, 大通商号因为遍布各大城市, 平日里有急信要传递的时候都不走驿站, 而是自己人骑马去送, 虽然不可能真的八百里夹急, 但是在不爱惜马力的情况下, 日行四五百里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青州距离长安两千里左右, 郑通的信在第五天就送到了林昭手里, 信的内容很简单, 崔岩霸相之后, 编撰似于长安封上, 刊文污蔑岩及清和崔氏, 砍发之后, 崔岩高捧潮户入宫, 于京殿之上处住, 此不知, 看完这封信之后, 林昭眼皮子直跳, 他看了看长安城, 又看了看北边, 语气悠悠, 或是了, 这是林昭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念头,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 倒不是说崔岩个人的死亡, 会给长安城带来多大的动荡, 毕竟如今已经到了新朝, 崔岩这个宰相也到了要退位让贤的时候, 一个崔岩, 如果单纯的只是离开朝堂, 那么长安城还会是原先的那个长安城, 问题是, 这位两朝的宰府, 清禾崔氏的掌门人, 似乎是被皇帝逼到了这个份上, 假如崔岩横死, 且不说他个人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人脉声望如何高, 单单一个清禾崔氏就会让长安城颇为头痛, 作为一个北方氏族, 清禾崔氏本就在北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更要命的是, 清禾所在的贝州与冀州接壤, 冀州, 就是泛阳节度史的屯田州, 也就是说, 北边的康东平, 想怎么接触崔家人, 便怎么接触崔家人, 即便崔家上下可能满门中烈, 不在乎自己的家主死在了长安城, 仍旧对大洲王朝忠心耿耿, 但是借着这个由头, 康东平就可以在贝州, 在冀州大肆宣扬朝廷残害崔岩一事, 本来康东平想要造反, 还需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寻找一个起义兵的借口, 这个时候, 长安城里的那位皇帝, 把这个借口送到了他的手边, 想到这里, 林刺史眉头皱得更重了, 时间不够了呀, 林刺长长地叹了口气, 原本按照他的计划, 范阳君最起码还要两三年准备, 然后找到合适的理由之后, 才有可能起兵返州, 有这两三年的时间, 林刺可以再从容在青州, 训练好属于自己的青州军, 到时候再趁乱壮大起来, 即便不能力挽狂澜, 最少也能够在乱世之中存身, 但是现在看来, 就给他准备的时间, 恐怕会大为缩短, 假如康东平能够说动贝州的清和崔氏一起造反, 清和崔氏出人出力的情况下, 有着清和崔氏的家臣, 康东平甚至可以长驱直入长安城, 当然了, 北边的朔方节度使骑士道, 也一直在盯着康东平, 康东平想要打进长安城, 还要先过骑士道那一关, 可即便如此, 康东平造反一事在名义上, 已经畅通无阻, 真是蠢了, 林三郎闭上眼睛, 缓缓吐出一口气, 先帝虽然有时候少了一些容人之量, 但是这种蠢事, 他闭着眼睛也不会做出来, 但是当今的天子便能做得出来, 林刺史想起了那个太极宫里, 阴沉而又让人生味的老皇帝, 悠悠叹了口气, 难怪先帝到最后那些日子, 都不放心传位给你, 若不是冥冥中有外祖相助, 恐怕你是坐不上这个位置的, 作为先帝临终前几个月, 一直陪着先帝的起居郎, 没有人比林昭更了解先皇帝的心思, 一直到最后几个月, 老皇帝都不太放心自己这个敌长子, 如果不是身体实在撑不住了, 皇位会不会落在东宫头上, 还是未知之数, 原先不管是林简还是林昭, 都觉得这位曾经的太子殿下, 最多也就是个平庸守城之君, 没想到他即位之后, 一改先前前帝之时的谦逊之态, 短短两年时间, 已经有了昏溃之相了, 想到这里, 林昭把手里的纸条, 丢进火堆里焚烧干净, 犹豫了一下之后, 林刺史换下了身上的官服, 穿着一身长服, 带着两三个随身的侍卫, 离开了刺史府, 青州城并不大, 最起码没有越州城大, 林昭在青州城里转了半圈, 便找到了那间, 在青州城里刚开业没有多久的大通贵房, 贵房这种超时代的产物, 在这个时代, 只有长安城那种超大城市才有受众, 在青州城里, 根本没有什么业务, 因此, 这家开业没有多久的贵房, 显得门庭冷落, 毕竟没有几个青州人, 愿意把自家的钱放到别人的铺子里, 进了这家贵房之后, 林昭看了一眼贵房里的几个伙计, 沉申开口, 我要见你们掌柜, 几个伙计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年长一些的, 上下打亮了几眼林昭的相貌, 便上前毕恭毕敬地低头道, 这位相公, 请随小地来, 看他的模样, 多半是见过林昭画像的, 林昭点了点头, 跟着他一起离开了贵房的铺面, 转而到了一个胡同里, 绕了两圈之后, 才进了一座宅子, 在这个人的带领下, 林昭很快在这个宅子的后花园, 见到了正在观看几个胡鸡跳舞的郑大公子, 郑牙今年已经年近三十, 自然早早地成了家, 而且这个郑家的长孙偏爱胡鸡, 因此, 家中世界里, 倒有五六个是西域的胡鸡, 就连他到青州来, 也随身带了两三个在身边, 另外还有几个胡鸡侍女, 在五月之下翩翩起舞, 颇为赏心悦目, 林昭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大表兄, 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闲心看这些, 对于林昭的到来, 郑牙丝毫不觉得意外, 他挥了挥手, 示意这些胡鸡散去, 然后起身对着林昭笑了笑, 这件事, 长安城的李家急的, 你林三郎急的, 唯独我们姓郑的不急, 这个时候, 唯一兄没有拍手称快, 已经是给三郎面子了, 他这话说得不错, 行阳正是与皇族, 多多少少是有仇的, 除却祖父郑温死在朝廷之手外, 郑牙的父母, 统统死在了那场动乱里, 要说他心中对朝廷没有半点怨对之心, 那就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了, 林昭看了看笑容灿烂的郑牙, 微微摇头, 表兄, 李家, 怎么样我并不是如何关心, 但是如果康东平入关, 到时候兵活加深, 且不说长安城, 以及天下的百姓如何如何, 我在长安城的家人, 我岳州临市, 便危在旦夕了,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郑牙, 缓缓说道, 我见过康东平, 以这个人的性格, 真给他成了事, 别的不说, 大通商号的钱, 他当真就不会眼红, 而且他野蛮霸道, 到时候未必就会礼尽士卒, 行阳正式会不会遭受兵货, 也是未知之术, 郑牙低头喝了口茶水, 笑呵呵地看向林昭, 三郎这话与二叔说有用, 与我说却没有什么用处, 大通商号也不归我管, 说完这句话, 郑牙稍稍收敛了一些笑容, 对着林昭开口道, 二叔让我到青州来, 全力配合你, 说吧, 你想让我办什么, 我尽力给你办, 我要康东平的详细动静, 林刺史看向郑牙, 声音低沉, 除却这个之外, 还有粮食, 帐篷, 刀甲,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果有可能, 我还想要几个靠得住的老将官, 听到这里, 郑牙白了林昭一眼, 干脆我直接给刺史大人弄一支军队来, 林刺史看向郑牙, 呵呵一笑, 也不是不行, 毕竟军队这东西, 在表兄手里是谋逆, 在小弟手里, 却是合理合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